寒冬腊月,阴冷地牢,满尸斑驳血迹的行驾上,楚千离被捆着双手吊起,唯独脚尖勉强着地。 你一个乡野长大的贱人,却偏身站着向府敌女的名号,和我爱慕的三皇子定立了婚约,我如何能够放过你! 满脸红色胎肌的丑八怪,却拥有如此匀秤玲珑的身材,还说不是天生的贱货,是不是还妄想着嫁入三皇子府? 我告诉你,三皇子早就说了,他此生非我不娶。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若不是你生母出身苏家,在朝中又浓厚的影响力,三皇子需要你来拉拢人心。 你这样一个客死生母的不祥之命,相爷长大的粗鄙之身,有何资格和他定亲? 就你这满是胎肌的脸,有这一刀没这一刀,也看不出多大的差别。 不过,还是划你一刀让我痛快。 如今人人皆知,你和三皇子的婚约,即便要解除,也不能毁了他的名声。 所以,错的只能在你,把最劣等的妹要拿来,给他灌下去,稍后扔给那几个死穷。 记住,我不许他活着出去,完整的尸身也不能留。 是。 五个目露赤光的男人,立刻涌上前。 哼,走吧,别脏了我们的眼睛。 过会儿再来收敛尸骨,顺便多叫下人来看看,我的好姐姐是如何天生浪荡,与人苟合的。 是。 就在那些死球即将触碰到楚千里的刹那,那双紧闭的双眸猛地睁开。 他条件反射地一脚踹过去,正中那人的胸口。 嗯?楚千里这才发现不对,脸颊剧痛不说,这身体更是快废了,等不及他细丝。 剩余的男人被激发的凶行直接扑杀过来。 楚千里目光一寒,一个肘鸡击碎了最先冲过来的男人喉咙。 啊,杀人啊! 楚千里不给剩余几人反抗的机会,如法炮制地将他们依次解决,而后脱力般地摔倒在地。 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积攒了无数金银财宝,应该过上有钱有闲的退休养老生活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啊,时空管理局,我去你瞄了个咪的。 魅药的发作十分的凶猛,且因其品质劣等,十分伤身,必须要尽快解决。 只是他刚走出去,便差点被一阵烈焰掀翻在地,凭着所有力气,直直地向着火海冲过去。 混沌五行阵?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困阵? 算了,不管了,破解了再说。 啊?男人? 小哥哥,对不起了,想要解个药性,真是不容易。 说完,他直接扯开了男人的红衣。 谁? 小哥哥,你醒了? 你…… 我知道,你动弹不了是吧? 你…… 啊?你放心,我就用你解个毒,很快的。 啊?之前忙着完成任务退休,没找过男朋友,母胎单身solo几百年的单身狗,第一次就要对男人用墙,真…… 嘿,刺激。 小哥哥,你这身材真不错啊。 滚。 嗯,等会就滚,放心,保证不对你负责。 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丰富的理论也能支撑着他做下去。 等到一切结束,药性退去,楚千离松了一口气,躺在地上的男子面颊带着薄红,双眸死死地盯着楚千离,深沉的凤眸带着刻骨的杀鸡。 楚千离后知后觉地有了一丝丝愧疚,伸出手去在他眼睛上一扶。 动作和让死不瞑目的人闭眼,一般无二。 小哥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以后有机会,我一定重谢你。 嘿,小哥哥,有话好好说,你…… 嗯? 啊,小哥哥,不是我不救你,我现在浑身上下连根银针都没有,实在是无能为力。 败了,就把你擦干净,让你美美丽丽地去。 你救我一命,我一定厚葬你,有一滴血沾染到了他的手腕。 紧接着,一阵炙热感传来,凤凰血玉镯?你也来了。 啊?血玉镯还有这功能? 看来这位小哥哥,真是命不该绝,鬼门九针,针针致命。 旁人用起来,必死无疑,他用起来,却能够让人置之死地而厚生。 一刻钟之后,小哥哥,你救我一命,我救你一命,我们就两清了,从此,再也不见。 他不是应该维持不生不死的状态三个月,才能恢复吗?为何现在就能动了? 尊重,你能动了?他,他怎么过,光着? 闭眼? 是。 找一女子,灭带红色胎记,左侧脸颊有伤。 女,女子? 尊重这些年,身边飞只鸟都是熊的,怎么可能有女子? 尊重,您找的这位女子是…… 找出来,凌池。 娘亲,谢谢娘亲。 申宝,你已经是个三岁半的大孩子了,不要总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娘亲,我今天也和大白去山庄找弟弟了,你看看,这个行不行? 不行。 还是不行啊。 娘亲,是不是只有你捡到的人参才能变孩子啊? 啊? 也许,哎,当初在孩子灵魂拷问自己是怎么来的时候,她不应该随口忽悠,说她是山里捡的人参金,结果这孩子就沉迷于给自己再捡一个弟弟。 那娘亲,你陪我再去捡一个弟弟可不可以?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懒,娘亲饿了,想吃人参炖鸡。 好,申宝这就去。 啊,弟弟,看来只能等以后再让娘亲去捡你了。 唉,舒坦,这才是养老生活啊。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紫萱身,救三皇子。 是。 申宝趁着顿鸡火候不到的功夫,拎着小桶来到了院子外面的田地边。 田地不大,里面却密密麻麻的种满了人参。 每一株人参都是圆圆胖胖,枝叶繁茂,都是她努力捡回来的。 她仔细瞅了一圈,最终也没发现哪个有潜力发展成她的弟弟,只能与鹿均沾的浇水了。 与此同时,意外招惹了狼群的楚林轩一行人,慌不择路地闯进了山谷。 小剑,撑不住了。 这些畜生,为什么紧追着我们不放? 小剑,前面有烟火,必定有人。 快走。 狼群追逐而来,路过一处光滑的山壁,骤然停下了脚步,畏畏缩缩的,不敢再往前。 最终互相嚎叫两声,缓缓地退了回去。 楚林轩等人,察觉狼群没有追上来,重重地松了口气,向着吹烟冒出来的地方而去。 这,无影山脉,绵延数千里,地形复杂,丛林茂密。 临身处,再浓烈的阳光也照不透,因此得名,无影山。 山脉最高峰,飞鸟绝技。 可就在面临眼影的山谷中,竟然矗立着这样一处优美的院落,实在是处处诡异。 这该不会是……鬼? 什么鬼? 青天白日的,哪里来的鬼? 去看看叫人来开门,我们需要休整,圣里面的人准备东西。 是。 哎呀,你愣着。 呃,紫悬参? 是,是人? 天哪,是人哪。 难怪山中怎么都找不到紫悬参,原来都被挖到了这里。 有了紫悬参,他就可以救三皇子了。 如此一来,没人再有资格阻止他嫁入三皇子府。 却未一夜,你都受伤了,要不要来我家里休息一下? 哎呀,弟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进去可方便。 家里有娘亲,不过娘亲喜欢睡觉,只要你们不吵到他,就没关系,快来快来。 把这个小子抓起来,划出所有紫悬参,我们立刻动身返回。 是。 嗯,你们干什么? 紫悬参千金难缓,且世面上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不知道多少人梦寐求取。 眼前这些,不仅能治好三皇子,还能助他广捷善缘,更进一步,为今后的坦途提供更多的助力。 你,不许你们动我弟弟。 臭小子,老老实实的,看在这些紫悬参的份上让你多活一会儿。 不然,现在就挖壳埋了你。 你们,你们放我下来,咱把我弟弟放回去,我就原谅你们。 哈哈哈,你原不原谅,有谁在意?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娘亲,神神顿鸡好了。 哼,臭小子,故弄玄虚。 你不懂,要让我娘亲清醒一会儿。 哼,你娘来了又如何,谈不成,她还能打得过我的护卫。 呃,你这个坏人。 把她宰了,就埋在这块地里。 是。 小子,你下辈子,你这是怎,娘亲,娘亲。 哼,娘亲,你快看,是人。 嗯,是啊。 不仅是人,还是原生的老熟人呢。 这不,刚一见面,这体内残留的那一点意识,就开始活蹦乱跳,驱散了她所有的睡衣不说。 还让她胸闷气短,心跳加速,难受至极。 养老生活就该心如止水,平静无波,吃心脏活蹦乱跳的,影响养老体验呢。 来人,把这妖女和妖童给我拿下。 是。 娘亲,下手轻一些。 她还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人呢。 主千离立在原地未动,一袖一甩,淡淡的寒光飞散而出。 直直冲着扑过来的护卫而去。 下一刻,那些护卫全部僵硬地停滞在原地,包括面容微微扭曲的楚灵轩。 护卫都交给你。 好,谢谢娘亲。 让你们抓我,让你们挖我弟弟。 你,你要干什么? 熊女,你敢杀我? 楚千离懒懒地揉了揉胸口。 虽然刚才胸闷气短的感觉好了一瞬,可那股压抑的不甘和恨意,成就浓郁地散不开。 这就有点麻烦了。 难道不彻底报仇,她的养老生活就无法继续? 片刻之后,拿出一根长鞭,对着楚灵轩狠狠地抽了下去。 每一道鞭痕都和原生当初被打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是未来的三皇子妃,你如此待我,皇室必定不会放过你。 楚千离听到三皇子几个字,心脏处一阵刺痛传来,汹涌的不甘和愤怒冲上脑门,彻底地影响着她的情绪。 看来,原样报复楚灵轩还不能让原生彻底解气。 那问题真的严重了? 你把子萱伸给我,我少你一命。 她刚刚开始的养老生活,还没出月子呢,就死在了强宝中。 我去你瞄了个蜜眼。 娘亲,怎么了? 娘亲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啊,多严重啊? 严重到睡不着觉,吃不下人参顿鸡。 嗯,那该怎么办啊? 对娘亲来说,天打地打,吃饭睡觉最大。 可如今,她睡不着吃不下,那不就等于天塌了? 唉,宝啊,你想不想去外面看看? 外面? 嗯。 真的能去外面吗? 唉,娘亲也不想去。 可是条件她不允许,人生顿鸡是不是好了? 嗯嗯,娘亲,你现在吃得下吗? 嗯,勉强能吃下大半只,端出来吧。 吃完了东西,就收拾行李。 你看看,要带什么? 好的,娘亲。 唉,养老不易。 该死的是空管理局。 楚千里啃着鸡腿,满足地叹了口气,怀着申保的时候,运气异于常人。 这孩子的成长,也处处透露着不凡。 他不到一岁便能跑能跳,言语流利。 两岁,力气暴增,能与普通成年男子匹敌。 且无师自通地,领悟了飞鸟走兽言语。 再之后,他更是展露出极其强悍的学习天赋。 当然了,出于一个娘亲的私心,他最先学会的便是厨艺。 娘亲,东西有点多呀。 嗯,那不是有人帮忙吗? 你尽管收拾就是了。 哎呀,申保忘记了啦,那我再去看看。 这,这匹狼。 这个,是山里的狼王,整天好整天好,吵到了我娘亲睡觉,这不就变成皮子啦? 就是毛质不好,太硬啦,只能给娘亲垫脚。 自从娘亲当着狼群的面剥了他们狼王的皮,山里的狼再也不敢乱叫了,如今很是拐巧懂事。 主亲里有些心不在焉,将紫玄参当作鸡腿夹起来,咬了一口。 姜妹的眉心立刻皱起,随手将半根萝卜大的紫玄参扔到了地上。 娘亲,刚才我太激动了,忘记把紫玄参挑出来了,快喝点水输入口。 哎,果然是流年不利。 那是紫玄参啊,千金难求的紫玄参,那么大半根就给扔了,给我们吊在地上满是土的都脚步脚步咽下去。 一个时辰之后,山宝收拾好了东西,每个护卫背上都被绑上了大大的行李包裹。 娘亲,就剩下人参弟弟们了。 楚千里带着申宝来到屋里,将手腕递了过去。 申宝笑嘻嘻的,上前抚摸了一下镯子,桌上包裹起来的人参们,顿时消失不见。 谢谢娘亲,等出去找到了好地方,就把弟弟们拿出来重新种上,你开心就好。 这血玉镯跟随他许久,可是却一直只是个装饰,直到五年前沾染了男子的血液,意外掉落了金针,功能才正式开启。 只是,时灵时不灵,之后陆续出现过几次东西,可每一种都是给申宝用的。 如今,也只有申宝能够任意往里存取东西。 申宝是他怀他生下的骨血,送给他也就罢了,可这鬼镯子,又偏偏在他腕子上取不下来。 罢了,走吧,出山。 你们随身带着的截图药呢,想办法服用下去,我们立刻逃离。 护卫们拼命地挣扎了半傻,还真的能动了。 小姐,快些走吧。 去,把那半根子玄身捡起来,我们走。 是。 哪怕是煮过还被咬过,那也是千金难换的东西。 说不准,能救三皇子呢。 只是他们刚刚靠近篱笆,原本篱笆上紧闭的粉色花孤朵,悄然绽放。 没关系,写个欠条,签字画鸭,我总有办法找你讨回来的。 等我出去,一定要我剁了这妖女。 娘亲,你看看,你只给我五百两,那么你的那些护卫的命呢,不要了。 一些无用的下人,你要杀便杀了。 真不愧是未来的三皇子妃,这狼心狗妃的模样,无人可比。 怕了,申宝,让那些护卫,同样写下欠条。 好,有人经过楚灵轩身边的时候,壮死无意地,将他狠狠地撞倒在地上。 啊,你! 大小姐恕罪,我们这些无用的东西,有眼无珠。 剑神,都是剑神,等我出去,一定要让这些人统统人头落地。 看到楚灵轩吃鞭,楚千里突然感觉胸口舒服了些。 只要楚灵轩吃鞭,就可以让自己暂且舒服,那么,就对不住了。 你们两个,去把房间中的软椅抬出来,一路抬着我娘亲,小心些,若是把我娘亲摔了,就把你们从山顶丢下去。 是。 你来抬我? 我,我没有力气,抬不动的。 若你不抬,我就把你用嗜血腾捆了,然后找个山坡,一路滚下去。 你,这个妖女,怎么如此恶毒? 抬不抬? 我,我抬,我真的力气有限,真没用。 没关系,我家里有麻绳,你捆上麻绳在前面拉着,我也觉得开心。 拴个麻绳拉着,这是把我当成什么? 一刻钟之后,山坡迈着小腿欢快地向外走,身后跟着被行礼的护卫。 身侧是坐在软椅上的楚千里,软椅有两个护卫前后抬着,最前面是拉着绳子满身僵硬的楚灵轩。 山坡,你要不要上来一起坐? 娘亲,山坡不累。 累了,就告诉娘亲。 好。 楚灵轩看着越来越近的骨口,死死地攥紧了手中的麻绳,心中闪过一抹算计。 山上座软椅,摔下山去来个粉身碎骨,也怪不得旁人。 楚灵轩眼底恨意一闪,猛地一推最前面的护卫,连同着软椅,一同推下了山崖。 小姐。 敢侮辱楚家的敌女,就是现在这般粉身碎骨的下场。 娘亲。 楚灵轩眼底一寒,走到申宝面前,拎着她的后脖颈,直接将她扔了下去。 娘亲。 娘亲,申宝来救你了。 楚灵轩动手的时候,她本可以轻松躲过去,可是手腕上的凤凰血玉镯,突然传来一阵禁锢之力,死死地控制住了她的动作。 娘亲。 楚千里眼底一寒,卓山勇气爆发,身形清零如燕,脚尖点在崖壁边的轻松上,纵身上前接住了申宝。 小小男子汉,哭什么? 娘亲,娘亲,你没事儿,太好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再敢控制我,我拖了手腕也要毁了你。 一声响亮的鹰蹄,响彻山月。 大白,我和娘亲在这里。 怎么不一落下来就召唤大白呢?知不知道刚才多危险? 若是娘亲没有接住你,你这小身板非得摔成肉泥不可。 娘亲一定会保护身宝的,身宝只想快些落下来找到娘亲,还没来得及想起自己。 唉,下次不许了,保护好自己要紧,娘亲不会有事,娘亲不会有事。 嗯嗯,娘亲,多怪那个坏人,她是不是传说中的老妖婆啊?她推了护尾,还故意摔了娘亲。 放心,从来没有人害了娘亲,还能胡伦个儿地活在这个世上。 就在这时,大白突然鸣叫了一声,用脑袋去蹭楚千里的衣袖。 大白怎么了? 娘亲,大白很着急,让我们去救人。 救人? 嗯嗯,说,说是个美人。 真想不到,这雪雕里有色胚? 娘亲,色胚是什么? 嗯,就是善而不宜,你现在还小,不用懂。 嗯嗯,申宝听话,不好奇。 走吧,先让那个楚灵轩得意一会儿,娘亲之后给她送份大礼。 好,那我们去救人吗? 去瞧瞧,看看大白眼里的美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小姐。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翻一翻那央女的行李,把那些子寻生都找出来? 是。 难道,留在了那处院子里? 小姐,那处院子的篱笆上,可是有湿血疼的。 小姐,狼群还没有放弃。 走。 这大白的审美,竟然没有翻车? 娘亲,拉眼睛。 背影看,貌美如花,正面瞧,丑如叶叉。 这男人背影有多美,脸就有多难看。 就这模样,她都不仅仅是辟邪了,她都能避孕。 果然,血雕的审美,就是如此的猎奇。 娘亲,是不是拉眼睛? 好好坐着,娘亲救人。 好。 她连忙将人拉出来,放在旁边准脉。 脉象细微震产,五脏六腑枯竭,关键是,经脉断裂,血不归位。 就这样,还能活着? 娘亲,怎么样? 问题不大。 楚千里拿出九根金针,动作熟练地对着地上男子的死血扎了下去。 前些年怀着身保,被不断地抽取生机,药部支撑不住。 她就靠着每天扎自己的死血,随动生机来维持。 还好身保十五个月就出来了。 若是再拖延几天,她现在就是一具干尸。 不过,福祸相依。 她休养了三年,体内齐精八脉竟然自动打通, 还能不自觉地吸收灵气,让她有了更多自保之力。 正胡思乱想着,眼前的男子突然一颤,一口污血吐了出来。 凤玄渡看清楚千里,眼底骤然一颤,抬手就去抓她的手臂。 是她?这双眼睛我绝不会认错。 嗯?小兄弟,不想死就别乱动。 凤玄渡再次回忆起了五年前,不由得脸颊发红。 这些年,她承受着夜火焚烧之苦,只好吩咐下属寻找她的踪迹。 可是下属几乎将整个大陆都翻遍了,都没能找到她。 没想到,竟是她自己装剑了。 小兄弟,人生在世,关键得想得开。 虽然你长得丑,可是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啊。 这条寒潭解决不了问题。 长成这样,是真的挺活不下去的。 我没有要寻思。 她只是要利用寒潭压制体内的夜火之力。 哼,那你好棒啊。 这个女人,她是什么意思? 等等,我体内的夜火竟然熄灭了。 所有的痛楚,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浑身一场的舒适。 所以上一次,也是她帮了我。 儿子,人救了,咱们走吧。 好,娘亲。 等等,你,儿子? 哦,怎么了? 哎呀,这个叔叔实在是长得让人看不下去啊。 这个女人霸占了我,还和别人生儿子。 你救了我,我,我要跟着你。 你该不会说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吧? 是又如何? 我堂堂奉族之主,整个清雾大陆最尊贵的人,难道她还嫌弃? 我不救了,再把你变回刚才的样子,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她真的在嫌弃我? 兄弟,放心,很快的。 我开玩笑的。 嗯? 不以身相许了? 不。 哦,这就对了嘛,小兄弟,以后这样恩将仇报的事情,千万别做了啊,那我们走了。 你想干什么? 我,我也要出谷,而且,我这病没法更治,时不时便会发作,想找你求医。 真是想不到,她堂堂奉尊,竟然会被如此嫌弃,她现在不就是因为涅槃夜火,毁了容貌吗? 当初她好看的时候,这个女人怎么就扑过来了? 如今还一口一个小兄弟,想当初她霸王硬上宫都叫小哥哥的,肤浅。 求医?找我求医,可不便宜? 我,我,我家是东玄的首富,钱财取之不尽。 那你家的生活条件是不是很好? 自然。 嘿,相逢即使有缘,我自然要救人究到底。 作为回报,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照顾救命恩人? 嗯,不错。 那就好,钱不是万能的,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娘亲快看,阿丑叔叔抓到了鱼,申宝给你烤鱼吃。 好。 凤贤石?这个小孩怎么可能有凤族的凤贤石? 阿丑叔叔,谢谢你抓鱼。 不用客气,你,你家里都是你做饭? 是啊,申宝是家里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娘亲。 那你爹爹呢? 我没有爹爹。 竟是有复兴人抛弃了他们母子。 你爹爹不是好东西,不必在意。 啊? 阿丑叔叔,你开心就好。 我是人神经,根本没有爹爹啊。 不过,这个不能说的。 娘亲,你醒得正好,鱼烤好了,快来吃。 好。 凤凰血玉酌? 凤族仪是几百年的质宝,怎么会出现在他手上? 等等,凤凰血玉酌,凤贤石,孩子。 申宝,你几岁了? 申宝,你几岁了? 我都三岁半了,怎么了阿丑叔叔? 三岁半,孕育十五个月,算算时间,对上了。 可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女子,真的有可能孕育凤凰之子。 申宝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阿丑,你在干什么? 申宝头上有汗,我想把她擦一擦。 若申宝真的是我的孩子,那她一个人,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 又吃了多少苦? 啊,申宝,若是有人要对你不利,努力吹死别客气。 娘亲挖坑拐埋。 好,申宝记住了,娘亲吃鱼。 嗯,这个银鱼真不错。 嗯嗯。 给,果子。 嗯,天色不早了。 那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该睡觉了。 娘亲,没有软觉,这里到处都是石头,你怎么办呀? 是啊。 我…… 你背我? 我…… 放心,别担心自己会走得没力气,有我在,没意外。 你…… 怎么,上你背一背自己的救命恩人,你就不乐意了? 嗯,没有。 那就这么说定了,出发。 是位女子,竟然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这般亲密,她怎么能这样? 嗯,娘亲,阿丑叔叔背着你还是挺合适的,出发喽。 半月后,京城相府。 母亲,女儿真的要一直留着这个伤疤? 傻女儿,你千辛万苦地到无影山中,找到了紫玄山,救了三皇子殿下的性命。 脸上的伤,是你有功于皇室的证据。 就算要去除,也得等到三皇子使李红妆迎娶你才行。 母亲说得是,三皇子解了毒就向我许诺过,这两天便会定下成亲日期,她母亲齐妃娘娘也同意了。 这不就是了,你就等着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吧。 无耻妖婆,还我身来。 母亲,是那个妖女和妖童找上门了? 什么?你不是说,那两人掉下山崖,粉身碎骨了吗? 白痴高的崖壁掉下去,正常人怎么可能活着,女儿自然以为他们必死无疑。 说这些没用,先把那两人控制起来,你马上就要嫁入三皇子府,绝对不能出了此等变故。 好,那天上飞的是雕吗? 哎哟,可不是嘛,而且还是难得一见的雪雕。 我刚才亲眼瞧见,那只雪雕冲天而起,背上还有一个三岁多的男娃娃,厉害得紧。 那男娃娃喊着还她身来,难道说的是最近沸沸扬扬的死悬身? 嗯,应该是了。 你就这样放神宝出去?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神宝只有三岁,那雪雕又是猛禽,还飞得那么高, 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放心,摔不下来的。 你,这个女人,她都不是心大了,她简直是没有心。 何人在相府门前喧哗闹事? 偷身妖婆,无耻至极,抢我人身,不要脸皮。 见识,等落到我的手中,看我如何逞着你们。 不知道阁下因何缘故,指使一个孩子来我相府门口闹事? 这般藏头鹿尾的,实在不像是君子作风。 看来阁下是不愿意露面了,我相府从来不会伤疾无辜, 即便是阁下指使孩子在此闹事,我也不能看着他如此危险地在天空中盘旋。 来人,将雪雕射杀,救下那名孩童。 是。 偷身妖婆,蛇鼠一窝,杀人灭口,毫无道德。 救孩子。 是。 马车车连骤人移动,一柄长剑盘旋而出, 顺利的剑锋擦过无视的面颊,无视脸色煞白。 夫人,我这也是救孩子心切,差点割破了你的脸皮,得罪之处,万万包涵。 你,嗯,当初,元申救下三皇子,被人得知,无视表面上大张旗鼓地将他从乡下接入了相府, 私底下将他训斥的连奴仆都不入。 放心,曾经亏欠你的比是践踏你的,我一一帮你讨回来。 为了安心养老,他也是豁出去了。 不许这般胡闹。 娘亲。 丞相夫人,劳烦把偷了我紫玄参的贼叫出来吧。 这位姑娘,我相府与你无怨无仇,你受何人指使,前来污蔑。 紫玄参已经绝技,如今千金难求一条根须。 楚灵轩偷了我的紫玄参,却宣称自己是从无影山庄所获。 你这个当母亲的,还在此帮着辩驳,相府专出厚脸皮吗? 一派胡言,紫玄参是我女儿历尽艰辛,从无影山庄获得的。 你不报姓名不说来历,张口就指责他偷窃,可有证据。 那你说,楚灵轩无影山庄取的紫玄参,谁可作证? 陪他一起入山的护卫可为证,那就把那些护卫叫出来,我们当场对峙。 哼,姑娘,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空口无凭地前来污蔑,我相府就要配合你? 夫人怕是不知道,我真然懂些医术,所以在当日偷我东西的贼身上,留下了些东西。 你少在这里威严送厅,来人,把这个女子拿下,送交顺天府。 是。 夫人,如此说来,你是要包庇那小贼,拒不认错了? 相府何错之有? 你不后悔? 姑娘不必虚张声势,相府行得正做得直,一切按照朝廷律法行事,为何后悔? 儿子,让大白动手。 好,大白,动手。 一身鹰蹄,响彻天际,大白迅速向着相府中,俯冲而去。 怎么了? 让你的人,去把三皇子叫过来,这样一出好戏,怎么能少得了他呢? 我哪有什么人,我的下属隐藏得极好,这都被发现了。 少来,那些围观的人,一半都在看你的脸色。 知道了。 姑娘,你无礼,那我相府也就不客气了,速速将人拿下。 是。 娘亲威武,娘亲最棒。 楚清一长颠,呼呼声风。 所到之处,会被抽的禁术倒地不起。 嘿嘿,娘亲,呜呜呜呜。 雪鸟大白,啼叫一声,再次冲天而起。 娘亲,大白找到子玄参了。 大白,好样的,回头给你吃子玄参炖鸡。 妖女,竟然只是畜生,抢夺我相府的子玄参。 来人,通报顺天府和九门提督,有盗贼京城横行,请他们排兵相助。 是,都住手,三皇子到。 三皇子殿下,您终于来了。 三皇子云青龟? 原生的情绪,汹涌复杂地涌上来。 闹什么,没见过男人不成? 姑娘,你…… 就是你偷吃了我顿过咬过,还扔在地上的子玄参。 姑娘,这是何意? 和你说话,我都担心有口气。 毕竟我那半根子玄参是扔在泥地上的,那模样真的是…… 妖女,你少在这一信口雌黄。 三皇子殿下,子女无故前来相府门前闹事,大伤了我和府中护卫无数,还指挥着…… 丑相夫人,说话之前好好想清楚,毕竟这说出来的话,就像吐出来的东西,真的不好再给它吞回去。 那子玄身上真的有牙印? 如此说来,真的是相府中的小姐,偷了人家姑娘的东西,还宣称是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 三皇子殿下,母亲…… 凌玄,你中山未遇,怎么起身啊? 母亲,女儿听闻有人因为子玄身的事情闹上门来,还连累母亲受伤,如何还能安心休养? 你呀,自己的身体要紧,母亲岂会怪你。 还有三皇子殿下,她听闻你有事,也匆忙赶来了,自然不会因为三两句流言,就心生芥蒂。 无分说的是,楚娇姐不必勉强。 阿丑,你说这男人是得有多侠,才能看不出楚临轩演的一首好戏? 嗯。 无趣。 瞧瞧,这上面的牙印是我留的,你重要无脑护人,急忙扯一面遮羞的大旗,省得旁人说,皇室之中的三皇子,隐私包庇未婚妻。 这位姑娘…… 三皇子殿下,姑娘,子玄身是我偷的,我认错,还请姑娘不要闹了。 凌玄,你胡说什么? 母亲,这里面…… 罢了,总之我认错,不过我并不后悔。 小姐,你不要说了,是属下的错,属下甘愿受罚。 罗叔,你这是做什么? 属下罗上,扯蒙响应不起,带一白护卫保护大小姐入乌影山寻找子玄身,陪着小姐走过数十余座山头,与山势蹦卡,与毒蛇偷袭,与狼群追击百里。 白鱼鸣护卫只剩下六人,小姐应是众山昏迷。 我说…… 清大小姐让属下说完,属下护着小姐走投无路之下,在山中遇到了一座峡谷,正好看到了地上半根子玄身,当时真的感觉如意神迹。 紫玄身上却有牙印,还有碰住过的痕迹,可是那已经被扔在了地上,我们捡起能算偷吗? 确实,那姑娘不是说,紫玄身是她碰住咬完之后扔下的,初小姐捡到了,怎么也不算偷吧? 大小姐护送着紫玄身下山,更是遇到刺客险些丧命。 这位姑娘,你大脑相符一举偷窃,就想抵消大小姐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究竟,继续何为? 我?当然,是为了救人了? 什么? 楚灵轩等人听到这话,顿时愣在原地,紧接着,护卫罗胜,脸色一变,捂着胸口,扑的一声,吐出一口血。 这就像是开了个头,楚灵轩咳嗽两声,同样一口血吐了出来。 三皇子正要上前观星,同样身体一晃,一口血吐在了地上。 这,这是怎么了?太医,快叫太医! 我都能用紫玄身炖汤了,说明这个东西我不稀罕。 可我千里迢迢地追过来,一上来就赶紧喊你们还人参。 难道还不能说明这其中的问题吗?不明白? 唉,我这个人喜欢研究厨艺。 前些日子就拿紫玄身炖了汤,也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差点毒死自己。 我就把人参扔到了院子里,可我没想到,还真有人到我院子里捡东西。 捡了东西不要紧啊,关键是走得还挺快。 你说这毒人参吃下去,岂不是要了命?我哪里敢耽搁? 一路追了过来,可惜跟丢了踪迹,好不容易打听着找来了。 可是丞相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却要抓人,这实在是令人寒心。 你一上来就说要找偷你子权身的贼,你也没说人神有毒啊。 我找偷身贼,丞相夫人不是也没承认吗? 啊,快我没说清楚,我也不知道相府之中是把偷这个子,抢成从地上捡东西。 早知道我就换换说法,问问是谁从我院子里捡了有毒的子神身了? 三皇子殿下,您体内毒素复发,却十分混杂,比之前更加来势汹汹,为臣因艺术有限,请殿下恕罪。 是这个妖女动了手脚,一定是她。 姑娘,人身是我偷的,当时大小姐昏迷,全然不知情。 姑娘想要泄气,罗某人这条命抵给你,求姑娘拿出解药,救三皇子殿下和大小姐。 你是从哪个朝代了? 朝代? 我千里迢迢赶过来,不就算了救你们吗? 由于何非要寻死呢?只要银子给到位,会帮你一场命赶碎。 什么? 什么? 什么?你们偷了我的子玄生,害我千里迢迢追赶过来,如今需要我救命了,难不成准备,连银子都不给? 我,我只是一个护卫。 你没有银子没关系,相府应该有不少吧? 你身为护卫,从乌影山跟着你家小姐,一路护其周全,深山老林孤男寡女地闯回京城。 你家小姐昏迷了,你都没有舍弃她,还想着帮她捡人参,她一定会救下你的。 什么叫做深山老林孤男寡女? 这个妖女,是在污蔑林轩的清白。 你,姑娘,还请你注意言辞。 哦,对不住啊,山野粗鄙之人,手话难免前言不搭后语。 我就那么一说,大家就那么一听。 哦,嗯,银子到底给不给啊? 给?你要多少银子?五百两,黄金,相府没有那么多银子。 写千条也行啊,堂堂相府,总归不会赖账吧? 我给你,我先将皇子手令抵押给你,明日送上黄金,你救人。 三皇子殿下大气。 解毒。 这颗药丸不仅能够解了子玄身上带着的毒, 还能将三皇子体内的毒一并驱除。 宁露丸?三皇子殿下,这是早已经绝迹的解毒圣品,宁露丸啊。 多少银子? 给你和楚人轩不要银子。 这是为何? 当然,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关系? 未婚夫,好妹妹,许久未见,你们看看,我有几分像从前。 楚千里?这怎么可能? 见过三皇子殿下,不知道你贼在何处啊? 未婚夫,好妹妹,你们是准备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无礼吗? 你,你是,是楚千里? 咦,怎么能这般对我这个相府敌女无礼呢? 好妹妹,翘姐姐。 怎么可能?楚千里那个贱人,怎么可能还活着? 这楚林轩心理承受能力,明显不行啊。 三皇子殿下,你可有什么话说? 你,真的是楚千里? 五年的时间,容貌可以改变,可性情也能脱胎换骨吗? 八年前正月十六,你前往冀州镇际雪灾灾民,回京途中遇大雪封路,又遭刺客截杀,身负重伤。 流落于路边雪地,我遇见,又背又拖地,带你在大雪中行走三里,脸颊手臂,脚趾冻伤,留下重重伤疤。 之后,我带你回家,你一直高烧昏迷,我典荡了家中所有的物品,为你换来了两副汤药,却唯独缺了蛇胆做药饮。 大雪漫天,我于山中寻找冬眠的蛇,无声滑倒摔下山坡,摔了小腿骨头,还摔伤了内服。 休养三月有余,你…… 七年前,八月二十,我与你定亲后,参加皇室秋冽,猎场中,你为了追逐一只白狐,误入森林。 受到敌国奸细的追击,我帮你挡了三只流箭,渐渐入骨三分,连带着中毒,痛得催心挖骨。 不就是一个小白脸,还没有我全胜时期的五分颜色,这个女人竟然对着她掏心掏肺。 对,她是不是垂涎那小白脸的美色,还和霸占我之前一样,叫她小哥哥。 三皇子,还需不需要我继续说下去? 不必,我信了。 那就好,再加上今日的救命之恩,你欠我三条命了? 是。 千里,真的没想到,五年未见,你竟然变化如此之大,母亲真的是太高兴了。 姐姐,欢迎你回来,没想到五年过去,你的孩子都这般大了,姐夫呢? 孩子? 哎呀,都是人哪,真稀奇。 娘亲! 这是我儿子,今年三岁半。 神宝,认识一下,眼前这位是娘亲的未婚夫,你先叫叔叔。 旁边那个,从我们院子里捡人参的,是你姨姨。 在旁边的是你外祖父后面迎娶的妻子夫人。 按照规矩,你勉强可以叫一句外祖母。 娘亲,叔叔大人要打我们,依依偷我们人参,还掐过神宝的脸脸。 外祖母眼神好可怕,他们是不是不喜欢神宝? 没有的事。 神宝没有爹爹,他们一定会骂神宝的。 不会的,谁骂你,你就接下来告诉娘亲。 娘亲每天抓揪,随机选五个出来打死。 用不了三天,保证没人再敢骂你。 这,每天选五个打死。 三皇子殿下,这…… 一场误会,有劳两位大人跑一趟,没事了。 是,那下官等人先行告退。 楚小姐,你还活着,我心中很是欢喜。 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份恩情,我从未忘记。 自己人,不必客气,毕竟我们还有婚约在身不是? 不,我才是未来的三皇子妃。 好,我和三皇子的婚约作废了。 姐姐,你失踪五年,且和别的男人生了孩子,如何还有资格当三皇子妃? 我就问你,婚约可曾作废? 婚约没有作废,只是人选变成了我。 什么时候变的? 五年前,你失踪以后。 你也说了,是我失踪以后。 我不在,所以婚约人选换成了你。 如今我回来了,这份婚约自然还要还给我。 我相信,三皇子绝对不是那等,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辈。 可,可你都有孩子了。 没事儿,成了亲,孩子直接改口叫爹,不是帮三皇子省了许多力气。 什么?这女人还想带着自己的儿子在家,当我死了不成? 不行,只要她敢在家,那我就杀了云青鬼。 千里。 乖,别闹,待会儿我再陪你。 这个女人是什么语气? 忘了这一路是谁背着她出了山谷,是谁打造了最华丽的马车,铺了最柔软的云锦。 肤浅,忘恩负义。 三皇子殿下不仅未成亲,便多了个儿子,还有可能多一位共事一期的兄弟。 真,刺激。 楚小姐,你一路归来,十分辛苦,又好不容易和家人团聚,先回府中休息吧。 算算时辰,丞相大人应该也会回来了,他见到了你,必定十分高兴。 三皇子殿下说得有理,千里,这些年,你父亲也十分想你,不能再让楚千里虎脚蛮缠,坏了林轩和三皇子的好事。 父亲想我? 可我怎么一入京城,就听说相府出了个与人苟合的孽女,还因通奸之人机缘巧合下碰头泄斗,而丢了性命。 当初的确是找到了穿着姐姐衣服的一名女士,再加上姐姐失踪,家里人理所应当误会了。 可父亲和母亲对姐姐始终想念得紧。 妹妹,既然如此想念我,那就快些去给我开门吧。 开,开门? 相府唯一名正言顺的嫡女回归,又救了三皇子一命,难道还走不得中门? 你,她楚千里是唯一名正言顺的嫡女? 那我算什么? 不能再让楚千里继续闹下去。 去开中门,迎接小姐回府。 是。 元申,你以前受的委屈,我会全部帮你讨回来。 你心愿完成,就安心离去。 还我嫌于养老生活,这个贱人。 申宝,好好挑一挑,选一处院子,我们要暂且住在这里。 好的,娘亲,住下来,众人参,等弟弟。 呃,那个,是不是要禀报大长老? 尊主被人摸摸小手就带走了,堂堂奉足至尊,似乎还要给人当便宜爹爹爹做小。 大长老,紧剩的头发都要秃了吧? 母亲,那个女人真的是楚千里? 不是她还能有谁? 可是,楚千里怎么可能生的那般样貌? 她的生母是苏家的嫡女苏清雅,当初惊艳人心的京城第一美人,你以为她会差到哪里去? 难怪我一眼就觉得,那双眼睛有几分熟悉,原来是像苏氏。 可是她之前明明样貌丑了,尤其是脸颊上乌黑,还有胎记。 那还不是因为,总之,楚千里这一次回来,和之前天差地别,我们一定要小心应付才是。 母亲,我才是相府唯一的嫡女。 楚千里,绝对不能留。 放心,你我母女能杀她一次,就一定能杀她第二次,她赶回来,那么相府,就是她的葬身之地。 夫人,那位小姐看中了福玉园,正让人开门呢。 什么?福玉园是当初丞相楚燕卿,专门给原配苏清雅修建的园子。 自从苏清雅过世,那座园子也就封禁起来,谁也不许踏足,去看看。 娘亲,刚才说了那么多话,吃个果子润润喉。 娘亲,你想不想吃东西,申宝给你做,神神顿鸡。 嗯嗯,好。 娘亲,我一路走来,听说这金冠画形都和原来的模样有关系。 申宝长得白嫩,说明我是颗白皮身。 啊,也许。 那申宝的弟弟,要是长成紫布拉鸡的,肯定太丑了,会像阿丑叔叔那样辣眼睛。 所以呢? 所以,子润身都给娘亲炖鸡,申宝以后,要剪白皮身。 白白嫩嫩的,才有资格当我弟弟。 你开心就好。 我就知道娘亲会支持我的,那我去剪柴火,给娘亲炖鸡。 娘亲,苏木烧起来炖鸡最好吃了,申宝去砍树。 什么紫皮申白皮身,申宝明明是高贵的凤族后代,和那些草木精灵有什么关系。 如今还是春季,水凳上带着寒气,我让人送东西入府来。 哼,这也就是自己了,换做旁人,肯定不能如此一塌的。 你一个商人,就不怕相府找你麻烦? 不怕。 别说整个相府了,就是整个东玄国,他何曾放在眼里? 搞快点。 知道了。 哼,女人,还不是得靠他? 对了,你现在叫我什么? 自己帮了他,他总得叫一声小哥哥了吧。 啊,呃,大兄弟? 哼,谁要当他兄弟? 那你说,叫你什么? 凤旋徒哼了一声,直接向着出府的路而去。 啊,阿丑,是你飘了还是我拿不动刀了? 长期饭票对着我发脾气? 娘亲别气,小心待会儿吃不下人参顿鸡。 算了,生气不利于养老,等饭票毒发了再收拾他,还治不了你。 还是娘亲的身保贴心。 楚千离,老爷下令,封锁服御员,你怎么敢为令而行? 我生母的地方,我有何不敢? 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哎,母亲,保重身体,切莫动气,姐姐也许不是故意的。 你就算不把我这个技师看在眼里,你总要看你父亲的脸面吧。 是我记性不好吗?我什么时候给过相府中人脸了? 你。 哎呀,小心。 啊! 楚千离,你等着,父亲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 啊? 你,你等着。 好啊。 等着你。 少站着做什么,还不快把母亲扶起来,然后请太医。 是。 娘亲,有没有呛到你? 神宝,你现在力气大胆能手拔松树了? 没有啊,娘亲,我用小刀在松树树干上划了一道口子,然后把干枯的草和火石头塞了进去。火石头好厉害啊,没一会儿就把松树树干烧穿了大半。 我看他们欺负娘亲就对着松树踹了一脚,然后树就倒了。 还好还好,他差点以为自家儿子要变身超人了。 怎么了? 阿丑叔叔,我打走了妖婆和她母亲,保护了我娘亲。 神宝很厉害啊。 阿丑叔叔,没有了妖婆,我可以给娘亲做人参顿鸡了。 啊,舒坦,娘亲今天累坏了,一定不能打扰她补教。 好香啊。 娘亲,人参顿鸡好了,这两天娘亲辛苦,神宝把一整只子绳绳都放锅里了。 好,谢谢神宝。 扶育员许久未住人,好在一直有修缮,如今让人仔细打扫好了,再通通风就能住进去。 唉,开饭,娘亲,吃鸡腿。 楚千里。 父亲,吃了吗? 逆女,谁准许你开了扶育员,又是谁准许你,毁了我亲手中下的松树。 我楚千里行事,何须旁人准许。 这株松树,是我和你母亲定亲的那年种下的,象征着我和你母亲之间的感情长青,你如此,便是大不孝。 父亲,你这些年一边迎新大怯,一边子嗣不断,还不忘了怀念我生母,时不时地便携两手时吊研一番,死后都让她不得安宁,可有获得准许。 这位高高在上的丞相大人,怕是早已经忘记了,他早年的仕途受阻,郁郁不得志。 更忘记了他是在迎娶了原生生母之后,才在苏家的支持下,平步青云。 你放肆,你敢如此和你父亲说话? 以前我卑躬屈膝,父亲说我没有楚家人风范,如今我嚣张肆意,父亲又觉得我不恭敬。 那你说说看,你希望我怎么样?我悄悄有没有那个兴趣,给你演一演。 你 父亲 父亲 你终于回来了,你想去看看母亲吗?她受伤晕过去了。 你母亲怎么了? 千年让人看了父亲您亲手装置的棕树。 母亲,母亲从来不及,正好被树枝砸伤。 亲来的太医说,伤到了脏腹,需要进行调养,自补。 一进门便伤了你母亲,你可真是好痒的。 哼,多谢父亲夸奖,我这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你这话何意? 府中上上下下,不是一直在传扬我克死生母吗? 而且,当年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将我送到乡下养大。 如今我刚回来,夫人对着我自称了几句母亲,就被砸伤,震荡了内服。 看来我这个客人的能力,十分非凡。 你竟不以为耻,翻以为荣。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就要谁几句母亲,谁就要被我克得身受重伤。 我想有的是人愿意花大价钱,将我奉为座上宾,只为我开口几句。 说不准,以后相府衰败了,还要靠我这张嘴,来延续往日的荣光呢。 姐姐,你怎么能如此惹父亲生气呢? 一个随随便便偷窃的贼,哪里有你说话的法。 真以为找个护卫顶醉,就没人知道你做的好事。 父亲,您看姐姐。 我生母,只有我一个女儿,父亲将我看作亲女儿,我和楚灵轩才能扯上关系。 可父亲若是以后再一口一个逆女,那么,我也不必对着父亲的其他孩子客气。 你信不信,我立刻将你赶出去。 若是父亲直接赶走了楚千离,那么我就是相府之中唯一的嫡女,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嫁给三皇子。 父亲,你不会,也舍不得,片刻之后,主燕青深深地看了楚千离一眼,转身向外而去。 父亲,福玉园我就住了,而且我这个人极其讨厌松鼠,什么万古长青,说白了,不就是绿吗? 院子周围所有的松鼠,我都会铲除。 另外,我这个人性子毒,不喜欢旁人随意踏足我的院落,不然,后果自负。 怎么会这样?父亲为什么轻轻松松地就放过楚千离? 爬! 我数到三,你再不走,我就把你扔出去。 你出千离,我们走着瞧,不管是相府嫡女的身份,还是三皇子未婚妻的名头,我绝对不会让给你。 三,二,你等着。 狠话放得倒是痛快,若是不跑那么快的话,倒也有几分气度。 娘亲好厉害,那是自然。 娘亲,京城的郊野会不会有人参呢? 我们改天去捡弟弟,听说都城是最人节地灵之地,说不定这里的弟弟长大了,格外聪明呢? 不去。 阿成,你在看哪里? 人参炖鸡好吃,但是太过温补,而且天气开春,气候开始转热,长久吃会腻。 那你说,春日该吃什么呢? 雪参鸡鱼汤,最好选用百年生的白玉雪参,去其杂乱根须,直取中断。 鸡鱼取最鲜嫩的鱼腹,无刺且口感最佳。 炖制出来,汤色雪白,鱼肉鲜香微甜,春日里最适暖心开胃。 堂堂奉尊,他当然不会害怕退缩,他只是突然想吃雪参鸡鱼汤了。 深宝,娘亲想喝雪参鸡鱼汤? 好,娘亲放心,明天我喝大白,就去找雪参。 深宝真好,深宝仿佛天生,就受到上天偏爱,只要他一心想要达成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阿丑叔叔,你快帮我娘亲回院子里休息。 好,碗筷放在桌子上就好,会有下人收拾的。 深宝自己可以。 知道你在意这处院子,所以只让人清理了杂草一类的脏东西,其他的所有布置都没有动。 阿丑,别看你长得模样不好,这心倒挺斜。 我原本的样貌吉家,你当初还叫我小哥哥呢。 呃,好,吉家,吉家,再过一年,等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定要让他刮目相看。 嗯,反正,要他好看就是了。 阿丑,院子大体的布局不要变,其他的,怎么舒服怎么来。 好。 啊,嗯,我要睡了。 属下天书,见过尊主。 尽快让人布置浮育员,另外寻找百年的白玉雪参,送至相府。 是,柱子,大长老来信了,说是为了您身体健康着想,请求您尽快返回凤祖。 不会。 大长老说,若是您不回,他就要出来找您了。 随意。 是。 阿丑叔叔,娘亲说不喜欢松树,我们一起去砍树吧。 好,为什么堂当奉尊,竟有了几分贤夫良妇的模样。 大长老,您快来吧。 孩子,我的孩子。 奉旋渡连忙将申宝接住,紧紧地抱在怀里。 申宝真的是他的孩子,虽然早就相信,可这一刻的亲手确定,还是让他激动不已。 好一会儿,他才压下盛大的激动和惊喜,吃力地抱起申宝,向着浮育员而去。 他勉强支撑着将申宝放到了楚千离的身边,这才克制不住体内夜火反噬,直接晕死了过去。 阿丑,麻烦金,他口中抱怨着,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的迟疑。 取出九根金针,再次救治凤玄渡。 千离,谢谢你。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听哪个? 坏消息? 你还活着。 那好消息呢? 你又变丑了。 你这是不是说反了? 还活着,不应该是好消息吗? 你在丑的程度这方面,已经是屡创其高,标新立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奇迹,自然算是好消息。 可丑到你现在这个程度,却还活着,就挺需要勇气和魄力。 丑到你了,实在是对不住了。 没事,你虽然没有盐,但是你有钱呢。 等以后,你救急治好了,花重金买几个漂亮媳妇。 生下来的孩子,很大几率改善的。 这个提议不错,我要找就要世间长得最美的生下来的孩子。 定然像深宝一样,浴血聪明,静致可爱。 什么啊,活着总要有理想,万一成功了呢? 我看好你。 你父亲,又去赵姨娘那边了? 没有,父亲今晚睡的书房,赵姨娘前去送她,都没有让她进门。 楚千离回来了,又生了一双那么像苏氏的眼睛。 你父亲自然要忙着怀念原配夫人了。 母亲,苏氏就那么好吗? 死了的人,都是好的。 母亲,父亲今日见到楚千离,那见人分明十分无礼,可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惩处她。 楚千离手中,握着紫玄身和宁露丸,那可都是保命的好东西。 你父亲自然舍不得和她闹翻,可若是她没有了,哪怕当着你父亲的面,将她掌杀,她都不会眨眨眼。 母亲,你的意思是,母亲这时有了计划? 罗胜和那几个护卫呢? 都被关在地牢里。 放出来,扔到楚千离面前去,我们好好地探一探她的底。 母亲,楚千离会用那么珍贵的东西去救几个下人? 她救了,证明那些东西她不稀罕,手中必定有更多仪仗,她不救更好。 明天整个京城都知道,她是个草菅人命的东西。 还是母亲思量周全,女儿这就下令。 夜半,浮育园中。 大小姐,求大小姐救命啊。 世貌别怕,我去看看。 阿丑叔叔,快些躲进来。 躲? 噓,我娘亲有起床气。 起床气? 慢慢看,自己体会。 阿丑叔叔,现在能松口气了,我娘亲去找打扰她睡觉的倒霉鬼了。 你娘亲被吵醒,都会这样? 白天没事,娘亲睡眠前,用好吃的饮一下,多半都能安然醒来。 可是夜晚,尤其是半夜,打扰了娘亲,那就比较惨了。 半夜打扰了你娘亲会怎么样? 那主要取决于距离。 距离? 娘亲夜半醒来,喜欢一边走,一边转换杀人的工具,就比如毒针,匕首,绣剑,按镖。 她到了目的地,恰好换成了哪种,打扰她睡觉的人,就会怎么死? 一定会死啊。 反正,对待山中那些吵到她睡觉的狼啊,老虎之类的是如此,神的话,待会就知道了。 阿丑叔叔,我们悄悄到门口去看看。 好。 凤轩杜绝的,自己有必要提前积累点经验。 大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饶命。 打扰我睡觉,后果自负。 大小姐,奴才愿意任由你处置,可是求您救救其他的护卫,他们马上就要没命了。 与我何干? 大小姐,后代是无条人命啊。 哼,你们都是跟着楚灵轩入无影山的护卫。 之前若不是我有自保之力,我和申保早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刀下之魂。 大小姐。 相府门口,你更是满口胡言,帮着楚灵轩逃过偷窃子玄身的罪责。 怎么,我楚千玲什么时候,给了你们一个我是圣母的错觉? 奴才自知,没有颜面请求大小姐,可是剩下的那都是我青铜手足的兄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们死去。 那你准备付出什么? 奴才贱命一条,没有任何牵挂,唯独放心不下的,便是几个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奴才,愿意将一条命交给大小姐。 你自己都说是一条贱命,我要了何用? 奴才,奴才。 其他几人一样如此? 是,只要大小姐愿意救我们,奴才几人都愿意为小姐效全马之劳。 你们效忠过楚灵轩,毁坏过我的院子和行李,还险些害了我的性命,按道理,我绝对不会救你们。 不过,如今行走在外,我还真缺一些狗腿子,你们可能胜任。 奴才的女人,一定竭尽全力。 哼,不,做得到,你们活,做不到,你们死。 是。 瞧见了吗? 这个,就是你们的榜样。 娘亲,你要狗腿子什么用啊? 耍威风。 啊,圣宝爷想要。 刚好六个人,分三个给你。 谢谢娘亲。 可是,他们都是相府的奴才,万一临时反叛呢? 不碍事,反叛了就得打死。 那圣宝给他们拿凝露丸。 嗯。 请大小姐和小公子放心,奴才等人愿意签订死器,今后永不背叛。 得了吧,什么死器不死器的,我不相信纸上的东西,我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们为了活命,敢背叛楚灵轩,以后再遇到生死危机。 一样会舍我而去,所以,我会提前将你们的姓名握在手里。 奴才等人,愿意经受大小姐考验。 那你们今晚出发,去帮我拿行李吧。 行李? 无影山中,你们丢弃了我和山宝带出来的东西,自然要钱去帮我找回来。 做不到? 奴才等人,能做到。 好,明日一早,城门大开,你们就热热闹闹地出城去。 身为狗腿子,就要表现出对主人最大的忠心和热情,明白了吗? 是。 明白了还不走? 是。 娘亲,那些行李,不拿也没事的。 你五天前不是还念的,想玩娘亲帮你做的竹琴亭吗? 娘亲是为了身宝,不然呢? 谢谢娘亲,身宝好开心。 睡觉。 身宝先给娘亲暖被窝去。 阿丑,你现在越来越贴心了。 比你其他狗腿子贴心? 哎呀,你怎么能是狗腿子呢? 不知道是谁方才说的。 你这若是换个年代,那就是爸爸,亲主爸爸。 闭眼,睡觉。 嗯,好的。 沈宝,你娘亲一直很识睡吗? 嗯,娘亲最喜欢睡觉,尤其是晚上。 她刚才被吵醒时的状况,很是不对劲。 而且寻常人,也不可能每天都睡那么长的时间。 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孕育了她的孩子, 对她的身体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负担。 阿丑叔叔,虽然你经常抱着娘亲休息, 可无缘无故地不能触碰她。 我以后不会了,身宝时刻记得保护娘亲, 真的很胖。 嗯,也没有那么胖。 娘亲上下身宝辛苦,身宝自然要好好保护她。 嗯,睡吧,我就在隔壁,有事儿就喊我。 好,阿丑叔叔晚安。 晚安? 嗯,娘亲说,就是好好睡觉的意思。 嗯。 天书? 尊主,立刻派人去族中送信,取凤凰鞋,我有急用。 孕育凤族血脉产生的亏虚,只有凤凰鞋才能勉强补足一些。 接下来,他会继续寻找更多调养身体的珍宝,一定会将它养好。 尊主,凤凰鞋可是族中质宝,而且只有涅槃石取出心头鞋,才能凝结成血精。 族中一共只有三颗,都是给您准备的。 凤玄渡冷眼扫过去。 是,属下立刻传信。 好香啊,深宝。 娘亲,你叫我。 嗯?不是你在煮东西? 嗯,没有啊。 嗯,好香啊。 再不起床,雪参寄鱼汤可就凉了。 快,宝,洗漱去。 好的,娘亲。 谢谢阿丑。 谢谢阿丑叔叔。 娘亲先吃。 谢谢深宝。 嘿嘿,这阿丑的厨艺,居然比深宝还要厉害,挖到宝了呀。 白玉雪参成长到百年,药性增强,但是药香却减弱下来,若是能够成长到千年,那么整株白玉雪参便会变得通体如玉,不含任何味道,却能延寿三十年。 嗯嗯,阿丑叔叔,你知道的真多,深宝要向你学习,以后带着娘亲吃遍天下美食。 你想学,我自然教你。 深宝,吃饱睡足之后,要做什么? 啊,再睡一觉。 嗯,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点事做。 娘亲说得对,找点事做。 那娘亲,我们找什么事情做呢? 要再去? 果然,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分心。 尊主大人,不会饿疯了吧? 尊主,属下单独给您准备些吃的。 尊主太惨了,不仅要亲自下厨,关键是还不给吃的。 这是什么人间惨剧啊? 不用,准备马车,车内备上云香斋的点心。 是。 造型华丽的马车,缓缓地向着三皇子府而去。 哎,你们瞧见了吗? 今日一早啊,相府的护卫敲锣打鼓地出了门。 说是要效忠刚刚回归相府的大小姐,还要专门到五影山中帮大小姐取行礼。 娘亲,你听到了吗? 罗胜他们敲锣打鼓地出了城呢。 嗯,我错过了看热闹的机会,还算是个聪明人。 聪明? 你以为罗胜他们为什么夜半出现在娘亲的院路外面? 难道是那个妖婆指使的? 嗯,那个楚灵轩可不是个大度的。 罗胜等人看到了他在山中的丑态,必定不会给他们留活路。 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动手灭口,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能当作他辛苦出入五影山的证据。 啊,原来是这样。 身为下人,的确是命不由己。 罗胜等人想要效忠于我,也要看看楚灵轩愿不愿意放手。 如今,他们敲锣打鼓地说明离开京城的目的,打着我的名义。 反倒是让楚灵轩等人措手不及,从而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是这样。 申宝,身宅大院的那些女人心思狭小,手段恶毒。 若是有人对你不利,记得先下手为强,直接打死别客气。 大小姐,三皇子殿下还在宫中参加早朝没有回来,请您先到府中稍作片刻如何。 好啊,我和三皇子殿下成为未婚夫妻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前来他的府邸,怎么都要好好地观赏一番府中景色才是。 您是不是把小公子叫下来,毕竟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还是很危险的。 她玩够了,自然会下来的。 锦致,你的这位表妹怎么变得如此有趣? 走吧。 锦致,你从昨日就找到我打听消息,今日又等了许久才看到楚仙黎,难道不是为了和她相认?怎么远远瞧了一眼就要走了? 知道她还活着,你就罢了。 那你就当陪我看个热闹,如此大闹三皇子府的机会可不多见,走。 她为什么突然笑了,难道真的准备带着我的儿子改嫁三皇子? 你觉得这里景色如何? 听闻三皇子格外地喜欢竹子,数经一瞧,果真是名不虚传。 这里是皇子府邸,却无丝毫荣华奢靡之气,处处种着茂林修竹,可谓是闹钟取静。 可真是应了那句,节炉再人尽,而无车马轩。 这女人果真惦记着云青贵,不然怎会对她如此赞誉有加? 这些竹子能表明什么,无非就是孤名钓鱼。 这不仅仅是竹子的问题,你瞧这府邸之中的景色,回廊蜿蜒,小桥流水,一片清新雅致之气,也唯有喧闹之中保持本心的人,才能设计出如此精密的建造。 若是我没有猜错,三皇子的正堂之中,一定还挂着一幅字画。 字画? 是啊,熟此景色,若换作是我,一定会写一幅字挂在正堂,左边写,淡薄以明智,右边写,宁静以智眼。 锦致,表妹猜对了,她之前确实没来过三皇子府吧,这也能猜到。 因为有些人是麻袋成精,能装得很。 锦致,麻袋成精什么意思啊? 不止,军义,苏公子,二位前来我府中,怎么也没有让人通报一声。 表兄,突然想你,我特意过来看看。 他要仔细瞧瞧,自己这位表兄,究竟哪里像麻袋了? 今日,这两人同时出现,难道是为了帮楚千离撑腰? 可苏锦致,不是一直对楚千离厌恶至极吗? 今日有些事情,恐怕不方便招待二位。 表兄,我是你的兄弟,紧致差点成为你小舅子,没有外人,不必客气。 你快进去瞧瞧,别让楚小姐久等了。 军义,话不可乱说。 行,我不说,你快去就是了。 三皇子殿下回来了。 楚小姐。 三皇子殿下,我排行为大,为了和林轩妹妹去分开,你还是叫我一句大小姐吧。 好,楚大小姐,黄金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你为何如此着急,还支持一个孩童在皇子府上空胡闹? 三皇子殿下,其实凭借你我的关系,你和我说两句软话,好好地讨好一下,我不要那些金子,也没什么的。 姐姐,你怎么能这样? 瞧,好戏开罗了。 我怎么样了? 你明知道我和三皇子殿下定有婚约,两情相许,你怎么还能横拆一脚? 选你啊。 姐姐,我知道你不甘心,可是我和三皇子殿下的婚事已成定局,齐妃娘娘也已经让人准备婚礼。 再者说,姐姐生了孩子,身边还跟着陌生男子。 姐姐纠缠不休之前,也该好好审量一下自己。 审量? 每日三省无山,为何我自己总是如此美丽? 哈哈哈哈,千里表妹说的是,论美貌,你真是无人可及。 公子眼观真好。 这楚千里不要脸的吗? 快些要债,别让儿子等无聊了。 不过又是个小白脸,值得她笑得如此开心。 三皇子殿下,看意思你是不愿意讨好我来抵债了? 银子会如数奉上。 你说,这又是何必呢? 真的想好了? 是,娘亲,申宝记得你的教导。 神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神散我一寸,他全足遭殃。 嗯,不错。 大小姐,小少爷,三皇子府到了。 好。 唉,傻姑娘,本来你安安分分地去,还能保留一份美好的幻想。 可你打扰到了我养老,只能让你体会一把梦想破灭的感觉了。 爸,叫上大白,赞娘亲收债。 是,娘亲。 大白! 娘亲。 仅此一次? 嗯,嗯。 你这样多危险。 不怕。 若是摔下来,身保小小的身体怎么可能扛得住? 你身为娘亲,一定要…… 嘘,你听。 什么? 阿丑,以后等你有了孩子,千万别自己教。 难道我教不好? 我敢将她扔上天空,具有在她摔下来时,接住她的能力,再退一步。 哪怕我不能护她周全,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无能,将她死死束缚。 我也许不是那种悉心周全的娘亲,但我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 欠债还钱啦! 见过楚大小姐。 收债。 姐姐,你就不要故意胡搅蛮缠了。 三皇子身份尊贵,才不会因为一些禁仪扭曲自己的本性。 也请姐姐尊重三皇子。 好,我也强调一句,自己做出来的选择,跪着也要坚持下去。 自然。 当初说好的,三皇子殿下和妹妹服用的宁鲁丸,我就不收钱了。 其他的,罗盛连通护卫共六人,每人五百两黄金。 什么六个人? 当初护送着妹妹出入无影山的,除了罗盛,还有其他五名护卫呢。 我知道妹妹心善,一定不会致那些护你安全的护卫生死不管。 毕竟你们可是山中摸爬滚打粤鱼的交情。 姐姐,你休要胡言乱语。 好,你不让说,就不说了。 三皇子殿下,这黄金三千两,你给还是不给啊? 我给你。 三皇子殿下爱名如此,对待寻常护卫都愿意体贴爱护,实在是令人感动。 不过,罗盛等人是相府护卫,那些人的银子我来还。 无妨,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食言。 殿下言而有信,实在是令凌轩佩服。 二位不必争强,你们都有机会。 三皇子殿下,妹妹,你们瞧瞧,谁来还这份好? 这是什么? 戒具,妹妹和其他护卫到我的院子里去借子玄身,一不小心就被嗜血藤铲住了。 我这为了救人,用上了嗜血藤铲出的香蜜,那可是比子玄身还珍贵的东西。 不过,都是一家人,我也不好太过斤斤计较,一样,一命五百两黄金。 姐姐,相府门口你每人收五百两黄金,之前的为何还要算? 难道相府门前你的命是命,五影山中的命就不是命了? 我救你两次,自然收你两次的费用,这也还用质疑? 你,你这简直是胡搅蛮缠! 我看你是想赖账,不用还钱吧。 你不想还钱没关系,大不了我费点事,再把嗜血藤之毒还给你。 姐姐,你就不念四号姐妹情义? 我若是不念,你现在头七都过了。 够了,出千里,金子,我会如数还给你,以后不许再拿这件事纠缠不清。 三皇子殿下大气,真不会是和我定立婚约之人,放心,我肯定不会继续纠。 好,齐管家,去准备黄金。 殿下! 这里除了妹妹的借据,还有其他六名护卫的呢。 不过,出山的时候,一名护卫不慎跌落山崖而亡,这一份,我就不收了。 其他的,三皇子同样帮忙还一下。 好,给你。 殿下! 拿给他。 这…… 还不快去。 是。 哪怕容貌再如何敬业,也改不了他粗鄙贪恋的本性,和温柔单纯的楚灵轩,根本不能相比。 姐姐就别看了,三皇子殿下再是重手信诺,他既然答应了,就不会在区区几千两黄金上做手奖。 妹妹可真是身份尊贵,见多识广,眼前足足六千五百两黄金,到了你的嘴里,却只用区区二字来形容,是不是你见过更多的? 哼,姐姐,我们楚家可是堂堂相府,你这般少见多怪,实在是丢了相府的脸面。 我东悬朝堂律令明确规定,一品官员每月凤鹿,米八十代,折合银钱二百一十三两,一年的凤鹿总计二千五百五十六两白银,其余各级兵补探补等补贴银钱总计四百五十七两,算起来相府每年收入约三千两白银。 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 当然了,虽然朝廷规定,官员不可经商与民争利,但是对官家家眷却并无限制,说不准你生母吴夫人是个经商奇才,人在家中坐,黄金添上来,可以不把这六千五百两金子放在眼里。 那么,三皇子殿下你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殿下,六千五百两黄金,换算成白银,七万两有余。 殿下并无封号,身为普通皇子,俸禄只比一品的丞相高尚些许,就给你算每年五千两的俸禄。 那么问题来了,你需要多久才能积攒下今日给我的黄金呢? 这个女人,再给自己下套。 三皇子身份尊贵,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 需要十四年,难道还不许殿下有自己的产业吗? 凌轩,不要胡说。 官员尚且不可与民争利,三皇子归为皇室,怎么可能违反朝廷律法呢? 这女人,什么时候有了这般深沉的城府? 出现礼,你究竟要表达什么? 殿下不用惊慌,我这不是看在曾经未婚夫妻的情面上,好心提醒你吗? 殿下在皇上面前竭力地表现自己的脱俗节俭,这是好事。 在相府门前为普通护卫出头,答应出黄金为他们买命,这也是好事。 可有时候,过犹不及,天底下那么多便宜,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占尽。 殿下,我仔细帮你算过,齐妃娘娘受宠多年,手中应该有不少的积蓄。 再加上殿下的外祖齐家之称,这要拿出六千五百两黄金,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足以掏空齐妃娘娘和齐家这些年的积蓄,所以接下来,怕是要辛苦殿下和齐家人吃康宴菜,好好地体会一番民间疾苦了。 你早就算计好了。 这怎么能是算计,这是我对殿下的一片好心提醒。 我记得和殿下定亲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头上带了一只赤金的蓝鸟不摇。 殿下当时瞧见了,不是当着众多宾客的面,指责我贪图享乐,普知节俭。 自那以后,我最深为相府迪小姐,身上却再无分毫金银珠宝,甚至连吃食都变得劣质糟乌,还不如个普通的下人。 如今,也该让这位三皇子尝尝,吃康宴菜是个什么滋味。 所以,您要我接下来吃康宴菜,节省经营。 不仅仅是殿下自己,还有齐家。 当然了,殿下在朝中拥护着无数,如今还和相府的二小姐纠缠不清。 你大可以接受一下官员们的众筹和阶级。 算算,大家一起吃康宴菜大半年,也就差不多了。 我听闻朝中有位郭御史,钢牙历齿,不畏权势,难得的是精通算术。 我想,他对于监督这件事情,应该很有兴趣。 你威胁我? 这怎么能算是威胁呢? 殿下声明大意,主动接受御史监督。 而出银子的初衷,也是为了救普通户为性命。 这么高尚的品行,说不准就此轻史留名呢? 好,初经理,今日的事情我记下了。 殿下别客气。 所以,你是准备接受拥护你的朝臣众筹,还是接纳未来岳家阶级,亦或是铁骨铮铮,自己吃康宴菜艰苦朴素,节省银钱呢? 我自己节省银钱。 三皇子殿下可真是心善,皇室有此榜样,定会在朝中引发一番节省连结的风潮。 妹妹,你口口声声说着对三皇子殿下的情谊,那么,如今他要开始体会人间疾苦了,你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 我肯定和殿下同甘共苦。 真棒。 放心,以我住得近,我一定会看好你。 胸得找你加好心。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涂碎银几两,天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 好了,我这个贪财之人,就不在清廉的三皇子府中逗留了,以免让这片清净之地闪上了金钱的铜臭气。 阿丑,让人搬上金子,我们走。 好,真不愧是我儿子的娘亲啊。 娘亲,我们快走吧,刚才大白看到妖婆的爹爹赶过来了,楚燕青。 好。 金子人,你快去,好好见见咱家妹妹。 不要胡说。 我们可是好兄弟,你的就是我的,今天你不正式把我介绍给妹妹,接下来一个月,我天天缠着你。 表哥,我现在要去办些事情,等办好了,再去找表哥叙旧。 你得罪了三皇子,可知其危险。 危险的是谁,还说不准呢。 走,去天轩楼。 呃,你…… 楚千里,这五年,你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一个人无牵无挂,抽空生了个娃。 孩子的父亲呢? 不信,一年早逝。 我好着呢。 你不该回来。 我也不想,可是条件不允许。 不管你为什么会来,只告诫你,最好收敛一些,不要再去搅和三皇子和楚灵轩的事情。 这恐怕不行。 你之前蠢的还不够,苏家被你害的还不够。 我父亲,已经不是五年前的兵马大将军。 他下半身残疾,辞取了官职,再也无法为三皇子处理。 我也已经成为了废人。 你想怎么样,我不管。 可你出了事,苏家人,已经无力再救你了。 楚千里目光微动,直到现在,苏锦之依旧说的是无力再救,而不是置之不理。 袁深啊,你可真是混账的彻底。 表哥,许久未见,不要这么大火气。 如今我懂事多了。 你若真的懂事,就应该彻底销声匿迹,而不是带着一个孩子跑到京城来。 继续陷到楚家去。 诸口。 凤玄渡如今实力全无,这一掌并没有多大的力气。 可是苏锦之却没能躲过去,甚至被拍中后,扑得一口血吐了出来。 阿成。 楚大小姐,不用你好心,即便我死了,也和你没关系。 废物苏锦之? 哟,这是怎么了?被人打得吐了血? 滚开。 不过是一个废物,还敢在小爷面前耍威风。 等等。 楚大小姐,外面的人是吴奇,历来和锦之不对付,每次都要奚落一番,甚至还会动手。 吴奇和相符有关系,你不想惹麻烦没事,我要护着我自己兄弟。 别动。 苏锦之,你怎么不说话? 我可是听说苏家落魄之后,你和你的废物爹,可是连药都要喝不起了。 吴奇,我不想与你废话。 你以为小爷愿意和你一个废物浪费时间? 瞧,你刚才踩脏了我的鞋,现在跪下给我舔干净,不然,今日我就把你的腿卸下来。 你做梦,我苏家人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胜。 五年前,楚千里与人通奸而亡,你为了维护那个贱人的名声,被我踩断了双手十根手指。 那个时候,你也是这般说的吧,怎么,那个贱人回来了,你也出来放风? 住口。 我不住口又能如何?难道楚千里就在马车里? 没有。 哈哈哈哈,看你这个紧张的反应,里面一定是楚千里了吧,哈哈哈哈,小爷听说,那小贱人换了容貌。 闭上你的臭嘴。 哈哈哈哈,苏锦芝,原来你是忘了之前的教训。 五年前,你去相府,为楚千里讨公道,可是被小爷我当成了一个拘求体。 不过,灵轩妹妹心善,劝我放过了你,实际上,我一直被踢过瘾呢。 今日正好,再踢你一次,就当做你弄脏我鞋子的代价。 这废物怎么那么像昏球,上人见了就想踢。 无奇的惨叫声不断响起,楚千里下脚毫不迟疑,凌厉的动作在半空流下道道残影。 直到最后一下,猛的一个腿边将人抡下地面。 无奇手臂和腿都被折叠到了脖颈后,整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滚成了一个球,触地后直直地向着苏锦芝的脚下滚了过去。 无奇 刚才不是还想见我吗 你 你 少爷 今天心情不好 就想打死两个人出气 身为狗 夹着尾巴活着不好吗 出来找刺激 是可杀不可辱 元申 看到了吗 不是你一生悲惨 而是你根本不知道 珍惜自己曾经拥有的宝物 你 你真是主见灵 当初那个丑八怪 怎么可能变得如此美丽 这五年 你有空没空的就惦记我 怎么今日见到了 却不认识了呢 这 这么牛气 紧致 这真的是咱们妹妹 无奇找的是我的麻烦 不用你好心 赶紧走吧 表哥 无求在此 你不替两脚出气 无求 来啊 脚感不错的 算了 放开他吧 可惜了 不过没事 这无求就在京城 表哥什么时候想踢了 我给你找来 多年未见 老你气挂 送你这份见面礼 千万别客气 送你 时间差不多了 拍卖要开始了 我们赶紧进去 擦擦手 那无求脏得很 娘亲好棒 身保也要学把人滚成球 好 等你再大些 就教你 今日之事应由在我 你先再找地方避一避 吴家人 表哥 你可有注意到 我刚才只踩断了那无求五根手指 什么 本来想着把东西买下之后 再去苏家 找舅舅和表哥 没想到今日却遇到了 表哥 无求剩下的那五根手指 我留给你 你 你可知道 我筋脉断裂 丹田被毁 此生修习无道无望 能够苟延残喘至今 已经是极为难得 我自然知道 可我更知道 万物轮回 绝不会断绝一人所有的生机 就如同表哥的身体 虽然被毁多年 可未尝不能破而后利 你何必再逗我 表哥 天炫楼的拍卖就要开始了 我们进去一边看一边聊 快走吧 待会拍卖开始就进不去了 刚刚无意得罪 我要向苏公子陪礼 你抱着儿子先走 哦 七年前的皇家猎场 原生为了三皇子 中间受伤 那个时候的他 伸手平平 能活下来 全靠苏景芝的舍命护持 原生满心满眼都是三皇子 在发觉他重伤之后 只顾着带他逃离 却将苏景芝扔在了原地 重伤的苏景芝 又遇到围杀过来的奸细 被俘虏虐待 彻底毁掉了他的经脉和丹田 所以最后救了回来 却成为了一个 彻彻底底的废人 诸位客人 请问是否有天炫楼的情节 情节没有 这面令牌可还行 请贵客稍等 小人这边通知管事相迎 给我们个包间 今日只是买些东西 是 见过小姐 房间在二楼 已经帮你准备好了瓜果 茶食和点心 小姐若是有其他的需求 都可以吩咐于我 天玄手底下的人 就折腾出这些玩意儿 看来该把他丢到极北之地 好好的量一量他那脑袋 带路 是 待会儿就下令 把天玄扔出去 拍卖会很快开始 好累啊 今天的行程安排 真的像是赶场子一样 太不养生了 娘亲 你吃果子 圣宝刚刚尝过了 这种红红的最甜 嗯 好吃 那娘亲就多吃点 不用动弹 圣宝喂你 紧知 你帮我介绍介绍 千里表妹 你要买什么 我可以买下来送给你 叔叔 我娘亲说 她有精子 不用劳烦你 表妹说的可是从三皇子那边讨要过来的 那些你留着自己买些胭脂水粉 绫罗绸缎也不错啊 多谢公子 无必 苏家之所以会沦落到现在境地 三皇子是罪魁祸首 如今 要治好苏锦芝 帮袁申舅舅苏易疗伤 自然要花 从三皇子身上炸出来的银子 如此 才算是公平公正 接下来 是幽冥草 含有剧毒 世间罕见 其他效用不明 起拍价 两千两白银 每次加价一千两 主千里微微坐着身子 拉响了手边的摇铃 又等了片刻 主千里再次打起精神 拍下了一株九通花 花费了两万两白银 之后再未出手 等到拍卖结束 方才引路的侍者 带着货品进门 让楚千里验收货物 交付金银 表哥 我还需要做些准备 三日后 我去苏家找你 幽冥草和九通花 都是剧毒草药 服用之后必死无疑 你不必再费心骗我 还是赶紧想办法 应对吴家吧 表哥 这个你拿回去 和舅舅两人 每日服用一颗 不必 景之 千里表妹是一片好意 这几日 情绪不要波动太大 饮食清淡 不要饮酒 回去了 好 想睡就睡吧 还不行呢 相府那边 楚燕青和吴家人 必定都等着我呢 唉 售后人员没人权呢 告别想睡就睡的日子十八天 想他 想他 刚刚闻到了桂花糖糕的味道 我下去给你买点 辛苦阿丑了 等着 尊ница 是不是最适合睡觉 睡 睡觉 我表达的还不够清楚 尊主如今 好像跟在一位 未婚生子的姑娘身边呢 难道这睡 睡觉 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是 必须睡觉了 包几块糖糕 是 尊 静的客人 您拿好 来人 丞相府那边情况如何 大人 之前丞相府的大小姐和吴家人在楼门口闹事 吴起被重伤 如今吴家抬人找到丞相府去了 就等着楚大小姐回去呢 这要是闹起来 岂不是耽误了尊主的睡觉大夜 三皇子殿下 吴家 对不住了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能耽搁尊主睡觉 啊 好香啊 娘亲 您醒了 阿丑叔叔来看过你两次了 鱼汤要凉了 那我们赶紧起 阿丑 这都是你做的 有些是 还有一些是厨子做的 哇 怎么了 阿丑 我觉得胃口都要被你养掉了 你说以后你不在我身边了 那该怎么办啊 你知道我的重要性就好 这个女人五年前讨得干脆 如今还不是承认离不开自己 果真是口是心非 爸 你最喜欢的是谁 娘亲 那我们楚家 有什么优良家风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娘亲的事情抢着做 那娘亲 想学厨艺 娘亲 厨房烟熏火燎的 有损娘亲的美貌 放着 申宝来 可是申宝是小孩子 申宝是男子汉 申宝可以 谢谢申宝 申宝真棒 申宝吃得肚子圆滚滚的 又受到了自家娘亲 甜甜的鼓励 立刻积极地出门找厨子 询问菜谱 忽悠申宝很好玩 不好玩 但是忽悠完了 心中就没有使唤孩子的罪恶感了 坑儿子不得趁早 不然以后 儿子就省儿媳妇的 哪里还轮得到他 老爷 笑笑气 千里 我知道 心中怨恨三皇子 拒绝了你的婚约 转而喜欢上了林轩 可是你也不能派人自杀三皇子 还因为维护苏家人 又暗中让人放火烧了吴家祠堂 三皇子殿下遇刺 吴家祠堂着火 没错 昨夜 为了你的事 你父亲被召集到宫中 忙碌了一整夜 三皇子死了 放肆 出千里 你自己不想火没关系 可不要牵连到整座相府 三皇子殿下 有皇上庇护 自然会风凶化吉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灭者 皇上已经下令 让我带你去宫中请罪 今日 你誓死是活 我都不会管你 哼 楚千里 这一次 你死定了 楚千里 三皇子府和吴家那边 抓住了几名刺客 他们对你的知识供忍不讳 而且身上 还带着你的信物 你老老实实受罚 皇上看你众生入宫 请罪的份上 也许会饶你一命 楚丞相 你想好了 真的送我入宫面军 这个罪 你必须担着 我还是那句话 自己做出的选择 跪着也要走下去 好 我随你入宫 阿丑 我可能放心 把深宝赞取托付给你 自然 我会保护好他 还有 你若不愿意 这么好的机会 我求之不得呢 深宝 听阿丑叔叔的话 娘亲 驱虐两个渣 很快就回来 嗯 深宝等娘亲 好 等到楚千里 上了马车离开 啊 母亲 那个剑种 天叔 长嘴 你 好个大胆的奴才 来人 把那个野男人和野种 给我拿下 动手 不出片刻 整个相府 陷入一片死寂 无事不是震荡了内府吗 既然是伤者 就应该好好的 在床上休养几个月 动手之后 消除痕迹 是 去天旋楼 是 阿丑叔叔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深宝 刚刚 阿丑叔叔 你不会害我和娘亲的对吗 自然不会 那就好 其他的 我一点都不好奇 娘亲说 好奇心不仅能够害死猫 还能害死人神经 所以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以后会告诉你 不说也没关系 宣 楚千里派人刺杀青龟 又让人放火烧了吴家祠堂 实在是目无朝廷律法 嚣张恶毒至极 您一定要重重严惩于他 楚千里 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可认罪 皇上 昨天我的确去过三皇子府 也打过吴家的吴旗 可之后 我从天旋楼归来回府 便回了府育员 一觉睡到了天明 除此之外 根本不知道是否 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你还狡辩 受你指使的刺客都招认了 皇上 微臣的儿子 不过是和他打了个招呼 说了两句怀久之语 就被楚千里滚成了一个球 还裁断了五根手指啊 楚千里 神证物证在此 你还想为自己脱罪 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 皇上 君既无情我便休 今日 帝王面前 臣女斗胆 我 楚千里 向三皇子云青龟退婚 你 三皇子殿下乃是 皇子 而你不过是一个已经失真 名声全无的女人 有何资格和三皇子退婚 以下犯上 尤其是冒犯皇室 乃是重罪 皇上 冒犯皇室的确是重罪 可臣女想问一句 恩将仇报 冷漠无情 残害未婚妻 是否同样应该承担罪责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楚千里一出生级没有了生母 未出满月 便被送往乡下养大 好不容易活到十三岁 一切平静无比 是因为对三皇子的救命之恩 才被重新想起 接回了京城 卷入了这重重纷争 你对三皇子 是有救命之恩 当初本宫也请求皇上 为你和三皇子赐婚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齐妃娘娘 你之前可是说 当年赐婚 是因为和我生母的 故旧之情 这会儿却又变成了 感念我当年对三皇子的救命之恩 这两者皆有 并不冲突 好 算你说得有理 那么之后呢 订婚两年 我中途又救了三皇子一次 更是说服我舅舅 努力支持这三皇子殿下 让他屡屡脱颖而出 这些 难道不算恩情 你和三皇子是未婚夫妻 你理应维护于他 那我问娘娘一句 订婚之后的两年 我这个未婚妻 做得是否得到 还算是不错 那么 我再问一句齐妃娘娘 三皇子的所作所为 可对得起我对他的情谊 我教他两命 竭尽全力地护他周全 支持他的一切想法 可是最后呢 五年前 我被奸人所害 他身为我的未婚夫 不曾追查案情 帮我伸张正义 这是不是狼心狗肺 能将仇报呢 五年前你与人通奸 还有脸面在此胡言乱语 我与人通奸 齐妃娘娘可是亲眼所见 我虽没有 可事实如此 别人不知道 云青龟心里却一清二楚 可当初的我 连命都可以交给他 绝不可能和其他的男人 扯上关系 身为被救者 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没有回报 这是不义 身为未婚夫 对自己的未婚妻 猜疑冷漠 不闻不问 这是不幸 在未婚妻被传生死后 转头就和未婚妻的亲妹妹 另立婚约 这是不忠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义不信不忠之人 却拥有着皇室子弟中 最好的名声 是不是可笑至极 皇上 这个楚剑离疯了 他满口都是胡言乱语 皇上 我要亲自见三皇子 和他退婚 断绝联系 去将三皇子宣来 皇上 清贵身受重伤 这个时候 太医不是说 没有伤到要害吗 儿臣拜见父皇 拜见母妃 放肆 楚清理 你中计要做什么 我来瞧瞧 看你究竟被刺伤了哪里 这怎么可能 明明昨天这道 被匕首刺出的伤口 还触目惊心 父皇 儿臣 不是说重伤吗 这伤口若是再晚一些 怕是都要自愈了 父皇 儿臣之前 的确受伤严重 宫中太医 皆可作证 皇上 三皇子殿下 并没有在重伤仪式上骑君 哦 那么伤口凭空好了 伤口之所以快速愈合 是因为我之前在相府门前 给三皇子殿下服用的宁鹿丸 如今仍旧有药力残余 在此三个月期间 别管受多严重的伤 只要不是刺破了心脏 或者砍掉了脑袋 都能很快痊愈 楚千里 你说的是真的 皇上 臣女出身相也 并不懂多少弯曲 不管是以前在三皇子殿下面前 还是如今面对着您 所言全部都是实话 一颗小小的宁鹿丸 会有如此功效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保命的东西 如果不是三皇子殿下遭遇了危急 我是万万不肯拿出来的 药丸一共有十颗 师父说 运用好了 可把我和孩子一生 性命无忧 只有十颗 你还剩多少 五年前 我被害重伤 跌落山崖 师父为了救我 给我服用了一颗 之后相府门前 三皇子 林轩妹妹 还有那六名护卫 一共吃了八颗 如今 只剩下一颗了 楚千里 说那宁鹿丸 真有如此功效 你舍得拿出来 娘娘 我都说了 我深爱三皇子殿下 为了救他的性命 有何不可能 那其他护卫呢 三皇子殿下曾经说过 他最喜欢心地善良的姑娘 我能救人 自然要救了 为了维护在他心中的形象 多贵重的东西 我都舍得 唉 为了挖坑 这样愚蠢的话 我都说得出口 可真是拼了 唉 我付出了这么多 在三皇子殿下的眼中 竟然还是不值一提 我拿出了最贵重的宝物 才救回了三皇子殿下的性命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又因爱生恨 派人去刺杀他呢 你还有一颗宁鹿丸 皇上 是不相信您 物丸的效果吧 这样 您找个死球 让他服下 然后我拿着匕首 在他身上 扎个二三十刀 保证刀刀见血 他还死不了 反正能犯下死罪的人 都是罪大恶极 筒上几下 也不会显得我恶毒无情 那颗宁鹿丸在什么地方 皇上 您的身体不好啊 可惜 宁鹿丸只剩下一颗 还要验证 不能帮皇上 疗欲龙体 唉 师父过世 这些年 我一直在研究 恢复一些古方 可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有成效 你几次提到师父 这位师父是 我也不知道师父的来历 只是他老人家年过百岁 依旧发肆如墨 颜面如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能当我的姐姐 可师父说 容貌保留得再美 也不过是一副皮囊而已 青春永住 千里 你也莫要伤心了 记住你师父的教导 帮他恢复古方 才能让他在天之灵得到慰藉 皇上说的是 如今 我也死心了 可以专心研究师父留下的东西 皇上 师父教导我 神生在世 就要行得正坐的端 千里并没有刺杀过三皇子 也没有让人放火烧过吴家 请皇上明察 朕听闻昨日之事 便觉得其中有蹊跷 叫你入宫 不过也只是例行询问 之后 此事会移交刑部好好地审问处理 多谢皇上 臣女就知道 皇上绝对不会让无辜者受屈 皇上 您一定要保重龙体 长寿无疆才是 如此 东宣才能海燕和亲 四尽生平 你这孩子 说话的确是直来直去 人的寿命天定 哪里来的长寿无疆 不会啊 若真是天定 又哪来的人定升天呢 臣女手中还挤住百年的紫玄身 送给皇上好好地调养身体 您一定会万岁安康的 哈哈哈哈 好 你一片心意 朕就收下了 如今像你这般性格良善 直来直去的孩子 已经不多了 皇上说笑了 若是臣女真的如您说的那般好 又怎么可能被三皇子殿下 百般厌弃 儿女婚事本就应该两情相悦 你和千里既然有缘无分 如今他又愿意成全 那么朕来做主 你们两个的婚事就此做吧 父皇 既然同意了 那我岂不是成为了整个东悬国 唯一被女子退婚的皇子 我今后该如何历史 臣女 多谢皇上 三皇子殿下 这个女人还想做什么 师父早就说过 若是喜欢一个人 张牙舞爪都是性格独特 若是不喜欢 温顺如猫都会嫌你掉毛 以前我不信 如今我终于信了 你 这个女人 真的是原来那个 怯怒无用的楚千里吗 皇上 臣女失态了 宁禄丸和子玄申 都在宫外的相府之中 臣女现在就出宫去拿 好 不过东西贵主 又刚刚发生了 专门诬陷你的事情 说不定 就是冲着子玄申来的 朕派遣一百进军给你 好好的将东西送入宫来 是 皇上 皇上 臣女还忘了吴家呢 吴家的祠堂不是臣女烧的 可是吴奇 的确是我打的 你性子耿直 难免冲动了些 以后不可如此了 是 那我以后 一定三思过后再动手 楚丞相 三皇子殿下 这会儿 心情可好 哎呀 看来是心情不好了 知道你们不开心 我瞬间就觉得开心了 嘿嘿嘿 千里 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这又是何必 嘿嘿 楚丞相 没事多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配不配 这承受能力 还是不行 健力 我也没有想到 这次误会了你 还让你死心 说出退婚的话 若是你后悔 我果然没看错 殿下的脸皮 的确是厚多了 你 前程四景什么的 都太假了 我说出来 殿下怕是也不信 那我就祝殿下 一事无成 穷困潦倒下半生 从此夜夜想着我的好 越想越是睡不着 楚丞相 殿下被我真诚的 祝福感动了 大可不必 以后风水轮流转 原来的楚丞相 受过的苦 你必定都将经受一遍 楚丞相 我入宫之后 吴夫人和楚丞轩 没有动过我的东西吧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吴夫人分明只是被松树枝 轻轻地拍了一下 她却来了个内府 受到了震荡 不是明摆着碰瓷 想从我这里讹东西 没有的事 那样最好 毕竟我把宁禄丸和子玄身 都藏在了院子里 如果 吴夫人进出我的院子时 不小心毁了 那该如何向皇上交代啊 你 你是故意等在这里 当然了 我等着楚丞相一起回府 到时候有什么变故 别再被人推到我身上 说我自导自演就不好了 走吧 除大小姐 相辅到了 您看 是不是下马车 没看到大小姐要下马车了 还不快来个董事的踮踮脚 有劳 除大小姐真是心善啊 奴才听说大小姐入宫的时候 受了几个不张眼的人为难 回头奴才让人处置了 好好地为大小姐出气 高公公办事 我自然放心 只是听说他们受人指使 也是个苦命的 宫里苦命人多了 可也不是人人没了心肝 什么事情都干 更何况 冒犯了大小姐 活寡了他们 都算他们死得便宜 那就有劳公公了 正好 我光公公气色不足 走动间 气喘明显 说明有些体虚啊 我拿有些扯断的子玄生根虚 公公若是不嫌弃 拿回去泡泡水 心虚有些好处 多谢大小姐 这可真是 老奴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哪里 救救孩子呀 有人打小孩了 申宝 发生了什么 何人打你 娘亲 你终于回来了 阿姨要杀我 什么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保护 楚大小姐和小公子 是 申宝握在楚千里怀里 对着自家娘亲 眨了眨眼睛 娘亲 她接到雀鸟的报信 就赶紧带着阿丑叔叔 返回相府做布置 申宝 怎么回事 平白无故的 你姨为什么打你 申宝也不知道 宝宝什么都不知道 宝宝很委屈 哎呦 小公子脸上的伤呀 哎呀 可真是心疼死个人了 娘亲 阿姨打的申宝好疼啊 申宝不知道 子萱身在哪里 不要打申宝了好不好 吕萱 你迷迷糊糊糊的 做什么呢 父亲 我 父亲不是说这一次楚千里 必死无疑吗 他为什么还活着 还有这些禁军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吓到了申宝 还不快去和他道歉 父亲 快去 申宝 我 娘亲 一打申宝 还让人砸了申宝的院子 院子被毁了 哎呦 这 楚大小姐 您快瞧瞧啊 那宁鹿丸和紫玄身 还在不在啊 高公公 你先大人到外面等着 我有些话 需要好好地问一问 大小姐 皇上那边可等着呢 公公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一定不会让皇上等太久的 好 那奴才 就带人等在外面 娘亲 神宝脸颊都要酸了 父亲您看 那小业种分明是装的 未来窝下女儿 女儿也不知道为什么 迷迷糊糊就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院子就变成这般模样 和女儿没有一丝一毫关系 楚千里 你究竟要怎样 跪下 什么 我说 跪下 你胡言乱言什么 让我给她跪下 她怎么敢的 楚丞相 高公公和一百进军 还在外面等着呢 千里 你今后还要生活在楚家 一个女孩子 哪怕你不嫁给三皇子了 也需要娘家作为依靠 难道你以后 看来楚大人已经做出了取舍 既如此 高公公 高公公 等等 千里 父亲知道自己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也知道亏欠你良多 父亲知道错了 只要你今日 你以后 安稳地将东西交给皇上 楚家 今后一定好好待你 楚丞相 你应该庆幸 我虽厌恶你 心中却也经纬着最后一丝血缘 不然的话 今天跪地的就是你 而且光知道错了有什么用 你 你们 应该把我曾经受过的苦 统统长一遍 之后再来道歉 才算是有诚意 你 我说了 有什么话 跪下再说 去 给你姐姐跪下 之前父亲不是还扣押着楚千里入宫请罪 为何转眼间 这地位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 你要我给楚千里跪下 不 你也找 你也要委逆自己父亲的命令不成 女儿不敢 可是 可是那个是楚千里呀 跪下 我 高公公 皇上要的东西是 给他跪下 楚大小姐 皇上要的东西 找到了 还好没有什么损坏 高公公 敬献给皇上的子玄身就在盒子里 您录完在唯一的瓷瓶中 这方帕子里的是给公公的谢礼 哎呀 大小姐 皇上吩咐的差事耽搁不得 老奴先回皇公覆命 好 公公慢走 楚丞相 这世上可没有白战的便宜 经历过今日这一遭 你应该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什么意思 让楚临轩就站跪着吧 跪着 好好想想 自己这些年 都做过什么孽 楚千里 你少胡说八道 瞧瞧 多有活力 当初 你邀请我去你的院子里玩 最后却污蔑我偷窃了你的东西 我不是也被罚归了三个时辰吗 你 你就是为了报复我 不错 报复你 我开心 三个时辰 有一丝一毫的短缺 我都要你十倍的跪回来 父亲 对了 楚丞相 我这院子实在是扩得不行了 如今 我还要住上一段时间 所以 需要从头到尾的修缮 好 你出图纸 我吩咐人帮你修 图纸就不必了 按照原本服役员的模样 你让人彻底还原就好了 行 依你 还有 劳烦楚丞相告诉吴家 明天 我要听到吴奇前来 向我赔礼道歉的消息 还有什么要求 一并说完 最后一点 我生母过世多年 可当初她嫁入楚家的时候 十里红妆 风光无限 如今我这个女儿回归 属于她的恰妆 是不是应该归还于我 什么 当年苏家风光 光是晒妆 就持续了整整三天 所以 楚丞相可不要随便拿点东西 就来搪塞我 我刚刚退婚 心情不好 若是不高兴之下做了什么 难免有伤和气 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楚千里 你怎么敢如此对我 楚灵萱 若是没有丞相府的护友 现在的你 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遍了 你 你放肆 今日你敢起来 我就打断你的腿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沈宝 阿丑呢 阿丑叔叔说 娘亲入宫一趟 回来肯定肚子饿了 所以 他让人去找茗香果 说那种果子 适合做茶 喝了 能凝神尽气 阿丑拿了什么会论你 没有 嗯 娘亲 阿丑叔叔 此道有不死人神经 对不起了 阿丑叔叔说 他好心办了坏事 所以 答应帮我找最好看的白玉雪参做弟弟 让我好好哄哄娘亲 不要生他的气 起初白玉雪参就把你收买了 没有没有 沈宝最喜欢娘亲 才不会让娘亲不开心 所以 沈宝支持娘亲去找阿丑叔叔算账 没良心的小东西 之前他们两个不都说好了吗 关键时刻 儿子还是和他娘亲 阿丑 还要我前去请你 茗香果找到了 用白玉蜂蜜调制 加上寒碳泉水 味道清凉爽口 酸甜适宜 累了半天之后喝上一口 醉是解乏生津 还能调养身体 你要不要尝一下 做男人 就要在恰当的时候从心而行 这绝不是怂 这 这 这是村主 先尝一口 福玉圆被毁得彻底 重新修缮 也需要一点时间 我让人在京城之中 置办了一处园子 要不然 先去我的园子里住 大小姐 公子 外面来了位姓萧的公子 说是要见大小姐 模样很是着急 萧 请她进来 是 唉 千里表妹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有劳公子挂念 一切无碍 那就好 那就好 怎么了 苏家那边 出了些事情 出了何事 武器一大早就带人入了苏府 将表妹你被宣入宫的消息 告知了苏大人和景之 还说你派人刺杀三皇子 放火烧了吴家祠堂 有可能会被问罪处死 他们两人本就身体不好 一时着急 我给他们的药丸呢 难道没有吃 药 药被抢走了 哎呀 怪我 收到消息的时候太晚 若是早一些 好个吴家 好一份算计 那我舅舅和表哥 他们现在呢 情况很不好 我本想留下来帮忙 可是苏大人和景之 都记挂着你 托我先来确认你平安无事 快走 去苏家 好 二小姐 主子吩咐了 要你跪满三个时辰 如今时辰未到 你还不能起 你一个下人 下什么管我 凭刀剑无言 你 你等着 夫人 你今日为何没有派人到宫外等候 老爷 你都不看看我如今的模样 好了 这里又没有外人 你装什么 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 我实在是浑身难受 喘口气 这胸口都针扎一样的疼 老爷 您这次入宫不顺利吗 这一次 不仅没有算计到楚千里 翻刀是丢了大脸面 老爷 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此说来 这一次入宫 不仅没有给楚千里定罪 反倒是让他明目张胆的 退掉了和三皇子的婚约 还得到了皇上的重视 这还不是罪要命的 还有什么事情 今日楚千里这么一闹 让三皇子多年的努力 至少损毁了一半 堂堂皇子 被一个臣女退婚 这不是笑话 你这段时间 叮嘱灵轩 尽量不要出现在楚千里的面前 以免被他借机发作 只能 暂且臂气锋芒了 这 老爷 真的有这般严重 情况也许更加严重也说不定 总之 你管好灵轩 我会竭力为他创造 压过楚千里的机会 好 两人说得专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 窗台外面树枝上 站着的麻雀 麻雀扑腾着翅膀 很快向着府外而去 娘亲 这里就是昨天见过的 锦芝舅舅的家吗 嗯 吴家人 真是下作 无耻 表哥 表哥 你这是 你 没事就好 父亲 元神 这都是你造下的孽 呃 秦雅 父亲 不是姑姑 是姑姑的女儿 千里 千里 舅舅 是我 好 你平安回来了 呵呵 好 太好了 呵呵 舅舅 我这里还有一些药丸 你快些吃下去 稳定住身体状况要紧 唉 千里 舅舅对不住你 你给的药 本是想留着今日 再给你送回去 却不想 呵呵 呵呵 父亲 不怪你 是我不好 回来的时候 没有发现吴家人 竟然尾随在后 舅舅 表哥 你们都不要自责了 若真是要找原因 是我打了吴旗 才惹来这么多麻烦 该怪我才是 千里 舅舅 其他的 我们可以慢慢说 你和表哥 先吃药要紧 可是这样的好东西 用在我们身上 太过浪费了 你应该仔细留着 舅舅 你可听说过 精通炼药的医者 会去药丸子吃的 舅舅 我今日入宫 和三皇子退婚了 还和楚燕青彻底闹翻 如今正想着 讨要母亲的嫁妆 可孤身一人 还带着一个三岁多的小娃 实在是孤立无助 楚燕青欺负你们了 苏逸沉默片刻 拿过药丸吞了下去 千里莫怕 你还有舅舅 还有表哥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 你就是有依靠的孩子 表哥 你看 舅舅都吃了 苏锦之动作 有些僵硬地拿过药丸 转头放进了嘴里 楚奸黎心头一清 如此 两人的命 算是暂且保下了 舅舅 表哥 我在楚家的院子 出了点事 被人给悄悄砸了 这两天 就先住在你们这里 楚燕青 竟如此容不下你 舅舅这里 就是你的家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只是 苏大人 您之前给我的银票 没有用上 可以先去住客栈 我让人整理一下 这处院子 舅舅 千里 拿着 大小姐 吴家家主无穷 带吴奇前来请罪 来的可真是时候 舅舅 表哥 你们暂且等着 我去见见吴家人 千里 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苏大人不必担忧 我在一旁护着呢 那就 又劳这位公子了 这个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的东西 待会好好道歉 一定要安抚好 楚千里 明白了吗 哎呀 知道了 不过是一个楚千里 污蔑他一丝不成罢了 怎么父亲 就被吓破了胆子 吴某 带犬子 前来向楚小姐道歉 父亲 这是专门给我们下马威呢 你住口 楚小姐 不知可否出来一见 话音落下 仍旧没有回应 无穷眼底恼怒 面上 却带着笑意 一副耐心等候的模样 就在两人站在脚底发麻的时候 吴家主 我等了这么久 还以为你懂些道歉的规矩 可现实 令人失望了 楚小姐 等门赔礼 我自然知道规矩 你瞧 我让人准备了滋养身体的药材 还有 五十两白银 吴家主 你是怎么好意思把五十两白银拿出手的 这些年 你们吴家暗中控制着京城药残行 但凡苏大人和锦汁去拿药 都要受你们吴家百般的烟语羞辱 这就不说了 你们还提高药材价格 最普通的干草都要一两银子一千 价格贵到了天上去 小公子 你可不要乱说 我什么时候和药材行有关系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乱说 哼 是不是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楚小姐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 我们吴家对苏大人是敬重得很啊 我觉得五十两不少了 还是楚小姐深明大意 不过 吴家主是不是忘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是 吴七走的时候 才发现下人手脚不干净 偷偷拿了苏家的东西 这不 我发现之后 立刻将那人仗毙了 赶忙 将药瓶送回来 吴家主 我给舅舅和表哥的 是能够滋养身体 快速补充元气的回源丹 对于受重伤之人有奇效 里面总共有十颗 不知道你还回来的有多少 十颗 楚小姐 我吴家是真诚地前来道歉 你可不能借机污蔑啊 这回源丹 分明一共只有八颗 好 那么少了的那两颗 究竟到哪里去了 难道 自己儿子吃了 这不能吧 真是个不省心的东西 楚小姐 犬子 就是恢复得比群长人快些 这 也不能证明什么不是 吴家主这是准备耍赖了 这怎么能是耍赖呢 这是和楚小姐商量 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秘密 就比如 楚小姐告诉皇上 凝鹿丸 只剩下一颗了 可是眨眼间 牛拿出来 比凝鹿丸 更加惊人地要玩 这难道 不是自己的私心 若是皇上知道 皇上知道又如何 底心难测 皇上要是知道 楚小姐故意藏私 必定心生不喜 到时候 楚小姐 能逃到好处 所以呢 所以 今日我们各退一步 我不会把你拥有 更好药丸的事情说出去 你只 回收四颗会员丹 如何 我突然想起来 这会员丹和凝鹿丸 可不是一样的东西 后者解毒补体需要迅速 因此入口即化 而会员丹呢 因为要补充元气 速度缓慢 所以吞下去十二个时辰之内 才会完全溶解 什么 无穷一愣 也就是说 现在把吴奇剖开 取出那两颗药丸子 还来得及 你 你这是什么话 把人剖开 那还活得成 奴才 见过大小姐 高公公不必多礼 方才的话 不知道公公 可否听到了 听了一清二楚 真是不知道 这吴家 如此狼子野心 自己方才等了那么久 难道这个楚千里 故意拖延时间 就是等着宫中来人 哎 是啊 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快些把药瓶拿过来 还给楚小姐 楚小姐 以后这等贵重的东西 可一定要保存好了 免得有些人 暗中寄议 楚千里打开药瓶 轻轻晃动了一下 衣袖遮掩下 手腕上的凤凰血欲灼 红光一闪 是不对吧 我送到苏家的 是能够滋养身体 快速补充元气的回源单 吴家抢走送回来的 数量对不上也就罢了 还是一个个的泥巴球 什么 泥巴球 几位太医 赶紧查看一下 高公公 那药丸不会有错的 高公公 这瓶药中 有浓郁的药香 仅仅是嗅一嗅 都令人感觉 精神振奋 神清气爽啊 的确是滋养身体 补充元气的圣品 那楚小姐手中那些 只是普通的泥巴 搓成了药丸子的形状 吴大人 你最好老实交代 这瓶子里的丹药呢 高公公 药丸送回来之前 我还打开看过 里面的确是药香富裕的丹药啊 这 这不可能变成泥巴的 吴大人 这药是你们吴家抢走的 送回来至今 药瓶都在你手上 我刚刚才接过来 萧公子和高公公 以及诸位太医进军门 皆可作证 你该不会说 这药丸凭空消失了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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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可能的呀 我还回来的 真的是药丸 吴大人 皇上等着奴才赴命呢 你今日 若不把药丸叫出来 那么就等着吴家眼头落地吧 不 不 吴奇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是不是你把药丸子都吃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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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没有啊 你还敢狡辩 一路前来 药瓶都是你拿着的 肯定是你路上偷吃了 哎呀 没有啊 父亲 我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啊 父亲 啊 大小姐 那药丸真的十二个时辰才能消解 确实如此 不过药效已经大打折扣 如此 不不不 我没有服用什么药丸子 我真的没有服用啊 父亲 你救救我 救救我啊 高公公 都是我没有看管好儿子 让他犯下此等大错 实在是羞愧至极 是吗 吴大人 和我一个奴才可说不着这话 毕竟这东西 可是楚家大小姐的 高公公 前世日子 我还和玉琪蒙一起 与公公喝酒呢 您看 撒家想起来了 玉琴王的侧妃 应该是吴大人的妹妹了吧 是 吴公公好记性 嗯 可那和吴大人找谁道歉 有什么关系呢 公公 公公 我的姐姐是楚丞相的 吴大人 皇上等着撒家回去复命 这时间 可耽误不起 是 是 楚小姐 是我没有管教好儿子 再次赔礼了 吴大人 您应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 而是我的舅舅和表哥 吴大人 好久不见 苏 苏大人 苏大人 全自物理 还请大人见谅 如今苏某 只是一介白身 你叫我一声苏义便好 不 不敢 吴大人 一句见谅 就算是道歉了 给苏大人 和苏公子磕头道歉 对不起 苏大人 苏公子 对不起啊 臭剑离 竟如此收下不留情 表哥 另外一只手留给你 我错了 苏公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苏公子 表哥 搞快点 苏景之 死死地咬着牙 重重地 在无奇手背上碾压 他的眼泪 顺着眼眶落下 空气的眼眸中 终于划过了一抹生机 他想到了 被当成拘球踢得屈辱 想到了食指 被硬生生踩断的痛楚 想到了 被哥哥要财行 辱骂推丧的经历 想到了这些年 无奇每次地 折辱和打击 脚下 碾压得越发用力 紧之 千里表妹 是她 是她帮了自己 表哥 开心吗 嗯 开心就好 大小姐 我们已经道歉了 无奇的手 也已经被你们废掉 是不是可以了 高公公 回员单 虽然要小好 但是只能重病 冰死之时服用 借此补充元气 恢复生机 大概能挽回一命 可若是身体完好的人吃了 当时看着是有效果 可副作用 同样明显 所以 这种丹药 并不适合皇上 我便也就没有提起 原来如此 无奇受伤严重 但完全没有到 冰死的境地 所以 要完的副作用 很快就会显露 公公可以把她 带到宫里去 让太医们 好好验证 如此 便可知道我所言不虚 储千里 你刷我 把无奇送入宫中 给太医研究 那还能有救 吴大人 做错了事 道歉并且付出代价 这是三岁孩子 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不是说了句对不起 你们往日做过的恶事 就可以彻底抹平 你 无穷 不妨告诉你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储千里和苏家 永不原谅 你 大小姐说的话 奴才自然相信了 不过 皇上需要看到实证 所以这人 还是要带回去的 好 还有这处院子 瞧着实在是不像样 皇上知道了 楚小姐 在相府的院子 被毁之后 很是关心此事 所以 已经下令让人 解封了原本的 大将军府 大小姐 可以和苏大人 苏公子 先行搬到那里去住 多谢皇上隆恩 请转告皇上 我一定会努力研究 师父留下来的方子 尽快地研制出 更多对身体有力的丹药 皇上知道了 大小姐的这份心思 一定 隆行大悦 大小姐 那奴才 先把无契带回去 向皇上复命 好 高公公 全自他 您又无知 还请公公 在皇上面前 多美颜几句 至少 留他一条性命 吴大人 赶紧回自己 府邸之中 等着吧 皇上的旨意 应该很快 就会下达了 圣旨 这个时候 会有什么圣旨 正如无大人宫中所说 我这个人记仇 心胸狭隘 牙字必报 既然说了不原谅你 那么肯定要再找机会报复回去 你 你什么意思 你这么想知道 告诉你也没关系 无奇是第一个 却不是最后一个 你们吴家所有人 但凡曾经害过我和我舅舅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无穷猛地瞪大双眼 他死死地捂住胸口 扑的一口老血 吐了出来 老爷 天叔 将人扔出去 今日来会奔波 千里有些累坏了 我先付千里 去马车上躺一会儿 然后让天叔 带人收拾一下 院子里的东西 一起搬到宿府去 有劳了 无碍 阿丑 多谢了 疼吗 还不错 我让人多准备点 茗香果茶 唉 大概是疯了 要不然 怎么就舍不得 看到他有一丝的 不舒服和委屈呢 如此下去 这脸上的伤疤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如初了 阿丑叔叔 娘亲 你娘亲啊 只是有些累 睡着了 让他好好补补觉 我们不要打扰他 好不好 嗯 阿丑叔叔 身保也有点困了 那你也睡吧 我守着你们 阿丑叔叔 嗯 你真好 嗯 好香啊 嘿嘿 娘亲 你醒了 唉 按道理来说 他不是应该休养 十天半个月 才能好吗 怎么今天睡了一觉 就彻底恢复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一觉醒来 你好像变得更丑了 之前你的面具很合适 边缘完美地挡住了 脸上的疤痕 为什么现在 却露出一道 我 你这身体 究竟是什么毛病 有事没事吃点药 这是吴家送回来的 那拔科 嗯 被我使了点障眼法藏了起来 谁让吴家没一个好东西呢 你不是说 这是冰死之人才能服用的吗 阿丑小兄弟 做人太过老实了 可是会吃亏的 阿丑叔叔 虽然你老实 还变丑了 但我还是喜欢你 我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你们母子 知道了 嗯嗯 阿丑叔叔 我们去看看舅舅的家 好 娘亲娘亲 神宝喜欢这里 神宝眼光好 咱们苏家的院子 别的不说 地方绝对够用 娘亲 这些叶子 正好可以翻一翻埋到地里 这样的土地 就会很肥 人参弟弟们 一定会喜欢的 神宝 不许把人参弟弟们 种在前院 神宝喜欢 种在哪里都可以 谢谢舅爷爷 神宝乖 神宝 之前在浮育园 你怎么没有种下 人参弟弟 当然是人参弟弟们 不许花那里 千里 这人参弟弟 到底是什么 还能种到土里 主千里 只好将人参金的梗 向两人解释了一遍 哪有你这样骗孩子的 冯雪 我记得 我小时候 也问过你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 你好像说 我是泥潭里 挖坑的蛤蟆精 有吗 有 我当时 因为这件事情 哭了两日没停歇 还闹着 要去池塘里 找真正的亲人 是母亲 踢着刀 差点把你赶出去 你肯定是记错了 也许吧 千里 你可不要听紧着胡说 舅舅肯定没说过 嗯 嗯 舅舅 我当然相信你 实在压不住笑 挡一挡也是好的 千里 深宝的弟弟们 娘亲 你有没有发现 哪桌人参最有潜力 弟弟 要娘亲认定才可以 深宝 娘亲 想吃人参炖鸡 好 娘亲 我抽空研究了一下 觉得白玉雪参炖鸡 应该也很好吃 今天我们尝尝不一样的 嗯 雪参炖鸡 味道应该也不错 你起得早 雪参炖鸡还要一会儿 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阿丑真贴心 千里 这些白玉雪参 舅舅不用担心 这些雪参是阿丑送给深宝的礼物 白玉雪参太过珍贵 就这样中到院子里 怕是不太妥当啊 舅舅放心 越是如此 越是没人敢轻举妄动 而且深宝能中雪参 自然也能中其他的东西 若是有人打上歪主意 进得来咱们苏家 可未必就出得去了 苏大人放心 天树等人武功都是一等一的 我会让他们时刻守着人参天 没人胆敢造词 啊 有劳公子了 苏大人不必客气 娘亲 深宝专门多加了几个鸡腿进去 这样就够分了 深宝好聪明 阿丑叔叔 砂锅有点小了 你能让人帮我准备大一点的吗 好 谢谢阿丑叔叔 这绿堂真好看 舅爷爷 他叫小粉 很乖巧的 模样翠绿 竟然叫小粉吗 倒是颇为有趣啊 嗯 好看 乖巧 有趣 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时候 有些凶残 舅舅 表哥 我准备帮你们解毒 虫塑经脉了 你们谁先来 我来 哪怕不能成功 也能让千里表妹 记得一点经验 帮助他更好的质量父亲 好啊 让人守好束缚 飞鸟蚊虫都不可靠近 是 表哥 脱光了躺下吧 脱 脱光 快点表哥 药块熬好了 稍等 凤玄兔沉着脸色 出门之后 很快折返 手中拿着一件白色袍子 天残思所作 不影响失真 不妨碍药力吸收 哎 阿丑 你真不愧是个合格的首富啊 这样鸡肋的东西都收藏 这除了能遮挡身体 还有别的用处吗 我觉得这是极为有用的东西 表哥 你赶紧换上 好 喝下去 然后全程保持清醒 绝对不能晕过去 我知道 一碗浓稠滚烫的药汁入口 苏锦之只觉得 破损的经脉 传来阵阵剧痛 楚千里沉下眸光 手指微动 一根根金针 准确无误地 刺入血位 顿时 体内的药力 被再次激发 阿丑 来帮个忙 把它扔浴桶里 表哥 别怕 很快就好 表哥 脑袋也要泡一泡 片刻之后 原本苦涩的药气 竟然开始变成阵阵香味 娘亲 好香啊 加点火 香味出来那就快了 嗯 好的 香味都出来了 那至少半熟了吧 阿丑 凤玄渡上前 一把将苏锦之 从浴桶里捞起 平放在木台上 表哥 感觉如何 我好多了 那就好 表哥 现在有一个坏消息 和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什么 好的 我刚刚发现 你丹田恢复不了了 表哥 你不问问坏的 坏的是什么 坏的就是 我发现你体内百翘接通 正适合练习一种独到功法 练成之后 体内百翘可形成内丹田 威力比单纯一个丹田 强劲百倍 啊 这 好坏消息 确定没有说烦 舅舅 表哥没事了 等我休息一天 再帮你解读 我 我不着急 千离 你也累坏了 去休息休息 楚千离回去 美美地睡了个午觉 深宝 这些东西 哪里来的 娘亲 你醒了 这是那位高公公送来的 说是皇上的赏赐 娘亲没醒 他们放下东西就回去了 嗯 你喜欢就拿着玩吧 嗯 深宝喜欢 谢谢娘亲 对了 娘亲 宫里还送来了勤俭呢 勤俭 嗯 齐飞娘娘的生辰宴呢 娘亲 你要去吗 宫中设宴 自然要去 深宝也想去 好 带你一起 娘亲 深宝去帮舅爷爷熬药 嗯 顺便帮娘亲熬一碗生汤 娘亲也需要补一补 好的 深宝来了 深宝 这些年 你和你娘亲过得可好 我和娘亲住在五影山里 生活很好的 每天都吃人生端鸡 舅爷爷 你不用伤心的 深宝很厉害 可以照顾好娘亲 多亏了深宝 舅爷爷 你是不是也很担忧舅舅 就像深宝担忧娘亲那样 是啊 你舅舅是我的儿子 舅爷爷自然担心他 那 那要不要深宝帮你 嗯 深宝准备怎么帮啊 舅爷爷 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这是个秘密 深宝其实不是人 是个人参精 人参精 嗯嗯 深宝看过画本子 上面说 人参精最是珍贵了 口水都是疗伤的质宝 我可以给舅舅 加一些到药罐子里 口 口水 你以前跟你娘亲熬药 有加过吗 没有 我问过娘亲 我娘亲说不行 为什么 我娘亲说 他人参精口水过敏 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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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舅舅的药罐子里 也不用加 啊 舅舅也过敏 是啊 大概苏家的人 血脉里都对人参精的 口水过敏吧 好可惜啊 哎呀 是啊 可惜了 后天你要带神宝去皇宫 是啊 神宝喜欢热闹 又好奇宫中御膳的味道 我带他去玩玩 顺便亮个相 那我呢 你 你也想去 嗯 那你就慢慢想吧 你等等 燕轩 你找死 疼吗 我掐眼你试试 能不疼吗 想当年 尊主一身红衣 尊贵至极 不苟言笑 举止交惊 可刚刚 我看到竹子跑过去了 少见多怪 五年前开始 咱们竹子就不喜欢红色了 听说 这酒可是好东西 我决定献给楚大小姐 你不是准备献给尊主吗 木头脑袋 你不懂 舅舅 我休息好了 今日帮你解读 千里 我不着急 早一日解读 舅舅就少受一日苦楚 舅爷爷放心 娘亲子 没意外 好 辛苦千里了 表哥 帮舅舅换衣服吧 另外 阿丑 所谓舒服的事情还要劳烦你 放心 舅舅 当年你的脊柱受伤不能动弹 又被人恶意碎裂了双腿的骨骼 五年过去 骨骼变形愈合 如今想要恢复 需要将其重新打断 吻合位置 然后脆骨重造 期间 还需要剔除骨刺碎片 父亲 千里 舅舅相信你 尽管放手去做便是 哪怕最后结果不如人意 舅舅也开心 舅舅放心 只要你坚持着别晕过去 其他的 交给我 好 楚千里洗干净双手 将煮好的药汁端给苏易 楚千里说完 运气凌厉 直直冲入苏易的体内 彻底地催发药力 正骨只是第一步 驱毒才是最关键的 幽冥草 九通花 每一种都是催人性命的驱毒 这些年 苏易的内腹骨骼 都已经被毒素轻视 这些毒犹如复古之躯 唯有以毒攻毒 才能让其置之死地而后生 坚韧如苏易 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 舅舅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好了 眼看着毒素被逼出 就在他准备松口气的时候 一股强盛的力量 从苏易丹田直直袭来 直冲楚千里的经脉 楚千里只觉得喉咙一甜 血气翻涌 千里 玄力 苏易的体内 怎么会有玄力暗藏 两百年前 他灰剑斩下戒山 为整个秦吾大陆 重立规矩 禁止修行者踏足 干涉凡人国度 更不可对凡人使用玄力 出手屠虐 倩黎妹妹 别动 娘亲 你不要下身吧 能娶我楚千里性命的人 还没出生呢 下一刻 一股狂风自苏家院落盘旋而起 席卷整挫京城 只见楚千里周身 环绕起一圈圈 玄秘符文 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 原本毫无玄力可吸收的凡间之气 却纷纷化解为五行之力 刹那间 各色的光点凝聚成星河 被楚千里净数吸收入体内 楚千里体内 灵气凝聚 化成一百利刃 直接将那乱窜的旋律一刀斩成碎片 而后 将其转化成灵力吸收 深宝 娘亲没事 娘亲 怎么了 舅舅 你的腿虽然好了 但是还需要药材温养 所以三个月之内不能下地 暂时还需要坐轮椅 另外 舅舅体内藏的那股力量 我以前未接触过 舅舅可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 我也不知道 差点害了你 千里 对不起啊 小事情 舅舅不用介意 公子 属下方才探听 大半座京城突然百花盛开 百鸟争鸣 呈现天地祥瑞之异象 外面那些百花盛开 不知道 不晓得 不了解 哎 本来没打算认真修炼的 毕竟一条养老的咸鱼 要什么实力 没想到 还是阴差阳错的 开始步入了修炼正途 阿丑叔叔 我娘亲长的这般美貌 应该碧月修花 花见了都不敢开的 所以 外面那些事情 肯定和它没有关系 山宝真聪明 娘亲的脸 好光滑呀 回头 娘亲给你研制一个儿童面膜 保证你的脸 比波勒克的鸡蛋还滑 嗯嗯 谢谢娘亲 千里表妹 你现在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和坏消息啊 舅舅都挺好的 表哥放心吧 等腿重新温养好 舅舅的实力 很快就会恢复如初的 倒是你 那蜗牛供法 怕是还要很长时间 才有起色 那接下来 接下来 吃饭 睡觉 奴才见过大小姐 不必多礼 奴才受高公公吩咐 专门在此 党候大小姐 为你演路 以防有人冲撞了你 姐姐 远远瞎着身弦像姐姐 没想到还真的是 只是 姐姐怎么今日戴了面纱 楚灵轩 用受她灵气影响开的那些花 做成了熏香 这是打算做什么 招风影蝶 摘下面纱 她气死你 说完 指尖微动 香囊中 隐藏的灵气 顿时转变了性质 你 楚千离都不知道 和我虚伪两句的吗 今世这么多宾客齐聚 难道她就一点也 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阿妩 小婆走开 不要吓到我娘亲 别看 拉眼睛 你们两个 娘亲 她太丑了 我帮你凶她 下次不用在意 那样的 有根竹签 娘亲能给她 穿成串撸了 楚千离 你这个贱神 我们走着瞧 皇上驾到 齐妃娘娘驾到 三皇子殿下 这么牛气 平身 大胆 皇上面前 怎敢不归 皇上有礼 退下 不可对天玄楼主无礼 天玄楼主 从东玄首富 一跃变成天玄楼主 不知道以后 还会变成什么 两日前 京城之中出现 百花盛放的 祥瑞之景 恰逢起飞生辰将近 朕心甚悦 想着宫中 许久没有热闹过了 便借此机会 与儿等君臣同乐 臣等 臣多谢皇上圣恩 父皇 天降降坠 乃是百年未有过的盛事 定然是上天 感念父皇英明贤德 儿臣觉得 应当去祭祀宗庙 将此事 昭告天下才是 你呀 还未查清祥瑞原有 哪里就能昭告天下了 好了 今日是你母妃的生辰 好好的坐下 陪你母妃喝一杯 儿臣考虑不周 多谢父皇提醒 父皇 儿臣如今正在如宿修身 这桌上的荤彩 还是撤下去吧 嗯 也好 父皇 母妃 儿臣的未婚妻灵轩 准备了一支舞 想要为母妃喝寿 好 一抹如梦如幻的幽香扶过 一身红色舞仪的楚灵轩 手持红绸 从天盘旋而降 燕丽如火的裙摆 花朵般样开 美得 烈烈啄目 丝竹月声响起 伴有歌女 柔吻的歌声传来 啊 快看 那是什么 这是舞蹈引来了 蝴蝶 顶人是了 臣女借此舞 恭祝皇上福生安康 祝齐妃娘娘 青春永祝 好 我东旋 接下来的一年 必定安安稳稳 平顺融合 臣女多谢皇上夸赞 其实 臣女还准备了一件礼物 想要亲手送给齐妃娘娘 聊聊晚辈心意 准 臣女知道齐妃娘娘喜欢牡丹 所以早早地养了这一盆 只是一直以来 空牡丹花旗与娘娘生辰不一致 心中很是遗憾 臣女却没想到 前两日这株牡丹突然之间盛访 臣女一眼观之便知道 她定然是来为娘娘恭贺生辰的 丽轩 还是你有消息 这份礼物 本宫真是喜欢至极 皇上 这牡丹定是沾染了京城百花齐放的享瑞之气 臣妾在此借花献佛 将其敬献给你 皇帝起身向下走 给足了齐妃面子 下一刻 方才还开得正盛的牡丹 骤然显露萎靡之色 紧接着 花朵垂下 花瓣凋落 根根枝条折断 几乎眨眼间 成了一片枯枝败叶 原本沉迷的蝴蝶 骤然清醒 楚灵轩身上 倒是还带着吸引蝴蝶的香囊 只是那香气中的灵气 已经变得暴力非常 蝴蝶受其影响 犹如发疯一般 直接绕着皇帝 齐妃和楚灵轩横冲直撞 蝴蝶翅膀上金粉丝散 带着其鳞片上特有的毒素 被几人吸入体内 哎呀呀 怎么回事 那牡丹花怎么会枯萎了 那些蝴蝶又是怎么回事 来人 快驱赶走这些蝴蝶 好在 皇帝站在最边缘 向后退了两步 便脱离了蝴蝶的攻击范围 这只喉咙火辣辣的疼 手背上也起了一片鲜红的疹子 皇上啊 来人 宣太医 快宣太医 我的脸 高麟 奴才在 派人去外面查看 看看其他盛开的百花如何 是 高麟只派好了人去查看 而后带着太医赶了过来 皇上 快让太医给您瞧瞧 如何 回禀 回禀 回禀皇上 微臣等人医术浅薄 实在是探查不明白啊 废物 臣罪该万死 皇上饶命啊 听舅舅沉寂 云青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皇恕罪 儿臣 儿臣不知 皇上 臣女不知道今日为何出了此等变故 但是臣女的姐姐 一定有办法解毒的 她之前不是爱拿出凝鹿丸吗 那可是解毒的圣品 赎金不过是几只蝴蝶之毒 她一定有办法 千里 你怎么看 皇上 您和齐妃娘娘种的是长车凤蝶之毒 不过 这毒素很是浓烈 所以症状看上去就更加严重些 可能解 解毒自然是能解 只是入皇宫 臣女身上不允许携带任何药材一类的东西 这可以解毒的药丸并不在手上 解毒的药放在何处 这立刻让人去取 皇上大大 申宝去 你一个孩子 皇上大大 申宝坐大白去 很快的 而且我知道娘亲方要平的地方 好 那你速去速回 嗯嗯 天黑了 用着珠子照照亮 那珠子 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海离珠 有传言 东海有明珠 曾被敲龙置于龙手 入海中 千尺深海 亮如白昼 出海面 万里长空 星月静眼 谢谢阿丑叔叔 一刻钟之后 皇 皇上 圣宝小公子回来了 皇上大大 圣宝回来了 性不辱命 皇上 药丸在此 不过 此解药用药贵重 我也只有五颗 都在这里了 这药 药怎么服用啊 皇上之前服用过紫玄身 身体状况极佳 且中毒不深 每日一颗 服用三天即可 倒是齐飞娘娘和凌轩妹妹 她们的状况太过严重 想要根除毒素 至少需要服用七天的药丸 可药丸又没有那么多 楚千离曾经能够拿出解毒圣品牛鹿丸 为何这次拿来的解药 不能药到病除 她是要我死啊 贱神 嗯 不错 皇上 臣妾 齐飞 你该好好谢谢千离才是 是 千离 本宫 本宫多谢你 怎好过这一关 我一定不会放过楚千离 齐飞娘娘别客气 吃完了药 快些歇一歇 毕竟待会儿 宴会还要继续 什么宴会继续 我都这般模样了 宴会还怎么继续 皇上 京城外面一气如常 白花盛放 极为娇眼 祥瑞没有消失 那么今日的不吉利 就只怪楚灵轩和齐飞 想想也是 牡丹花王 齐飞一个嫔妃 他也配 定然是因为 他有了基于后卫的心思 上天得知他得不配位 所以才会降下警示 嗯 甚好 皇上 小公子骑着雪雕 去苏家取药 所到之处一片光辉 且身后百鸟相随 一路进入皇宫 引得百姓误以为是神迹 纷纷在外跪拜 妹妹 有了今日的教训 以后可要记住了 自己不会养花 就不要养了 瞧瞧你自己养出来的东西 害了齐飞娘娘不说 差点征扰胜价 千离说得对 楚灵轩 以后少耍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皇上 您方才龙体不胜受损 引来百鸟朝拜关切 真不愧是真龙天子 受上天庇佑 到了千离嘴里 那些白鸟竟然是为了朕而来 皇上的身体康健 关系着整个东悬的长治久安 蒲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徒之兵莫非王臣 这飞鸟走兽 皆在皇上的管辖之内 他们关心皇上 也不是应该的吗 嗯 说的是 好了 一场闹剧不要传扬出去 让民间百姓看了笑话 楚灵轩 现在 顶着你的话跪到殿外去请罪 什么时候七妃原谅你了 什么时候再起来 皇上说罪 这你知道错了 拖下去 来人 快些 爱妃 戴上面纱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是 楚燕青 皇上 真 丢女不言 只是她惹下如此大火 实在是罪该万死 听皇上讲罪 自不教父之过 你的确该罚 可你也该庆幸 你除了楚灵轩 那个不孝女之外 还有千离这样的好孩子 如今 今日之事便小逞大戒 罚奉两年 仗则十下 以警校友 是 臣领罚 多谢皇上龙恩 父皇 尔臣也有罪 没能事先和楚灵轩商量 也没有仔细检查她养出来的花卉 好了 楚灵轩是你的未婚妻 她的错就等同于你的错 如今你母妃受苦 等宴会结束 你就回去毕府三月 抄写百遍孝经 好好为你母妃祈福 是 父皇 儿臣听说 三弟对齐妃娘娘极有孝心 这次除了让自己的未婚妻现武之外 还让人从民间请了马戏班子呢 嗯 也好 热闹一番 也拒拒晦气 三弟 你还不快让人准备 是 还请父皇 母妃 以及诸位大人 到殿前观赏 很快 大殿前方的空地上 宫中禁军围成了一个大大的一圈 手中举着火把 将整个殿前广场照得透亮 嗯 不错 回头好好赏一赏 父皇喜欢就好 下一幕 却是上来了几名身形壮实的汉子 手中死死地拉着一匹 蒙着眼睛的黑色骏马 这匹马 应该是退役下来的战马 莫风 舅舅 你方才说 莫风 难道舅舅 真是表演马戏的人 莫风 那匹马 是莫风 广场上 那几名汉子 见黑色骏马不肯屈服 直接拿出了长长的马鞭 对着骏马狠狠地挥了下去 住手 护驾 护驾 那马 朔金发疯 快张旗阁杀 莫风 哼 出千离 这匹风马会冲撞了父皇 你却上前护他 究竟何意 此马乃是我舅舅的坐进莫风 陪着我舅舅战场杀敌 列下了屡屡战功 并说他是为功臣也不为国 如今 你却下令斩杀功臣 应该是我来问 你是何意 莫风 战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 苏大人的坐骑更是另行禁止 可这匹马 你方才也叫了 他对这个名字可有丝毫的反应 莫风 莫风 楚千离高声呼喊 可是黑色的骑马却一直没有反应 舅舅绝对不会认错自己的伙伴 那么莫风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楚千离 你不要再继续拖延时间了 再也不让开 为了父皇的安全 我会下令将你当成逆贼 一帝 就地搁杀 皇上 为了您的安全 请您移驾殿内吧 这么多人 若是保护不了朕 那么还养着有何用 楚千离 我数五个数 你让开 不然 别怪我手下无情 楚千离丝毫没有理会云青龟 目光快速地打量着莫风 那伤口上 带着令马匹发狂的毒药 难怪莫风被抽打了一鞭子后 就突然发起了狂 他手指微动 暗藏的解毒药丸被取出 凌厉运转 将其碾成粉末 衣袖一挥 洒在了莫风的伤口上 四 三 片刻之后 一边丝鸣一边发狂的莫风 渐渐地安静下来 最终停在原地不动 一 动手 斩杀那匹风马和楚千离 谁敢 楚千离 难道仗着你救下父皇和母妃的功劳 就要造反不成 我说了 这匹马是我舅舅的坐骑 任何人不许伤它 你如何证明 我可以证明 这匹马早就被动过手脚了 不论如何 都不可能认出苏义 舅舅 千离别动 莫风 是我呀 是苏义 莫风 好兄弟 你记得 你还记得 莫风 莫风 莫风的眼睛已经被人刺瞎 只留下溃烂漆黑的伤疤 寻 请归 怎么回事 苏义的坐骑莫风 为什么会出现在马戏班中 回禀父皇 儿臣也不知 这马戏班 这是儿臣偶然遇到的 哼 三弟 你办事历来稳妥 既然决定要将马戏班带入宫中 一定仔细调查过这些人的身家背景了吧 怎么连莫风这样重要的一条线索都落下了呢 是弟弟考虑不周 不过 这退役的战马 都分归兵部管辖 而兵部尚书 便是大哥的外祖梁大人 住口 莫风真棒 主见离笛声夸赞一局 而后将手贴在莫风的脖颈处 运转灵力帮他疗伤 你且当当 我一定帮你报仇 舅舅 要报仇 何须等 皇上 您瞧见了 此马正是我舅舅的坐骑莫风 他受到鞭持 惧痛难忍之下 才有疯癫之举 臣女代替莫风 向皇上赔罪 哪里用得着你赔罪 莫风当初跟着苏毅战场征伐 也是屡次立下功勋 只是不知道 他为何会流落到民间 这件事情 朕会让人调查清楚 给苏毅也给莫风一个交代 皇上 不论如何 莫风出现搅乱了此次马戏表演 浪费了三皇子的一番苦心 既如此 贤离自当弥补 无妨 贤离 你准备如何弥补啊 既然是毁了压轴的表演 自然应当以表演回馈皇上和诸位大人 好 阿丑 帮我看着舅舅和莫风 放心 天前红颖赤烈如火 一人一剑 锋芒璀 常见在他手中 宛若势不可挡的神兵力气 挥舞出道道冷冽的寒光 凤祖 剑舞 随着他舞剑的动作 道道灵力 不招痕迹地 布满整个广场和前殿 将所有的人笼罩其中 云青龟 你不是喜欢虐杀吗 今日 你便常常人为刀卒 你为鱼兽的滋味吧 道道灵力 迅速散开 帮助他布下 悬灭临阵 霍如意射 九日落 角如群地 参龙降 来如雷霆 收震怒 霸如江海 凝青光 突然 他们眼前一花 耳边骤然 响起了千军万马的行径之声 心跳骤然加速 血液不由地跟着沸腾 而三皇子的感受 却是截然不同 从楚千里开始舞剑 他便感觉一道沉重了 压力吸上心头 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泥潭之中 越是挣扎 越是深陷其中 咚 随即 一道沉闷的鼓声响起 他漠然感觉 眼前的场景一变 骤然发觉 自己竟然变化成了一匹 黑色的战马 紧接着 喊杀声响起 刀剑 长矛 马鞭 石块 不断地袭击在他的身上 每一下都痛得直入灵魂 他骤然发出一声惨叫 可是嘴却被人戴上了马龙头 根本张不开嘴巴 他想跑动 可是四肢 骤然传来一阵巨痛 低头去瞧 才发觉四个马蹄 竟数破损 每一下都带出淋漓的鲜血 闪透了地上的黄沙 放开我 楚千里 你敢算计我 紧接着 一声红衣的楚千里 手持长剑 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举起手中的长剑 剑尖指指他的眼眸 不 不 楚千里 楚千里 你放过我 我不敢了 云青龟 根本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而后耳边 突然传来一阵巨痛 紧接着 所有的声响 刹那间远去 空荡荡的黑暗世界 寂静无声 不管他如何用力地挣扎 呼喊 都看不到一丝光亮 听不到任何的声响 宁青龟只觉得自己 沦落到了世上最无助的境地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楚千里猛地将长剑 向身侧扔去 众人这才回神 好 三皇子殿下 哼 滚开 斗钩滚开 青龟 你这是做什么 云青龟仍旧没有回神 整个人犹如疯癫了一般 快速地向着台阶下跑去 啊 青龟 你这是怎么了 皇上 青龟 青龟有些不对劲 他定然是病了 对 一定是生病了 来人 将三皇子带下去 既然生病了 那就好好养病 养不好 就不要出来乱晃了 好了好了 宴会这会儿结束了 你也回宫休息吧 千里你真是不错 朕定要重重地赏你 皇上谬赞 臣女自幼生长在乡下 没有学过舞蹈 子役的舞一舞剑罢了 献丑了 能够将剑舞成你这般模样 还算献丑 那整个东玄国 怕是都没有人再有勇气 提起长剑做武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赏赐 皇上 臣女斗胆 希望将莫风带回苏家 由我舅舅和表哥亲自照料 莫风本来就是苏义的战马 给他无妨 你不必浪费这样的机会 皇上 朝廷律法规定 战马退役后 要留在兵部的战马司 这是规矩 舅舅和臣女 亦不能无视律法 所以 只能求皇上恩准了 好 你这样的性子 朕十分喜欢 准了 多谢皇上 好了 宴会结束 楚千里和天玄楼主等而留下 其他人 先行离去吧 是 千里 你的医术阵亲眼所见 那可有办法 治好苏义和苏锦之 回禀皇上 舅舅和表哥的伤 我都帮忙看诊过 两人深重齐毒 我可以尝试着解开 可是 表哥的丹田被毁 舅舅的双腿残疾多年 即便是我 也是无能为力 哎 苏义 你也不要太着急 我相信 凭借千里的能耐 总有一日 可以治愈你 多谢皇上 草民 能够留下性命 再见千里和深宝 已经是感觉幸运万分了 至于其他的 不敢奢求 哈哈 朕差点忘记了 来回奔波取药 这孩子功不可没 你叫深宝 皇上大大 你说的对 我就是深宝 皇上大大 按照备份 你该叫朕一句爷爷才是啊 可是皇上大大 一点都不老啊 只有胡子花白的人 才能叫爷爷 那这大大的意思是 娘亲说 大大是尊称 只有最厉害的人 才可以这样叫 深宝刚才仔细瞧了 在场的所有人 只有皇上大大 才是最厉害的 哎 昨天深宝还说 我这个舅爷爷 是最厉害呢 哎呀 眨眼间 我就失宠了 哈哈哈哈 你娘亲是这么说的 是啊 娘亲说 皇上大大最厉害 他要努力研究药丸子呢 好 深宝帮了忙 朕也要赏你 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要点心 深宝没有吃饱呢 所以要多多的点心 哈哈哈哈 好 待会儿让御膳房 多准备点点心 给你送到苏家去 谢谢皇上大大 千里 你之前给的解药 还能再造 皇上 那种解药配置极为麻烦 而且其中 有一位青柱花 那是臣女的师傅 留下来的 如今已经绝技 臣女会将药方写下 请太医院的太医们 一起研究 看看能不能找到 替代的药材 嗯 好 再过两日 就是一年一度的 春猎 朕会带人 前往戴云山脚下的猎场 你也一起去吧 把神宝也带上 是 多谢皇上恩典 皇上 那海黎珠 本想当作宴会礼物送上 却不想 遇到了变故 只能先行 给神宝照亮 如今 我想将其 献给皇上 聊表心意 海黎珠 可是举世罕见的 好东西啊 朕可不能夺人所好 海黎珠 曾被传为龙族至宝 皇上是真龙天子 如今要得上天嘉奖 拥有海黎珠 再恰当不过了 哈哈哈哈 好 既然你如此有心 那朕就收下了 另外 朕也让人准备了一些赏赐 和神宝要的点心 一并送到苏家去 多谢皇上 嗯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是 是 这老皇帝 可真是贪得无厌 舅舅 摸风的耳朵 以及口鼻 还可以治愈 提甲 也可以恢复 只有眼睛怕是 嗯 千里 已经很好了 舅舅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眼下瞧着 没有办法的事情 以后说不准柳暗花明呢 所以 舅舅要尽快恢复实力 不要一味地 沉浸在悲痛之中 舅舅明白 放心吧 今天辛苦了 我再陪陪莫风 你早些回去歇着 好 阿丑 你怎么还没有休息 等你 那是你的东西 阿丑 这不仅仅是弯了 而且审美 明显扭曲啊 不是 是天玄颂的 嗯 对 我肯定相信你 好香啊 那就尝尝 心情不好 也许小酌两杯 就能睡着了 嗯 好酒 你别这样喝 这酒 真不错 宁破酒后劲很足 你待会儿就醉了 醉了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你吗 有小姐妹在 她怕什么 你喝多了 怎么可能 千杯不醉 你了解吗 阿丑 你说云青龟 该不该死 你想她死 她该不该的 都要死 我也觉得她该死 可是有人不这么想 所以 我还得费力纠缠 浪费自己宝贵的养老时间 你若不方便 我来动手 有些渣渣 抬我亲手来收拾 我帮你 更快 不 我自己可以 别喝了 我带你去休息 不 我还能喝 火 出千里不倒离 怎么可能喝两口就倒下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 青岛不倒 我不倒 雪花不飘 我不飘 是在哪儿看的呢 记不得了 小心一点 别晃 怎么了 我要洒 我要洒了 嗯 我是一杯草莓奶昔啊 你要好好捧着 不能洒 捧着 怎么捧啊 你竟然问一杯草莓奶昔怎么捧 是不是傻呀 嗯 都说了 别晃 那我横着抱你回去休息 雕迷 你是不是要害本奶昔 奶昔怎么能横过来呢 这样可以了 嗯 很好 可以奖励你喝一口草莓奶昔 嘿嘿 说什么胡话呢 就一小口 一小口 哇 太丑了 你 不过 傻丑的话 那好像也没关系 为什么是我就没关系 因为你是阿丑啊 嘿嘿 本奶昔要睡觉了 你不许动 那 你说的奖励呢 你 说话不算话 不是个好的奶昔 我并不是想亲你 而是要帮你成为一个 言而有信的人 嗯 你怎么了 他是不是 想起了昨天晚上 阿丑 我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变厉害了好多哎 他前两日 才踏入灵力修炼的正途 昨天还为了救治莫风 而耗尽了灵力 没想到 今日一早 竟然从二品灵者 直接跨越了五个小阶梯 成为了七品灵者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喝酒了吗 然后呢 然后 我喝多了 再然后呢 然后 我应该就睡着了 我喝多了也不闹的 酒品超级好 身宝呢 还在睡吗 在前院和苏大人一起看莫风 我们也去看看 顺便一起吃午饭 好 你举一个例子 能怎么样吗 你就是个懒惰虫 千里来了 舅舅 哪里来的白鹤 皇上让人送来的赏赐 这两只 是昨天随着大白起舞的 恰好是宫里养的 就一并送过来了 说是给身宝解闷 娘亲 我要气死了 他们在吵什么 没人看我了 啊 我死了 娘亲 他们又不说话了 真不愧是宫里出来的 有嘴滑舌的程度 属此不凡 回头让天玄找一找吃云参 用来炖白鹤 补气阳血 且十分美味 大佬饶命 你说的话 那两只白鹤也听得懂 凑巧了吧 他们若是能听懂我的话 必定有妖艺之处 应该立马找个铁锅 给他们炖了 刚才应该是凑巧了 刚才怎么生气了 娘亲 我和舅舅来看莫峰 这两只白鹤也送了过来 我就说莫峰很可怜 当初受伤的时候 一定很伤心 嗯 确实 然后这只白鹤说 来 我给你举个 更伤心欲绝的例子 然后 他说 不举 然后我就很好奇 就让他举一个例子来听听 他还是说不举 那我就生气了 对付不听话的白鹤 打一顿就好了 实在不行 就打两顿 其实 不怪两只白鹤 他们都说明白了 举个伤心欲绝的例子 不举 啊 帅哥 就需要仔细评 哈哈 娘亲 你笑什么 嘿嘿 圣宝 的确是不怪两只白鹤 他们其实说完了 呵呵 可他们明明没有举例子啊 等你长大些就明白了 啊 圣宝 别理那两只白鹤 你和舅爷爷说说 莫峰这会儿 在说什么呢 莫峰在教训白鹤 说主帅面前不可过造喧哗 不然会被割了尾巴 举爷爷 莫峰说的是真的吗 人身经没有尾巴 可是人身经也有点怕 没有 圣宝不怕 就爷爷保护你 嗯嗯 想吃吃云参炖白鹤吗 算了 难得看到这么有趣的两个动物 留着给莫峰做伴吧 沈宝 这两只白鹤可有名字 没有 娘亲要给他们取名字吗 嗯 左边那只额头上戴着一抹红色羽毛的 就叫豆根 旁边那只略微胖一些的 就叫捧根 豆根和捧根 你们记住了吗 娘亲 他们很喜欢 嗯 舅舅 沈宝来了京城 还没有好好的逛一逛呢 正好今日没什么事 我带他到处走走 好 舅舅在家等你们 真的是为了逛街 我心中一直有个问题 想要找那位萧公子问一问 可这些日子 忙着给舅舅和表哥解读 没找到空闲的时间 今日正好 问清楚了 免得心中挂念 萧军逸 你想知道什么 找我 不让天书查一查就知道了 何必麻烦 这不是正好 也陪着申宝逛一逛吗 娘亲最好了 亲什么亲 男子汉 不能那么溺溺溺溺 千里表妹 萧公子 千里表妹 你宫中表演的剑舞 真的是美极了 多谢萧公子夸赞 今日要公子见面 时有一事想要询问 千里表妹请讲 但凡我知道的 一定都告诉你 当日 萧公子去相府探望我时 手中带着我舅舅 给你的三十两银票 我想 我还没来得及 向苏大人和锦芝赔罪呢 赔罪 何处此言 唉 表妹应该也看出来了 苏大人和锦芝的性情 都是轻易不愿意 麻烦别人的 确实 当初 苏大人出事 丢失官职 苏府也被朝廷收了回去 很多人都想要帮忙 可是全部被苏大人拒绝了 所以 他们才会搬到 那处年旧失修的小院中 我知道 所以才不解 当初我被楚丞相逼迫入宫道歉 舅舅和表哥连药都买不起了 可他们却拿出了三十两银票 力求帮我疏通 我猜测 他们是不是为了我 典当了什么东西 典当的是苏大人和他夫人 当年的定情信物 一块鸳鸯玉佩 我收到消息赶过来 时间晚了些 仅知 已经将玉佩送入了当铺 换成了三十两银子 又催我赶紧去找你 所以 定情信物 那一定是舅舅最为珍惜的东西 要不然 你不会一直保留到现在 送到了哪家当铺 我去帮舅舅赎回来 这正是我要赔罪的事情 其实那日你和苏大人搬回了苏家 我就去当铺 找那块玉佩了 结果 却没有找到 你当天去找 也不过是几个时辰 玉佩就被人买走了 典当的并不是死气 可当铺却说 玉佩没有了 还说愿意赔偿我一千两银子 我要银子何用 可哪怕我扬言要砸了当铺 也没能将玉佩找回 阿丑 这件事情需要你帮我 好 天书去查 是 是我不好 若是我早一些赶到 也不用紧致点荡了那么贵重的东西 萧公子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先离心中感激 今后 若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还请尽管开口 没有 我也没帮上什么 大小姐 公子 属下打听清楚了 玉佩被孙家人拿走了 孙家 孙玉芝 是 娘亲 有人去找舅爷爷和舅舅麻烦了 快走 谁让你来我家的 苏锦芝 你就是这样和你大伯娘说话的吗 人已经废掉不成事了 这规矩若是在毁了 我看 这路怕也是走到头了吧 你住嘴 我苏家如何 和你无关 二弟 你看看这孩子 被自己的长辈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之情 你都不管管的吗 大嫂 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今日来做什么 哼 我是苏家的长袭 只要我愿意 苏家永远都有我的一席之地 你不配 你一个小崽子 这般和自己的大伯母说话 我看是疲痒了 该好好教训 我大伯过世 你不愿意守孝 在院子中饮酒听喜 之后刚过头七 你就闹着要回娘家 还吵着 要带走大伯的产业 让苏家的处境雪上加霜 你有资格做我大伯母 夫君死了 苏家又没有长辈等着我孝敬 我返回自己娘家怎么了 你返回是没错 可你不该和其他的男子牵扯不亲 让我大不死后 地下都难以安宁 生前她视我如无物 死后还要我为她守身 哪有这般便宜的好事 你实在是不知廉耻 你一个小崽子 懂得什么叫做及时行乐吗 都住口 大嫂 你带他们两个过来 所谓何事 我听说 楚千里回来了 还在楚家和自己的嫡母妹妹 闹得不可开交 你是来当说客 要求千里给楚家二小姐准备解药 不错 要我说呀 千里也太不懂事了些 住口 大嫂请回吧 千里做事 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 瞧瞧 我这时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那是我娘亲的东西 怎么会在你手中 还给我 还给你 你想要什么 楚千里手中的解药 不可能 所以你可想好了 我和贤儿的感情刻在心里 宇佩 你要拿就拿去 你若是不答应 我立马摔了他 你信不信 随便你 好 这可是你选的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边影闪过 在玉佩触地的刹那 显之又显的将他卷起 趁着我不在 欺负我舅舅和表哥 大了你的狗胆 千里 你怎么回来了 舅舅 对不起 说什么呢 和你没关系 大舅母 几年未见 你这风采可是更甚从前呢 你 五年不见 千里这副样貌 可真是无人能及啊 你来 就是为了看我长得好不好 我来可是为了你 大舅母听说 你和凌轩闹了些误会 还劳烦你嫡母跟着担忧 我是帮着开解的 是一片好心啊 好心 那照你来说 我应该如何 所以啊 今日你拿出解药 你和二小姐还是好姐妹 若是你还对三皇子殿下有心思 那等二小姐嫁过去成为了正妃 把你招过去侍奉 侍奉三皇子 给你个妾室之位 也未成不可 你胡说什么 我千里妹妹 有容貌有本事 只有这世间最好的男儿才能相配 你再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撕了我的嘴 本夫人站在这里不动 你敢上前 我已经和三皇子退婚 对他厌恶至极 你们看不明白 千里 在我们面前 你何必再装呢 好 随便你们怎么想 你们今日过来 除了帮楚林轩讨药解药 可还有其他事情 我听说你回来之后 带了不少的好东西 是啊 好东西不少呢 你感兴趣 千里呀 苏毅和苏锦之的身体 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再多的东西填进去 不也是个无底洞 倒不如 迷离箱 苏锦之手中迷离箱 明显是炼制过的 不然效用不可能那么浓 难道这苏锦之背后 还藏着什么人 想着 他故意做出了一副 略显呆滞的神色 可惜了 紫玄身和最后一颗凝鹿丸 都送给了皇上 回元丹也被吴家给吞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有 有 我的头好疼啊 师尊的东西 不能给 谁都不能给 孙玉芝 你快 快拦下人 孙玉芝这个贱人 不是说自己手到擒来吗 这到底靠不靠谱 不能给 师尊的东西不能给 楚千里 你这个贱人 接连几道边影 直袭他们三人而去 带起惨叫声 连绵不绝 孙玉芝 救我 来人 快拦下楚千里 小声线 惊绕到了千里 你们赔不起 哎呀 千里肯定是吓坏了 痛快 千里妹妹 干得漂亮 我的头怎么那么痛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哎呀 你们这是怎么了 娘亲 你别害怕呀 没事的 深宝陪着你 与此同时 她再次调动灵力 裹挟着孙玉芝周身的迷离箱 用灵力改良成加强版 直接灌入了楚灵轩的鼻腔 贱臂 你敢伤我 你 你们干什么 仗着有各自的身份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不成 楚千里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臂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灵轩 你 你站住 贱臂 你给我站住 真是吓死了贺了 两贺纷纷绷直了脖子 撑开了翅膀 想要跑路 深宝看向了豆根和捧根 对着两只白贺瞪过去 悄悄威胁道 赤云山铁锅炖大 小小年纪 不讲武德 一心只想铁锅炖白贺 两只白贺领略到了这赤果果的威胁 哪里还敢跑 只能硬着脖子 向着楚灵轩冲了过去 而后两贺一人混站在了一起 一道凄惨的贺鸣响起 伴随着乱飞的贺毛 简直是闻者落泪 听者伤心 灵轩妹妹 你就算有再大的火气 也不能拿着白贺撒气啊 这可是圣上御赐的白贺啊 你瞧瞧 羽毛都被你揪掉了 畜生 你们两个畜生 也敢对付我无礼 该死 不该死 娘亲 深宝有点害怕 深宝 娘亲也怕 那娘亲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家子的孤儿寡母 老弱病残 还能怎么办呢 嗯 娘亲 我们太惨了 不过 深宝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娘亲 舅爷和舅舅的 大白 快来呀 深宝要找皇上大大救命呀 林轩 你快停下 来人 你们下了不成 还不快来下小姐 皇上 深宝小公子来了 皇上大大 救命啊 有人要杀深宝和娘亲啊 深宝 你这是 皇上大大 求求你 救救我娘亲 舅爷 还有舅舅吧 别哭 仔细说说 怎么回事啊 那个妖婆 带着另外两个老妖婆 去打娘亲 要抢娘亲的药 还要打舅爷和舅舅 皇上大大 你最厉害了 你快去烧了妖婆 这白鹤是被人打了 嗯 妖婆打的 娘亲拦都拦不住 都气哭了 来人 立刻去苏家查看 皇上 奴才 倒是听说过一些 小公子口中的妖婆 似乎是指 相府的二小姐 楚灵轩 皇上大大 就是那个妖婆 朕给了齐妃两颗解药 齐妃 可又分给楚灵轩一颗 这 高麟 让人去三皇子府 传证口谕 让老三 管好他的未婚妻 是 另外 你带着五十禁军出宫 苏已好歹为东旋立下过屡屡战功 如今 朕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辱 是皇上 奴才这就去 谢谢皇上大大 去吧 嗯嗯 高伯伯快快快 救命要紧 楚千里 我一定要杀了你 言书天选 忘人 快去救小姐 是 吓人们顿时 朝着白鹤捧格冲了过去 好大的胆子 高公公 快些救皇上赏赐的白鹤啊 他要被打死了 大了你们的勾胆 你们敢动白鹤一根指头 回头 剁了你们的脑袋 高公公 您这是 大小姐 是李辣 高公公 我没事 是我有错 没有保护好两只白鹤 我怎么也没想到 大舅母无夫人和林轩妹妹抢药不成 反倒对他们动了手 他们这是 他们身上的伤 是我打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闻到了一股香味之后 就突然失去了控制 然后 好像有人找我要东西 再然后 我可作证 孙氏和吴氏 向千里讨药子玄参 凝露丸和解药的药丸 似乎用了什么手段 千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奴才 见过天玄楼主 高公公 你现在将孙氏带回去 让太医也好好地查一查 应该能找到线索 高公公 根本没影儿的事 有没有影儿 回头查过就知道了 两位夫人和楚家二小姐 伤害皇上遇刺的白鹤 总要去宫中 请罪的 高公公 分明是楚千里蓄与圣人 我和吴夫人二小姐 才是受害的呀 你一个寡妇 贴撒架那么近做什么 瞧你那兰花纸翘的 还能比本公公更有风情 怎么回事 他刚刚动有迷离箱了 瞧什么瞧 看什么看 再看 本公公 也是你高攀不起的男人 楚灵轩长长地呼了口气 终于从昏迷中惊醒过来 他吃力地坐起身 我的天哪 这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长出这个猪样啊 不对 说你是猪 那猪都得哭 你可千万别动 你一动 笨公公都担心 你脸上的肥肉掉下了 哎呦 哎呦 没眼看 你 你 高公公 你方才有些不对劲 奴才闻到了 一股香味 然后 来人 把孙夫人请到一旁 小心一些 不要被他动了手脚 是 大小姐请放心 到了宫中 奴才一定一五一十地 将实情禀报皇上 这打人 非您所愿 多谢高公公 至于二位 想来这会儿三皇子殿下 应该也快来了 见过三皇子殿下 不见 那个妖婆 还知道自己瞅得很 哼 敢欺负我娘亲 我才不会放过她 捧嘎 三皇子殿下 我 三皇子殿下 今日的事情 就是个误会 殿下 皇上的口谕 您收到了吧 除千里 我有错 我也可以向她道歉 但她必须先对我赔礼 三皇子殿下 若是不赞同我的说法 那么我们 不妨到皇上面前 理论一番 灵轩 给除千里道歉 我 道歉 殿下 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看我 差点忘了 在我们东玄国 正中道歉 可是要跪地侦查的 那么灵轩妹妹 我们就走个行事 来吧 你 天下 灵轩 道歉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姐 姐姐 对不起 一家姐妹 我也没想让你真的跪下 你怎么当真了呢 算了 灵轩妹妹 我也有不好的地方 给你道歉 你都包涵吧 你 哎呦 妹妹 姐姐手滑 没有端稳 我可不是故意的 你能理解的吧 你 哼 这些话 听着耳熟吧 毕竟都是你当年这样说过好几次的 我这个人记性好 你曾经说过的话 我都记得 以后 会慢慢地还给你 三皇子殿下 对我的道歉可满意 来人 扶着吴夫人 和二小姐回去 三皇子殿下 身为未婚夫 又得了相府那么多的支持 关键时刻 他对灵轩 竟然没有丝毫的护持和联系 吴夫人还有何事 灵轩中毒 需要解药 不然他的脸 就真的毁了 吴夫人 走吧 大小姐 奴才 也该回宫复命了 多谢皇上庇佑 派遣公公 前来保护千里和苏家 不管怎么说 我也该入宫 向皇上歇恩才是 正好也有份谢礼 送给陛下 如此 那奴才让人 给大小姐准备马车 一同入宫 千里 方才你很是不对劲 是不是孙氏对你做了什么 对身体可有影响 舅舅不用担心 不过是一些迷惑人心智的药粉罢了 都是装出来的 对我没有影响 那你这次入宫 舅舅 我大舅舅出事 约莫是在六年前 紧接着没多久 你在战场上 也发生了变故 还有表哥 这未免也太巧了些 你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不是怀疑 是肯定 而且 之前帮舅舅疗伤 你体内暗藏的那股力量 根本不是寻常便能解释得通的 这一切 和孙玉之有关系 之前 我怀疑过皇室 毕竟舅舅的苏家倒下了 皇室收览兵权 削弱武将影响力 一系列动作 让人不得不多想 可现在看来 这个孙玉之的嫌疑 同样不小 所以 我要入宫 把鱼儿洒出去 看看究竟能掉出个什么东西 千里 这些事情 本应该由我来的 舅舅 你好好养伤 等你身体恢复 有的是为我撑药的机会 好 那我去了 断了他们一条腿 是 怎么回事 老爷 是楚千里 楚千里那个孽长 打了我和林轩 还暗中使用了腰法 断了我和林轩的双腿 你一定要给我们母女报仇啊 孙氏呢 你不是带着她一起 去拿解药了 别提她了 那贱人 就是个废物 去之前 她说得好好的 她一定会让楚千里 乖乖地交出解药 可实际上 她在楚千里手中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什么手段都用不上 那三皇子殿下那边呢 她 她来了 不仅没有帮着我和林轩 反倒是逼着林轩 给楚千里道歉 而且 老爷 我觉得三皇子殿下的态度 如何 她似乎厌烦了林轩 如今林轩的模样你也看到了 你说 她会不会反悔 毁了和林轩的婚约 她不会 我楚家 也不允许她这样做 看来 是时候把韩币叫回来了 韩币 我儿韩币 是了 只要她回来 一定有办法对付楚千里 林轩 你别怕 你兄长很快就会回来了 只要她回来 楚千里 必死无疑 臣与楚千里 见过皇上 起身吧 儿臣拜见皇上 未能及时约束儿臣的未婚妻 使得皇上跟着劳累担忧 儿臣有罪 请父皇责罚 平身吧 说说 怎么回事 回禀皇上 那晚宫宴之后 林轩 以至因为连累父皇 和母妃受伤 而心存愧疚 便到苏家去求药 只是没想到 被肠吃凤爹的毒影响 一时太过冲动 言语之中 得罪了楚千里 千里 三皇子说的这番话 你可赞同 皇上 殿下 他要这样说了 臣女也就认了 高林 你也去苏家了 说说你看到的 皇上 奴才被身保小公子 带过去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多少东西 只是 皇上遇刺下去的 那两只白鹤 赏得不轻 父皇 伤了那两只白鹤 的确是林轩的不对 皇上 白鹤本来开开心心地玩耍 无忧无虑 却不想 差点遭受到灭顶之灾 你一定要为他们做主啊 白鹤乃是东玄国的祥瑞 伤之必伐 不过 京城之中才诞生了祥瑞不久 朕不愿意见血 以免涌上天鹤 除灵轩伤的白鹤 把他每日跪经一个时辰 直至两只白鹤 全域为止 父皇 这件事怕是 怎么了 你觉得朕处罚错了 儿臣不敢 只是楚灵轩 在离开苏家门前的时候 不慎断了腿 所以这贵经 怕是难以完成 断了腿 皇上 这楚灵轩 前脚打了白鹤 后脚就摔断了腿 该不会是上天 看不过他对皇上 遇刺之物不尽 所以暗中惩罚他吧 又或者说 他专刻祥瑞之物呢 灵轩是你的亲妹妹 这样的话 是能随便说的吗 我出生没有了生母 吴夫人和灵轩妹妹 不都说我克双亲吗 他们能说 我为什么就不能 再说 我也没说错 他之前养的那盆牡丹 也是突然之间就出事了 你住口 小喳喳 吼我美人 好吐你的头发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年少荒芜 三皇子躲避不及 被白鹤死死地叼住了发丝 放开 好他头发 锁他红 掐他脖 快些把白鹤和三皇子分开 片刻之后 两只白鹤再次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行了 老三看看你 哪里还有一点皇子的模样 回去之后 好好毕复反省 父皇 三皇子胸口 快要闷炸了 正要行礼 却发现衣袖上 一片臭气传来 是 两只该死的鞭毛畜生 老三 只是对我这个父皇不满 老三 回去多抄一些佛经 好好地静静心 是 父皇 回安吧 儿臣告退 高临 传指后宫 其妃欲前师仪 降为其贫 是 臣女多谢皇上 为两只白鹤做主 另外 臣女有礼物送给您 多谢您派高公公和进军 前去护持之恩 送谢礼 咦 受朕赏赐的人有很多 可除了生辰年节 给朕送礼的没几个 受皇上隆恩 自然要好好道谢 这是 回禀皇上 里面装的是一株白玉雪参 白玉雪参 可是已经绝迹了的东西 你是如何得来的 皇上也知道 臣女和天玄楼的楼主 有些私交 这株白玉雪参 本是在臣女回归京城之前 托她帮忙找寻的 为的就是送给三皇子殿下 调养身体 可是臣女回归京城 这雪参 却还是没有找到 本来都死心了 想着找不着也无所谓 却不料昨日 刚刚传来了好消息 你和三皇子 罢了 不提也罢 紫玄参 虽然也是调养身体的圣品 可是更偏重于解毒疗伤 而白玉雪参 则注重对身体根基的补养 更加适合皇上服用 所以 臣女将她转送给皇上 还请皇上不要嫌弃 如此真品 朕怎么会嫌弃 皇上 这第二 臣女要请罪 请罪 你犯了何错啊 伤了那两只白鹤 并非楚林轩所愿 其实 是对的 那么说 你承认是你所为 并非臣女 而是 另有高人 高人 皇上 臣女今日 见到了自己的大舅母孙时 在她身上发现了炼制过的迷离箱 你说什么箱 迷离箱 可控人心智 祸人心神 你说那箱是炼制过的 不错 炼制手法和我师父炼药的时候很是相似 应该是同属一脉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 又有了修行者的线索 你的意思是说 孙氏的背后 有可能藏着和你师父一样的高人 是 你可能确定那人的实力 不能 只能确定那人也擅长炼药 而且 他极有可能盯上了我 你是说 宁禄丸和子玄身这些珍宝 是 所以臣女心慌意乱 才前来寻求皇上帮助 那以后若是有什么难处 就来找朕吧 朕给你做主 再过两日 就是一年一度的春猎 朕会带人前往戴云山脚下的猎场 你也一起去吧 把身宝也带上 是 多谢皇上恩典 娘亲 感谢娘亲了 嗯嗯 娘亲 你没有被欺负吧 放心 没事 回去吃人参炖鸡 嗯 好啊 再小酌一杯就更好了 说没有就没有了 怎么能撒娇呢 以为撒娇了 我就会再给他喝酒 让他变一回草莓奈兮 即便他撒娇 也不能 一杯 啊 两 两杯宁破酒 不能再多了 成交 阿丑叔叔 身宝也要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 因为你是人参静 想想胖嘟嘟的人参 网球里一泡 嗯 不要酒了 不要了 嗯 乖宝 阿丑 我发现你越来越贤惠了 胡说 也不知道我们家阿丑 最终会便宜了什么人呢 怕要盯紧一点 阿丑这么好的一颗白菜 可不能随意让人给拱了 自己喝 我走了 啊 回来 还有何事 阿丑 我舅舅体内的那股力量 你知道吧 你猜到了 那是旋力 旋力 仔细说说 心无大路分三欲 下欲凡尘 皆为普通凡人 实力最高可达先天 忠欲修者 修行者 寿命据旋力深浅长短不一 但跨入修行者的行列 至少严寿五十 更长的几百寿远 也不过是弹指剑 还有一遇呢 最后是上欲 被九大家族掌控 被天赋绝顶的修行者 不可跨入 其中凤族 不在九大家族之列 却在上欲伟尊 一族占上欲三分之一的地界 啊 凤族 凤皇 嗯 凤族容颜华美 实力最高 其中凤族 有位凤尊 最是 阿丑 你说凤族和什么最配 嗯 这个不好说 也许是凡人 凤族肉啊 好想尝尝味道 凤族之大 一锅炖不下 一边红烧 一边麻辣 嘿嘿 你说什么 凤族肉啊 你也想吃 那等有机会 我把那个凤尊抓来 炖了分你一个吃吧 你 别激动啊 我们两个什么交情 我有好吃的 肯定想着你 你 嘿嘿嘿 阿丑 我有点渴了 还想喝明香果茶 那你就慢慢想 怎么了 大义父来了 刚才不是还聊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难道是每个男人 一个月 都有那么几天 唉 长期饭票间座椅 他就包容一下吧 阿丑 你收完气 帮我端茶 我不端 快点啊 不然我可都睡不着 真是欠了他的 娘亲 深宝有些想念 舅爷爷和莫风叔叔了 舅爷爷 有大白和小粉保护 莫风叔叔 有豆格和捧格陪着 放心吧 春猎一般也就十日 十日后 我们就回去了 嗯 娘亲 谁家的淘气宝啊 娘亲 是你家的呀 林轩 沈亿人 你兄长来信 会在猎场中出现 到时候 你的毒 也就能解开了 兄长都能来信 为什么不先把药丸 给我们送来呢 那么贵重的东西 自然不能随意 让人送了 万一路上损坏 或者丢失 该多么的 令人心疼啊 那好吧 那边是怎么回事 皇上特许 楚大小姐带着人 住到新宫中去 高总管带着人 帮大小姐 收拾行李呢 都怪楚强林 那个贱人 你等着 等兄长来了 就是你的死气 大小姐 这房间 已经安置好了 您若是有什么缺的 尽管吩咐底下的人一声 保证给您 办得妥妥的 多谢高公公 也辛苦底下 帮忙的公公们 一点薄礼 请大家喝茶 多谢大小姐 这是专门 给公公的谢礼 这奴才 这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打谢才好了 不必客气 大小姐 这次猎场来的人不少 之前和大小姐 打过交道的 几乎都来了 人多眼杂 大小姐小心 好 多谢公公提醒 吴氏 楚灵轩和孙氏都到了 嗯 那大鱼 估计也不远了 阿丑 你租了什么 吃云参八宝饭 你找到吃云参了 神宝找到的 嗯嗯 今天一早 在立宫外的墙角下 挖到的 神宝真棒 娘亲 我们快些吃东西 吃完了 神宝要去看看 这里有没有 其他的人生弟弟 嗯 怎么了 娘亲 我们快去瞧瞧 哎 那是什么 神 神鸟 你认识那只鸟 沐雨婴 视线锐利 日出期还 可修炼旋力 鸣叫之声 能破云帐 亦可在燕章之地 准去寻找方向 在中狱 很多修行者 以它为坐骑 刚才那只 实力大概相当于 一名修士高阶的 修行者 一只坐骑 有坐骑 自然就有主人了 娘亲 那个紫毛鸡好肥啊 紫毛 鸡 娘亲负责捉 山宝负责盾 成交 哦耶 你们 阿丑 那紫毛鸡 用什么炖最好 吃匀参就不错 哎呀 这就巧了吗 不是 那紫毛 不对 沐雨婴 颇为难对付 尤其是尖嘴和力爪 处置几上 嗯 嘴不要 爪子可麻辣 她还修炼了旋力 那不知道肉吃起来 会不会变了味道啊 山宝 先踩点 好的娘亲 山宝吹了个哨子 立刻有一只小麻雀飞了过来 蹦蹦跳跳的听神宝叮嘱完 叽叽喳喳的飞远了 不多时 整片山林都热闹起来 鸟儿叫得格外的欢快 我 我让天书去准备个大点的锅 罢了 想吃就去做吧 若是实在对付不了 别让天书和天璇出手相助 只是如此一来 怕是会打草惊蛇 更难查证那修行者的来历了 好 分你一个鸡爪 那我谢谢你了 自己人 别客气 凤轩都觉得 以后这样的情况 说不定时常发生 他要尽快恢复部分实力才行 堂堂凤尊 总不能连帮自己人实现 吃喝自由的能力都没有 沐浴英 你先休息一番 等到夜晚 就是我们震惊整个东旋之时 小卓子 深宝想要交人撕 深宝想要交人撕 这是做什么 许愿啊 这怎么可能管用呢 嗯 以前我也和你一样天真 凤凰血玉珠是凤族的质宝 可传承下来 一直都当成是凤后的乡称 最多也就是可以增加凤族对异伙的亲和力 以及方便孕育后代 其他的 谢谢小卓子 娘亲 快看看 这个行不行 嗯 可以 娘亲 那能不能抓紫毛鸡啊 没问题 小卓子 你真是不错啊 凤凰血玉珠 真的有许愿功能 千里 你让我知道血玉珠的能力 就不怕我觊觎 哼 你倒可一试 还是算了 乖 楚千里掐起指掘 一方玄秘的灵阵逐渐在手上成形 片刻之后 他手掌反转 强行将灵阵硬刻在了胶丝网上 成了 好了 万事俱备 只欠紫毛鸡了 春烈篝火焰 而等与阵举杯 第一杯 敬天地 愿我东旋 与天和合 与地共荣 愿东旋 与天和合 与地共荣 下一刻 明亮的光芒 骤然自山林中升起 紧接着 光芒向四周流溢 将整座猎场包裹其中 快瞧 一定是韩碧回来了 兄长 肯定是兄长 仙 仙人 好家伙 又不是要拍小视频 怎么出场还自带BGM和补光灯的 而且这光芒极为刺眼 少说也得有三千瓦了吧 娘亲 眼睛难受 神宝 别睁开眼睛 光芒闪烁 对眼睛不好 照照照 有时间搞这样的排场 怎么就不能直接上主菜 召唤那只紫毛鸡啊 而且不知道 小孩子的眼睛不能看强光吗 没有道德的珠子 统统需要被干掉 你 东旋帝 道扬尊者 有礼 道扬尊者 不知尊者来自何方 降临东旋 又有何目的啊 东旋帝看到本尊 不觉得眼熟吗 难道朕与尊者 有过相见的缘分 见到本尊 为何不下跪行礼 尊者是在和我说话 这个人 就是母亲和林旋口中的楚千离 这副样貌倒真是不错 说不定 可以派上大用场 不是你 还能是谁 这颗胶珠可是师父传给她的宝贝 从未有过差错 怎么今日有些不对劲了 大哥 你 哪来的丑八怪 大哥 我是你的妹妹林轩啊 林轩 你的脸 是楚千离 就是她这个贱人害的我 大哥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啊 楚千离 你敢伤本尊的妹妹 你好大的胆子 楚寒碧 楚家的长子 原来是你啊 楚寒碧 你还敢回来 七年前 楚寒碧说是外出游学 可实际上是因为醉酒之后 侮辱了一名女子 还失手将其掐死了 所以不得不以游学之名 外出躲避风头 敢对本尊不敬 若是放肆 消成大戒 一尽效忧 楚千离 心事就是你的死气 黑暗中 楚千离后退一步 抽出长鞭 卷起楚灵轩 拉到了自己 刚刚站的位置上 楚千离 给你个教训 让你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楚千离看着楚灵轩倒地 高高地抬起脚 对着楚寒碧的胸口 便踹了过去 楚寒碧感受到了一阵 禁风袭来 并没有把这一下偷袭 看在眼中 却不料 下一刻 他感觉一道 势不可挡的力量 忠然打在了胸口 而后身体不受控制地 向后飞去 砰的一声 重重砸在地上 他的肋骨 至少被踹断了两根 是谁 是谁出手了 难道这里 还有别的修行者 哼 花里胡哨 楚寒碧慌忙地爬起身 动用旋力 清除掉了身上的脚印 唉 下手真狠啊 瞧这些兔的 猎场之中全是凡人 根本没有修行者的痕迹 怎么可能 那刚刚是怎么回事 林轩 寒碧 你 母亲 妹妹身上 方才沾着不干净的东西 如今已经被我驱逐 服用下这颗药丸 可以让你和妹妹伤势恢复 啊 好了 全都好了 天哪 这是什么神剑 哇 我真是仙人 真是没想到啊 七年的时间没见 韩碧已经有了仙人手段 东玄帝 你该称我一声尊者 哈哈哈哈 尊者 今日猎场上空飞过一只紫色的鸟儿 不知道是否和尊者有关呢 那只是本尊的坐骑 不足为怪 尊者 你这是何意 牧羽鹰要捕猎食物 区区几个凡人 东玄帝不会介意吧 啊 救命啊 哼 一群蝼蚁 楚千里眉心微动 楚千里脚尖微动 身形迅捷如风 快速地向着牧羽鹰的方向 飞掠而去 楚千里目光一寒 手中握着胶丝网 对着紫毛鸡 洒了过去 下一刻 胶丝网骤然收紧 死死地将它禁锢其中 楚千里冷着眸光 手中用力 狠狠地将它从天上扯了下来 楚千里拎起胶丝网线 像是抡皮球一般 狠狠地将牧羽鹰砸在地上 左边砸一下 右边砸一下 砰砰砰 很快 她身体两侧的地面上 就被牧羽鹰砸出了两个深深的大坑 一直长了紫毛的鸡 你还编一出优越感来了 还吃人 你她喵得想屁吃 楚千里看着地上 被砸得失去意识的牧羽鹰 启动胶丝网的灵阵 将其紧紧捆住 扔到了一旁的林子中 牧羽鹰呢 牧羽鹰乃是他师尊的坐骑 已经是修士高级了 师尊说 在凡尘界 有牧羽鹰就可以横着走了 可现在 他叫了两声就不见了 难道出事了 方才踹了我的修行者再次出手 收复了牧羽鹰 牧羽鹰 应该是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惊吓到了东玄帝和诸位臣子 本尊心中 实在是过意不去 不如就来一场 蒲匠甘霖 算是对诸位的补偿 这蒲匠甘霖 他不过是修士初戒 比他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罢了 还被他一脚 踹断了肋骨 就这 还能呼风唤雨 下雨了 真的下雨 抽取凡人生机 凝聚成雨落下 以他人性命缩短为代价 只为了给这个楚寒臂装逼 时空管理局守则首要一点 如遇要挟 人人诛之 脚下一动 道道林里 透过土地 强势地渗透到林郑的运转之中 而后他扭转林阵 将范围骤然缩小在了吴氏和楚灵轩站立的方寸之地 一家子虎抱豺狼 没有一个好东西 既然敢动用邪术 那你们就自产自消去吧 吴氏和楚灵轩得意洋洋地沐浴在甘霖之中 忽然 他们脚下一软 只觉得有什么东西 在快速地吸收他们的生命力 他们想要呼救 却发现身体无力 连嘴都张不开了 你们快看 快看哪 楚寒必意识到不对 正要停下林郑的运转 却不想下一刻 林郑轰然破碎 全部的力量顺着他的经脉倒灌回来 一口血涌上猴头 他死死地克制住 脸颊鼓了鼓 硬生生地将那口血咽了回去 东玄帝 甘霖结束 本尊要去找穆语英 就先失陪了 尊哲 那你的母亲和妹妹 他们两个服用了仙药 肉体反胎守不住 过两天就好了 不用理会 告辞 干了坏事就想跑 哪里有这样的便宜 他握起长鞭 卷起那颗光芒 越来越刺眼的胶珠 对着楚寒必的背影 直直地扔了过去 楚寒必 别忘了带上你的东西 楚寒必心中一喜 转身接住胶珠 却不料 胶珠滚烫犹如火球 烫得他猛地呲了呲牙 差点惨叫出声 下一刻 轰 一到巨响之后 火光冲天而起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进军上前 查看尊者的情况 是 出千里 对本尊不敬 必遭天谦 我也告诫你一句 莫装逼 装逼遭雷劈 简寿员十年 滋味如何 是 什么意思 你慢慢就明白了 不是 楚灵轩 你们两个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皇上赎罪 臣妇 带下去 仗则二十 暂且扣押 待春猎结束回京之后 再做处置 是 啊 皇上恕罪 今天的篝火焰 就到这里吧 进军防守 其他人各自回去休息 不可随意走动 是 千里 你的脸色不是很好 回去歇着吧 等休息好了 朕有些话要问你 是 皇上 他今天耗费的灵力 实在是太多了 此时经脉 都有些疼了 那个大坏蛋 大坏蛋 糟雷劈 天空中 一名老者 正在快速飞掠 突然身形停滞 悬浮在半空 凤凰崽子 有人 敢欺负我凤族有宅 空中 隐藏了自己的楚寒臂 见皇帝等人走了 林芒洒出了一把药粉 将外面的禁军迷晕 而后 努力地翻个身 想要从坑里爬出来 眼看着就要爬出坑 却不料 一道闪电皮来 直直地落在了他的头顶 娘亲没事 吃点东西补补就好 娘亲 你想吃什么 伸把这就给你做 吃云参 炖子毛鸡 子毛鸡不是飞走了吗 我还没尝过味道 他敢跑 走 带你们深夜也吹去 哦对了 别忘记叫上表哥和萧公子 子毛鸡 让你累我娘亲 打死你 哼 你敢打我 看我不吃了你 娘亲 这个子毛鸡好坏 他故意叫坏 想要引人来 托上他 我们去后山 嗯 娘亲 你先坐着喝茶 申保马上给你炖鸡吃 嗯 好 你们等着 等主人来了 一个个把你们炼成人干 你在说什么呀 听不懂啊 神干知道吗 害怕就赶紧放开本鹰 啊 他肯定在骂我 拿剑干什么 哼 我说对了 子毛鸡鸡动得脸都红了 木女鹰瞪大了眼睛 整个趴在了地上 恐惧的瑟瑟发抖 嗯 他这是嘲笑我 说他躺着不动 我都杀不了他 子毛鸡 你等着 嗯 不 不是啊 别气 我来帮你杀 嗯嗯 阿楚叔叔 我们快一点 娘亲饿了 好 我可以当坐鸡 坐牛坐马都可以 啊 大佬 你看我还有没有机会 下辈子再做选手 记得学好凡尘节的通用语 哇 这萝卜是红皮儿的呀 吃着解不解渴 萧叔叔你试试 我也不知道 紧知 你也解解渴 这是萝卜 那 那 难道这是 舅舅 萧叔叔 这个是不是不解渴 生吧 这个是人参啊 哦 阿丑叔叔说过 是云参是补气养血的 肯定不解渴 那你们试试这个 这个冰冰凉凉 应该还可以 深宝 萧叔叔觉得 那边的小溪就已经挤好了 小军夜 小溪水难道不解渴吗 你还想从深宝手里要萝卜 你配吗 你不配 你只配喝凉水 萧叔叔 你要是觉得这个不行 我还有其他 深宝 你去猪子毛鸡吧 萧叔叔那边没事的 哦 大人的世界好难懂哦 半个时辰之后 阵阵浓郁的香味 飘散了出来 啊 娘亲 你醒了 鸡炖好了 那我们开吃 楚清瑜喝了口鸡汤 然后夹起鸡腿 吃了起来 肉质软烂 味道鲜香 再配上吃匀参 独有的香气 吃一口下去 暖意融融 灵力都在不住地往上攀升 哇 真不愧是懂旋律的鸡啊 这个味道绝了 嗯嗯 好吃 娘亲多吃点 对了 给你舅爷爷流出来了吗 嗯嗯 已经让阿丑叔叔帮忙流了 待会儿放到娘亲那里 好 萧君一吃了一块鸡肋骨 随即脸色变红 整个人变得滚烫 体内仿佛有股火在断烧 随之而来的 便是内力的上涨 啊 鸡 鸡汁 苏锦汁咽下了口中鲜美的鸡肉 然后将一大口鸡汤灌了下去 迅速上涨的内力 让他经脉长得生疼 可他心中却极为开心 千里妹妹和申宝 有太多太多的秘密 快吃 半个时辰之后 苏锦汁和萧君一 躺在地上沉沉地睡着 浑身通红 烫得冒烟 衣衫都已经被汗水湿透 好饱啊 这会儿 他体内的灵力不仅全部恢复 还硬生生地往上窜了一劫 进击到了临时四瓶 娘亲 神宝喜欢吃紫毛鸡 嗯 娘亲也喜欢 楚千里咽了下口水 心中突然对凤玄渡说的忠欲 提起了兴趣 会练旋力的动物如此美味 关键是还会长灵力 它怎么也要过去挨着尝一尝啊 娘亲 那我们去 嗯 等娘亲解决了那些渣渣 咱们就出发 哼 太好了 哇 抓紫毛鸡喽 抓几只 抓五只 抓着了 嘎 嘎 嗯 睡着了 那接不了 嘎 嘎 嘎 一名老者 隐溢在云层之中 看着小西前空地上的情形 双手捂住嘴巴 憋笑 憋得满脸通红 时隔三百年七个月 零三天十一个时辰 他们凤族 终于迎来了新的小崽崽啊 对了 它该怎么出现 才能让小崽崽 第一面 就对它产生最大的好感呢 要不要 去把忠欲的那几只青卵鸟 给抓来当见面礼呢 那紫毛鸡 瞧着闪就不健康 凤族的小崽崽 要吃就吃最好的 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们 大长老真的追过来了 还躲在云层里头看 这可真是 应该不会吧 修行者来到凡尘 实力要受到压制 很少有人可以欲空而行 我总觉得那片云 有点不顺眼 云层中的老者 收到了她的警示 连忙隐匿身形 向更高空飞去 这未来的尊主夫人 感知里到底有多敏锐 这会儿又顺眼了 也许是她刚刚形状不好看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睡觉吧 嗯 好吧 尊者 您没事吧 孙玉芝 是 尊者 您终于醒了 担心死奴家我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啊 尊者晕倒了 是奴家把您带回来的 我晕倒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仔细说说 尊者 都怪那个楚千里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 恶毒手段 这才弄坏了 尊者的法宝 雷霆披下之后 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啊 当时天色有点阴沉 大雷也不是什么怪事 如今京城之中 可有什么 了不得的人物出现 最近风头最大的 就要数楚千里了 一个贱臂 不足挂齿 昨天我只是 不愿意和他计较罢了 今后 是 尊者实力无敌 自然不会把一个 小小的女子 看在眼里 除了他 就是天轩楼的楼主了 一个小小楼主 能有什么背景 尊者说的是 我母亲和楚灵轩呢 他们被皇上禁足了 禁足 是 刚刚见识了 本尊的威能 东轩帝 竟然还敢苛待我的亲人 岂有此理 尊者有所不知 那皇帝如今极为看重楚千里 而且 那剑臂也不知从何处找到紫玄身 和白玉雪生等一系列的珍宝 全部送给皇帝一座讨好 皇帝自然偏帮着他 你最近献上去的那些美人 质量越来越差 我师尊很是不满意 尊者 奴家真的是尽力了 你也知道 京城之中律法森严 一些个女子失踪之后 亲人们都是要找的 所以 不敢搭张旗鼓的 废物 那些凡人不过是楼椅罢了 能够被献上去 让我师尊享用 那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是 是 如今 师尊觉得普通女子太过庸俗 血脉也低渐 所以 她需要那些官家小姐们 尊者 那楚千离不是顶好的人选吗 顿出身 她是相府嫡女 论容貌 更不必说了 整个东悬找不出 比她更加出彩的 楚千离 的确不错 奴家一定竭尽全力地协助 您抓住楚千离 只是 奴家也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可否 劳烦尊者禀告给老祖 你说 等老祖享用完楚千离 他那张美人皮生了也是浪费 不知可否 换给奴家 你的脸毁了 还不是楚千离搞的鬼 那个贱人 师尊给你的奖励 醒了 阿丑 我发现 你不看脸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是很帅的 看脸呢 呃 你听话 快 怎么不看 他果真还是嫌弃自己 啊 别生气啊 等以后我实力强了 肯定能帮你把脸撤好的 好不好 若是我一直这样瞅着 你就嫌弃我了吗 那也不能 毕竟是长期饭票加座椅呢 嗯 我们去瞧瞧 高公公 这是 奴才 见过大小姐 公公不必多礼 这些个不长眼的奴才 收了不该收的银子 办了不该办的差事 奴才正想着 该将他们火烧 还是油烹 不该办的差事 可不嘛 把吴夫人和楚家二小姐 放入春丽的队伍 惹了大小姐烦心 别说皇上了 老奴都不能饶过了他们 高公公 不知道皇上这伙可有空 我想前去觐见 大小姐想要面圣 皇上自然有空 老奴这就去回禀 都在这里好生跪着 跪不死 不虚其类 你来做什么 楚千里印 你蛊惑着皇上 惩处自己的嫡母和亲妹妹 伤他们如今被扣押住 可真是够冷血无情的 你见过楚寒碧了 那样的仙人 我可没有服气面见 是吗 滚开 不许你碰千里 苏锦芝 我好歹是你的大伯母 堂堂的将军夫人 你怎敢这般对我不敬 让你滚 你 好 你给我等着 千里 你别理会他 和他站在同一片地方 我都觉得脏了自己的脚底 表哥 这两日 你怕是要受些委屈了 千里 你刚才说的委屈是 他握住苏锦芝的手 直接运转灵力 逼迫过去 片刻之后 一只暗红色的蛊虫 被他用灵力逼了出来 势心骨 被人炼制过 可无声无息进入血脉 威力更强 孙氏 他分了素家还不够 如今 还想要我的命 他顶多算是个帮凶 真真让人恶心的 还是他背后站着的人 表哥 我给你一颗药丸 你服用下去 身体会出现 埋下势心骨的症状 孙氏那边 也不会发现异常 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如何 好 表哥 修行之路 你觉得如何 千里妹妹 我不知道自己的资质如何 但我会拼尽全力 别管吃多少苦 受多少难 我都会坚定地 跟在你的身边 我明白了 那表哥你做好准备 修行之路历来残酷 为了你今后走得更远 我不知起来 你怕是会吃很多苦头的 我不怕受苦 千里妹妹尽管安排 嗯 很快 苏锦之便因为身体不适 请了太医 太医看了半晌之后 并没有诊断出有什么问题 只让静养 尊者给的蛊虫 怎么可能让凡人发现 苏锦之 苏义 你们都乖乖地当丑马吧 帮我彻底控制住楚千里 扒了他那身美人皮 娘亲 娘亲 我们明天就能回去见舅爷爷了吗 嗯 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圣宝 那天我们吃剩下的紫毛鸡骨头还有吗 都被萧叔叔收藏了 紫毛鸡肉 也除了给舅爷爷留的那份 其他的没有了 那鸡毛呢 舅舅那里有 拿出两个来 咱们让到孙玉芝的营唱面前去 趁他便要他命 才是正经 沐宇英 沐宇英被抓了 紫毛鸡味道好极了 吃 吃了 不可能 那可是修饰高阶的紫毛 呸 沐宇英啊 谁抓到了 不是小心讨好 争取收服了当自己的做己 不行 他要快点行动 抢夺楚千里手中的东西 将他带回去 献给师尊 有了他这样高等的货品 师尊应该不会计较 他弄丢沐宇英的事情 孙氏 孙者 奴家在呢 您有什么吩咐 给三皇子殿下送信 是 春烈结束 帝王拔营回宫 在众多护卫的保护下 浩浩荡荡地 向金城方向而去 就在这时 一阵密集的翅膀 煽动声传来 准备干活了 蜜蜂 不 不是 那是吃药毒风 爹地 娘亲 护驾 护驾 皇上 皇上 奴才能够侍奉多年 已是万死无憾了 待会儿 奴才趴在毒风上 您踩着奴才的身体 跑出去 高临 皇上 来不及了 您快 仙人 是仙人来了 太好了 包养尊者 请您救命啊 妖女生 栽火将 董玄帝 你可知错 战何错之妖 你纵容妖女 惩戒了本尊的秦卷 因此得罪了上天 才会降下惩罚 让京城无辜百姓 跟着手累 妖女 以所指何人 楚千里 本以为楚寒碧会冲着我们来 没想到 他连普通的百姓都不放过 这个渣子 阿丑 帮我照顾好身吧 我去去就回 天叔 天玄 守好小公子 我陪你 你的伤 阿丑 不是不能动用玄力吗 出事之后 你会救我不是吗 撑不住了 就吃一颗 好 下一颗 两道剑光挥出 气势如虹 硬生生地 在漫天飞舞的吃妖毒蜂群中 展出一条道路 吃妖毒蜂 纷纷停下了动作 似乎收到了震慑一般 只飞舞着 不敢再伤人 楚寒碧 你该死 妖女 就是因为你 才有了今日 毒蜂横行的灾祸 快快束手就擒 让本尊将你带回 净化你身上的妖气 还天下太平 我出身楚家 和你同根同源 若我是妖女 那么你是什么东西 你的生母苏青雅一介凡人 卑贱之躯 苏家枉造杀你 导致心魔丛生 如今你是妖女之体 你出身苏家 根本不配为我楚家之人 笑话 苏家战功累累 谁人不知 你竟敢说苏家出妖孽 不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证明给天下人看 妖孽苏锦之 速速出来受死 哼 马车中 苏锦之竟然直接滚落了下来 周身的气息 也越来越癫狂 而后 猛地抬头 发出一声恐怖嘀吼 区区凡人 一只小小的蛊虫 就可以控制了 哼 少年身将 立下赫赫 战功又如何 还不是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凡人 就是命贱 东玄帝 你看到了吧 苏锦之和苏义 早已经因为杀戮过多而入魔 不是正常人了 楚千离和他们一样 这些时日 京城之中之所以异象不断 就是上天示警 可东玄帝 你却一再不听 更是私心包庇这个妖女 所以 才有了今日的祸事 尊者 求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有何远去 尊者 我的夫君 乃是堂堂的大将军苏敏 也就是 苏义的大哥 苏锦之的亲大伯 可是 他却被这两人 连手害死了 孙氏 你说苏义害死了他大哥 可有凭据 苏义身为亲兄弟 却一直嫉妒兄长 更有领兵才能 明里和善 私下令 却是白斑散尽 当时我的父亲苏敏领兵 背后可是苏义在后方压阵 这么好断断的 他正死在了战场上呢 住 住口 妖妮 今日有村者在 我就要揭穿你们的真面目 你 当年 大舅舅出事 你好不犹豫地分了苏家 卷走了苏家三分之二的家财 这些年 你荒唐行事 不知道招惹了多少男人 如今 你是以什么身份 什么资格 在这里指责我舅舅和表哥 我当初若不是分家 早就被苏义和苏锦芝 撮磨死了 而且 苏义贪图我的美色 居然 对我这大嫂运行不轨之事 我当然要分家了 苏锦芝眼底被怒火染透 层层内力被激发 周身气息一挡 一股冲天的沙蚁 蓬勃而出 刹那之间 冲破了要力的禁骨 直直向着孙玉芝而去 我不许你 诬蔑我父亲的名声 啊 尊者救我 这妖孽八疯了 又杀人灭口啊 楚汉必猛地抬手 运转旋力 直接对着苏锦芝拍了过去 一掌狠狠地 打在了苏锦芝身上 苏锦芝重重地落地 哭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鲜血 妖孽 本尊在此 岂容你敢放肆 我苏锦芝 乃苏裔之子 苏家儿郎 生来丁天立地 抚养无愧 不是妖女 千里 乃是我姑姑唯一的女儿 是我苏家 永远的大小姐 不是妖女 现在 还不是时候 死到临头还不承认 既如此 我今日就打死你 把你抽筋扒皮 挂在城墙上 不时三日 让大家好好的看清楚 苏家 满门上下 根本没有一个好东西 凤玄徒没心一咒 正准备出手救人 却被楚千里握住了手腕 等等 你准备利用楚寒碧 帮苏公子脆体 嗯 何必招楚寒碧 天书和天玄一样可以 修炼意图 总来都是不进则退 逆天而行 表哥脆体退凡 是他跨入修行者的第一步 生死危急的经历 才是他最需要的 他今日越是凶险 才越是能够激发 他的全部潜力 苏锦芝 再次重重落地 这一次 他的手臂脱臼 肋骨折断 木羽鹰肉储存的力量 被消化得越来越快 不断地修复着 他体内的损伤 苏锦芝忍痛 将手按在地上 猛地一个用力 直接将手臂复位 苏锦芝 你父亲武功被废 双腿残疾 你被挖了丹田 毁去了经脉 成为两个废物 全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废物 就应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死去 不要再来活人面前讨嫌 我再废物 也行得正做得断 没有像你一样 踏上邪路 走得正有什么用 关键还是要可能走多远 今日 你必定死无全尸 不仅仅是你 还有你父亲那个残废 出千离那个妖女 以及他身边那个野种 通通要死 今日 我若不死 必定杀你 苏锦芝 楚千离 少说废话 你们两个妖女 快快受死 他再次运起旋力 激发赤妖毒蜂身上的凶行 他要利用百姓人心 逼死苏家人 楚寒碧 你敢 啊 这些赤妖毒蜂 为什么又开始战燃了 楚千离以剑为笔 纵横的剑气带着灵力 快速的凌空勾勒 安抚灵阵的雏形 原来不是有修行者隐藏在暗处 至始至终 都是楚千离在耍他 这个该死的贱人 楚千离在指挥赤妖毒蜂 大家快些其心 将他打落下来 楚千离 贱人 你死到临头还不服住 竟然还敢指挥毒蜂害人 罪该万死 该死的妖女 快住手 凤玄渡 彻底地冷下了眼眸 旋力运转 手中长剑 化成道道残影 斩断了描向楚千离的所有攻击 灵阵逐渐成形 逐渐里脸色苍白 一双黑眸 却是坚毅无比 安抚灵阵 激活 一道无声的灵纹荡漾开来 陷入疯狂的赤妖毒蜂 渐渐平静 体内楚寒陛下的药被灵力驱散 最后 蜜蜂们渐渐围绕成了灵阵的图案 仙女姐姐 楚大小姐在救我们呢 她不是妖女 她在救我们 对 楚大小姐不是妖女 宿嫁世代重粮 不可能会害我们 朕的选择 果然没有错 修行者 楚寒闭眼底 闪过浓浓的不敢置信 她拿出一大包药粉 猛地对着天上 刚刚安定的风群 洒了过去 吃药毒蜂 给我折死所有人 风群再次暴力不安起来 楚千离健壮 骤然加大了灵力的输出 强势地再次稳住风群 楚寒闭眼底 闪过一抹浓稠的恶意 趁机 狠狠地一掌 就要对着控制灵阵的 楚千离拍去 千离 苏锦之目自欲裂 竭尽全力地飞扑上前 一把抱住了楚寒闭的腰身 将他拉扯到地上 表哥 楚寒闭动作受阻 对着苏锦之的后心拍了下去 苏锦之窥然不动 鼓鼓鲜血 从口中喷涌而出 哪怕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 依旧死死地没有松手 几只 楚千离终于将风群彻底稳住 楚寒闭 这一剑带着滔天的怒气 楚寒闭猛地瞪大眼睛 会死 他毫不犹豫地捏碎了师尊 留给他保命的御剑 楚千离的长剑趁机斩下 其间斩断了楚寒闭的手臂 表哥 暴首元神 运转旋力 将他镇压住 你就成功了 片刻之后 一抹旋力 骤然在苏锦芝周身营绕而起 快速地修复着他体内的损伤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耗尽旋力打出去的一掌 竟然帮助原本是废物的苏锦芝 踏入了修行者的行列 我可去你妈的 苏锦芝怎么配 不好 套 快点套 想着 他直接催动孙玉之体内的弑心骨 孙玉之眼底 闪过一抹力光 看楚千离没有注意到他 猛地拔出头上的簪子 对着他的后背 撕了过去 眼看着簪子 就要刺入楚千离的后背 却不想下一刻 一把长剑 凌空飞旋而来 犹如切豆腐一般 直接斩断了 他拿着玉簪的手腕 阿宠 先别杀他 与此同时 一道爆炸声响起 守着楚寒碧的禁军们 被炸翻在地 而楚寒碧 已经消失在原地 不见了踪迹 算他今日命大 千离 辛苦了 皇上 吃腰毒蜂 之所以会无故攻击人 是受了楚寒碧药粉的控制 如今已经恢复清醒 不会再伤人了 千离 你和锦芝 与这位楼主阁下 护卫了朕和诸位大臣 以及京城众多百姓 当即一大功啊 功劳就不必了 只要大家明白 苏甲和我楚千离 从来不是妖孽就好 朕自然信你 楚大小姐 我们 我们刚才 大小姐 是我们错了 楚千离抬眸 看到几名受伤严重的孩童之时 目光微微颤了颤 他抬手掐起指掘 一道道玄秘灵文再现 在他周身环绕 凡尘之气 再次开始分解 他纵身而起 飞跃于安抚临阵之上 以自身为影 将转化过来的灵力 再次注入安抚临阵 临阵以楚千离为中心 骤然放大 将下方所有的人 笼罩其中 而后 丝丝细雨飘散 落在众人身上 啊 不疼了 我也好了 我被独风知道的地方 已经全然好了 嗯 不愧是我的女人 皇上 独风已经驱除 我现在想尽快入城 看一看我舅舅 应该的 另外 我要带走一人处置 啊 天哪 那怎么可能是活人的血 咦 那血的味道好臭啊 该不会 他才是妖孽 我早就怀疑我大舅舅的死 和二舅舅表哥的受伤 都极为不寻常 如今他开口污蔑 还道出一些当年的细节 我要好好拷问于他 好 人交给你了 另外 朕给你先斩后奏之权 多谢皇上 楚 楚千里 你要干什么 千里 有 有话好好说呀 天叔 拖着这个孙玉枝 回苏家 是 三皇子殿下 光临寒舍 有何贵干 苏义 你的儿子苏锦之 和外甥女 楚千里乃是妖女 如今 已被道阳尊者就地正法 现在轮到你认罪了 妖孽 苏锦之 是我苏家儿郎 少年三将之名 还立在那里 你说他是妖孽 你看看边境战事 边城百姓们 答不答应 人会变的 人是会变 但我苏家人的初心 永不更改 那楚千里呢 他不是苏家人 而且自他回到京城 发生的 装装件件的事情 无一不透着 一股邪义之气 云青贵 我们家千里 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都是拜你所赐吗 旁人可以指责千里 唯独你 不配 所以你直呼本皇子的性命 对我不仅 乃是重罪 今日本皇子定要杀你 云青贵 你可知道 我为何残疾多年 却平安活到了现在 皇家不愿意和你计较 不 是你们不敢杀我 苏义死 苏家王 东玄的战神将轰然倒塌 外面 西川和北梁忽视眈眈 更有蛮族不停试探 你要想清楚 不是我苏家需要东玄 而是你东玄 需要我们苏家 苏义 你不过是一个残匪罢了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今日我定然要帮东玄 除掉妖女 铲平素家 来人 动手 拿下苏义 苏义做好了拼杀的准备 正要奋而起身 却不料下一刻 一道道翠绿的藤蔓 冲天而起 藤蔓上长出粉色的花朵 花朵瞬间绽放 清幽的香气四散 扑通 扑通 三皇子带来的那些护卫 刹那之间尽数倒地 小 小粉 藤蔓似乎感受到了苏义惊惧的情绪 抽出一根最粗的枝条上前 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轮椅 而后趾高气昂地 卷住三皇子带来的护卫 将他们拉到了根部 向着土里埋去 小粉 你埋颠倒了 埋人的时候不能头冲下 脚冲上 藤蔓动作微顿 拖着人转了个方向 嗯 对 这样就很好 小粉 等等啊 那个人是 萧公子 萧粉听不懂苏义的话 还以为他喜欢那个人 直接在靠近苏义的地方 挖了个坑 将提前入城赶过来帮忙的萧军义 埋在了他的脚下 苏 苏大人 萧公子 对不住了 我没事 还要多谢大人提醒 我才没有被倒栽充满到土里 不错了 主千里带着人赶过来 正看到云青龟 慌张向外逃走的身影 云青龟 妖女 妖女 舅舅 你没事吧 他刚走了没两步 便看到了山田边 被埋得只剩下头的一群护卫 嗯 是 这画面 实在是有点 触目惊心 千里 你没事 太好了 舅舅放心 我和表哥都平安 嗯 那就好 千里 你快来帮忙 萧公子 被小粉误伤了 山宝 快来 小粉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萧叔叔 你别怕 我现在救救你 山宝 拔不动就算了 萧叔叔 你放心 我有力气 萧叔叔是觉得 自己有点不行 萧叔叔 男子汉 不能说不行 一刻钟之后 萧君义 终于被身保 努力地拔了出来 他慢慢地站起身 一手扶着脖子 一边努力地吸气 萧公子 你没事吧 唉 苏大人不用担心 我没事 就是突然之间 觉得神经技术 定然是这脖子长了 可以呼吸到更上方的纯净气息 舅舅 这个人怎么处置 朱县礼 你没有死 不劳挂念 我活得开开心心 安稳无比 只是 你可就不一定了 你 千里 三皇子殿下 迷路到了苏家 身为东宣自民 我们好好地将他送回去 三皇子殿下 迷路到苏家之前 被人不小心刺伤了 你苏儿回去的时候 注意一些 舅舅 苏以 你说这话 是暗示让朱千里伤我 你们可想好了 我是皇子 你对我动手 便是大不敬之罪 你为皇子 苏家为臣民 可我除了是臣民以外 还是千里的舅舅 你苛大于他 忘恩负义 若是轻易饶过你 我心难安 苏以 你敢 出尘力 我杀了你 舅舅 你出尘了三皇子的时候 他可是这边肩膀受伤 人年纪大了 记忆力有些不好 也许是两边肩膀都有伤 那简单 楚千里 苏以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是皇子 我是当朝的三皇子 以前的楚千里在意的 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身份 现在的楚千里 连你这个人都不在意了 你还能算是个什么东西 楚千里 你 闭上你的嘴 我还有个人要处理 待会儿 一并送你们去该去的地方 天旋闻言 一拳垂晕了云青龟 大小姐 这样人就老实了 天书立刻拖着孙玉芝上前 一把将她扔在了地上 孙氏 她这是 苏以 二弟 我是你大嫂啊 我 我 这是怎么了 蛊虫反噬 楚千里眉心紧重 向前运起凌厉 对着孙玉芝的心口 拍了过去 孙玉芝不住的干呕 突然一口污血吐了出来 里面藏匿着一只肥胖的黑色蛊虫 小粉 你敢吃 我就不理你了 千里 这是 是心骨 一种比较罕见的 可以控制人 也可以杀人的蛊虫 孙玉芝体内的这只 养得这样肥 至少应该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至少二十年 岂不是说 她嫁入宿家的时候 身体内极有可能 已经被种下了蛊虫 不错 按道理来说 二十年血脉养成的蛊虫 早已经和宿主融为一体 成为了互相共生的关系 孙玉芝死了 那只蛊虫也活不成 趋利避害之下 蛊虫不可能自己发动 现在杀孙玉芝还有什么用 杀人 大概是为了灭口 二弟 我总是有错 可是苏敏在身世 我没有一点对不住她 二弟 静致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那么对你们 我该死 二弟 你不要忘了 当年我夫君苏敏 就是因为你救助不及时才死的 二弟 你劝劝千里 少顾我吧 大舅母啊 你说你是有多大的心 才敢佩戴着我生母的东西 到我面前来寻求原谅 那 二弟 那是妹妹活着的时候 送给我的 胡说 我 舅舅 你之前典当的玉佩 能够被她拿在手中 难道还猜不到其中关节 孙家 乃是商骨起家 暗地里 不知道掌握着多少的铺面和商路 典当行 便是其中之一 典当行 难道说 是丞相府的无事 典当了妹妹的东西 然后 又被她拿到了手中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仔细审问一下就知道了 楚清离说完 手指微动 一抹灵力浮现 只觉一掐 被她弹入孙玉芝的眉心之中 控制了孙玉芝的心神 你自己说 三子 怎么来的 灵力入脑 孙玉芝整个人愣愣正正 三子 那是我应得的 我帮了吴氏那么多 她答应了 要把苏清雅的东西分给我 你帮吴氏做了什么 吴氏早就盯上了楚燕青 可楚燕青有了正妻苏清雅 不能停妻再娶 那么 就要先将苏清雅 除去了 你说什么 下药 用毒 毁了苏清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夺了她十里红装的陪价 一剑三调 苏家的家产都是我的 凭什么给一个外嫁女 所以 该死 都该死 孙玉芝 你害死了清雅 害死了我的亲妹妹 不错 是我 苏敏那个粗人 一心只知道行军打仗 犹如一个木头 不见风情 她却要时刻照顾着你 照顾着苏清雅 唯独将我视作无误 老娘凭什么伺候着你们上上下下 你若是不愿意 当初为何千方百计的 嫁给我大哥 哼 自然是因为 我有了身孕 你说什么 当初未出阁的时候没有经验 和男人玩的时候不小心 突然怀上了孩子 可是我又不甘心随便凑合着嫁了 自然要找个老实人接盘了 所以 当初你设计最久 和我大哥有了继父之心 然后又谎称有孕 对我大哥逼婚 不错 她到死都不知道 其实那天 什么都没有发生 初千里眉心已皱 输入到孙玉芝脑海的灵力被震散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孙玉芝 我从来不对妇孕 我从来不对妇孕动手 可是你 该死 不 苏伊 我是你大嫂啊 住口 你不配 舅舅 这样的一个女人 不配脏了你的手 千里 千里 苏伊想着 身形猛的一晃 一口鲜血 猛的从口中吐了出来 而后 缓缓的向一旁倒了下去 怒火攻心 一时承受不住打击 表哥 你先带着舅舅回去休息 这里交给我 千里 我今日 一定要诛杀这个毒妇 表哥 你可信我 千里 是他 是他毁了他们 千里 是他 是他毁了他们 是他毁了整个苏家 所以 死 太过便宜他了 千里 丧心 我会让他明白 作孽者 自有天手 若老天不熟 我亲手送他下地狱 祝父 他不 姑姑 你 楚千里 你可不要乱来 孙玉芝的记忆 一道道传入他的脑海 强烈的痛楚和压力 让他脸色猛得一白 唇角 有一抹血迹溢出 倦克林阵 强行读取他人记忆 对于修行者 是有为天和之举 他必然要承受反噬 但在知道了孙玉芝的 所作所为之后 他只恨 没有早点读取 千里 没事 孙玉芝 我不仅不会杀你 等下 还会帮你疗伤 我会让你活着 如此才能让你用余生 去赎清罪孽 一个小小的女子 一个不算强盛的孙甲 一边联络着三皇子 一边和相府勾连 帮着楚寒碧 做了数不尽的阿扎事 罪孽 简直庆竹难输 他要让这些人 一一付出代价 我 我有什么罪 神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不过是为了自己 为了孙家都成谋了一些 是那些个蠢货 一个个碰上来了 被利用了 关我何事 天叔 现在便去孙家 在东南侧假山后 有一方暗门 暗门中 藏着一些账册和单子 那里面 是孙家的所有秘密和证据 带回来 小心些 是 属下这就去 大小姐 属下能做什么 我要送孙玉芝 回孙家 找一面铜锣 随着我出去 一路上 好好地给他 引一引人气 是 你也跟上 楚千里 你是自己跟着 还是让我用长篇 拖你出去 楚千里 你真的不讲 丝毫情勉了吗 碎话少说 给我走 匡 一道罗生 响彻天地 刹那间 传遍了整座京城 这楚大小姐 怎么把孙玉芝又带出来了 孙世才是妖女 我们皆是亲眼所见 大小姐肯定要诛杀妖女了 宇芝 我的女儿 来人 快救下小姐 是 楚千里 冷眼望着 手中的长鞭 猛地挥了过去 你是 楚千里 是 好啊 一个小小的晚辈 却对自己的大舅母不敬 这就是苏清雅生的好女儿 你不配提我母亲 哈哈哈哈 母亲 你来得真好啊 瞧瞧 周围这么些个身量绒 冒结不错的男子 女儿让你先跳 野账 你胡说什么 母亲放什么火啊 你若是喜欢 都拿去 女儿还能跟你争 哼 孙世是妖女 孙家也是 上上下下 蛇蜀一窝 耶 太恶心了 竹口 宇知 你真是一正犯了 来人 快来人 把他带回去 请大夫 好生的医治 楚千里 手中的长鞭 再次挥动 楚千里 你这是做什么 我 顾送孙夫人 回府 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孙世乃是我大舅舅的正妻 是我的大舅母 她回一趟苏家不容易 现在要回去了 我送她一程 你 孙夫人 光是走路多无聊啊 我刚回京城不久 很多地方和人都不熟悉 你帮我介绍介绍 好 如何不合 你看看那个 名叫吴昭 别看长得人高马大 可是能耐却小得很 还不如她老子无穷 无招 无穷 父子两人 你都不放过 孙宇芝 你少胡说八道 我胡说什么了 你若是不服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裤子脱了 向大家瞧一瞧 谁不知道 你是个人尽可福的娼妇 你的话 没人相信 与之 你快给我住嘴 她真是不要命了 这样的话 是能放在台面上说的吗 母亲 你怕什么 我说的都是实话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夫人义政发作 你们上前堵了她的嘴 将她拖回去 若是成功了 赏银百两 谁若是再敢迟疑 就按照谋害当家主子处置 等住他们 对大小姐不敬 打死你们这些狗东西 拉住了 扯她腿 多谢诸位乡亲 大小姐 千万别客气 就是 大小姐继续 孙家人敢乱来 先过了我们这关 我就是送孙夫人回去 孙老夫人 您何必紧张呢 这是天子脚下呀 你们怎么敢如此胡闹伤人 我不仅敢胡闹 我还敢翻了这天 孙氏 继续向前走 好 走 前面就是我孙家的店铺了 那边的祥和当铺 那边的顺义赌方 都是我孙家的产业 快去 去请 请三皇子殿下 赌方之中出老千 坑得客人倾家荡产 当铺那边放栗子钱 钱滚钱 利滚利 保证抽干血 拔干皮 孙家可真是厉害呀 这算什么厉害的 这都是明面上的产业 挣不了几个银钱 关键是这赌方和当铺后面的 孙玉芝 你疯了 出钱离 我和你 多少也沾亲呆故 你直接对长辈动手 好生的无礼 孙夫人 怎么不说了 赌方和当铺后面 又是什么呢 背后 自然是无数人输的 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了 夫人少女姿色好的 送入青衣楼橱馆 姿色不好的 签了死器 送入别人的府邸当丫鬟 传递消息 硕士运气好 碰上一些有造化的 孙家还能大赚一笔 孙玉芝 你给我住口 真是想不到 一个小小的孙家 竟然还做贩卖人口的勾当 你眼中 可有朝廷律法 明不举 关不咎 那些卖儿卖女的都不出声 谁来管我孙家 当然了 十个里头 也会有一两个硬骨头 但凭我孙玉芝的人脉 稍微疏通疏通关节 那些硬骨头 就变成了死骨头 彻底地入了土 疏通关节 你是怎么疏通的 送些美人美酒 送些金银玉器 身后 再送上个自己 既得了爽快 又得了利益 多好的买卖 你送的美人 就是还不起银子 将娘子和女儿 抵押给你的吧 不错 那你 可有为那些女子想过 问问他们乐不乐意 到了我的手里啊 那就是个挣钱的物件 谁办事之前 还问问物件的建议呢 毒妇 打死他 打死这个毒妇 你们这些贱民 竟然敢如此对我 等着 我一定要报复你们 我身后有尊者 有老祖 一个个把你们吸成人干 上你们死我葬身之地 尊者 老祖 尊者指的是楚寒碧 这个老祖 他却没有亲眼见过 只知道强大无比 大概率是忠欲的人 那我再问你 你做的这些事情 孙家老夫人 可有参与 当然了 全靠了母亲的教导 我才有了 军师的出息 她可是我的军师 智囊 母女其心 自然无往不利 老夫人 这会儿你再看看 我打你打得冤不冤 完了 这些事情 爆出来 孙家 完了 我不管你什么年纪 也不管你是不是和我 沾亲戴故 我只知道 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你一眼 无别无义 禽兽之道 惩治一家子禽兽 不必在意年龄 更不必讲究道义 大小姐说的是 一家子禽兽不如的东西 楚潜离 你 你肆意妄为 我已经让人取情 三皇子殿下了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三皇子 这不就在你眼前吗 三皇子殿下不顾自己 被孙氏同党所重伤 坚持要陪着我一并上街来 将孙氏的恶行 公之于众 此等正气浩然之举 着实是令人敬佩 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又在谋算什么 恶毒的主意 天哪 真的是三皇子殿下 好恶毒的孙氏 楚潜离 我在呢 三皇子殿下放心 像是孙家这样的毒瘤 我一定将他连根拔起 完了 孙家 是真的完了 三皇子殿下 还有一小段路程 你再坚持坚持 天玄 找人把孙家老夫人抬上 这笔账 还没算完 是 走 接着走 大哥 三弟 三弟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是 楚 三弟 大哥知道了 定是楚大小姐救的你 对不对 楚大小姐真是摘心人厚啊 刚刚在城门口救了父皇 满朝的文武 还有数不清的百姓呢 这边就救下了你 如此心善 父皇胜赞不已 大哥说的是 楚大小姐 父皇听说 三弟擅自离府之后遇刺 心中十分生气 让我来瞧瞧 带他回宫 皇上开口 那么人就交给大皇子了 楚大小姐真是深明大义 我一定会向父皇说明的 还有那位李文举大人 和这孙老夫人 云青归完了 可他身后的庞大党羽还在 能清除一个算一个 大皇子可一并带走 多谢楚大小姐理解 那我就先走了 皇上 千里有礼 都说了 以后不必多礼 高林 此错 皇上 三皇子殿下的伤 朕知道 是刺客所为 还要多谢你和苏义 救了朕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皇上不用客气 父皇 竟然丝毫没有给他 做主的打算 父皇 儿臣身上的伤 就是楚千里亲手刺的 他还胁迫儿臣游戒 让我丢尽了脸面 寻清贵 何必自取其辱呢 放肆 朕自然相信千里 父皇 皇上 我有样东西 想给您瞧瞧 这是 皇上看得不错 这里面装着的 是孙玉芝勾连朝臣 倒卖女子的证据 我粗粗扫过一眼 那些支持孙玉芝的官员中 十个有八个 是支持三皇子殿下的人 官员们最忠心的父皇 你少在这里凭空猜测 无名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轻者自清 我无愧于心 这册子上短短的一行字 记录的 都是一条鲜活的人命 轻者自清 你分明立于血污之中 何来的清白二字 你血口碰人 皇上 三皇子殿下 想要利用孙氏和楚寒碧 可是他不知道 那两人 也不过是将他 当成了可以利用的棋子 楚寒碧身后有一位师尊 那个人要求孙氏和楚寒碧 每个月上购女子十名 你骗人 修行者 要女子何用 哼 你既然知道修行者 那便应该明白 不论何人何物 皆有正邪之分 修行者也不例外 若是无力可图 他凭什么选中你或者楚寒碧 他好心扶平吗 你的意思是楚寒碧的师父 用那些女子的性命来促进修行 是 父皇 楚千里在污蔑而沉 他是隐碍生痕 他在血口碰人 逆子 住口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悔改 父皇 儿身真的是无辜的 高麟 把三皇子拖下去 朕不想再看到他 是 千里 这件事 多亏了有你 皇上 事情远远没有平息 所以 还需多做准备 你是我东玄 唯一的修行者 这件事情 还需要你来拿主意 朕会倾尽全力地帮助你 好 皇上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高麟 奴才在 让暗卫整理仗策 查找缺失女子的名单 另外 审问孙玉芝 调查孙家老少 查抄孙府 所有有牵连的官员 一个都不许放过 是 皇上 你去传旨 明旨恢复苏敏大将军的称号 剥夺孙玉芝的正妻之位 封苏义 护国将军之位 苏锦芝 左领参将 赏白银万两 楚千里 旧家有功 又保护了朝臣 和无数百姓 封郡主之位 享有灭军不败之权 另外 赐金银诸玉石香 是 奴才记下了 立刻让人去拟址 阿丑 你怎么了 我还好 你之前 送了不少旋律给我 是不是因此 旧局复发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 胸口闷闷的 好像没什么大碍啊 我没事 难道是我医术 还不够精通 阿丑 这两天 先观察观察 我再好好研究一下 他肯定得 治好自己的长期饭票 加座椅 好 麻烦你了 自家人 别客气 阿丑叔叔 要不申宝 给你煮点 调养身体的药吧 煮药 不用麻烦申宝了 另外 阿丑叔叔 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也有些 人参经 口水过敏 啊 那太可惜了 嗯 是可惜 阿丑什么时候知道了 申宝喜欢 无私奉献自己的习惯了 呃 申宝 以后机会有的是 你一定能遇到不过敏的 哎哟 救命啊 哎呀 有没有人能救救老头子 娘亲 门口有位老爷爷 摔倒在了台阶上 说饿得走不动路了 可我看 他像是个碰瓷的 何以见得 他说饿 但是脸色红红的 而且也不瘦 最关键的是 老爷爷的头发 又黑又亮的 一看就不饿 大长老终于来了呀 天书天玄 把人带进来 是 大长老 您老人家 可一定要稳住局面呢 好黑呀 嗯 真黑呀 关键是还挺飘逸 对吧 对吧 老爷爷的头发 真的是好极了 还好还好 我不是秃头小仙女 大长老这头发 其实 哎呀 多谢好心的小公子收留啊 凤凰崽崽崽啊 哎呦 这小胳膊小腿 胖嘟嘟 大眼睛 真是梦死个人了 娘亲 这个老爷爷 像极了要抓人参金炖汤的变态 老伯 不知道您来苏家 有何会干 哎呀 这未来尊主夫人 长得鼻子是鼻子 眼是眼的 真好看 小姑娘 哎呦 我实在是恶的 走不动路了 不知道 能不能让我戒住两天啊 你这 但凡你装得像一点 我也能装装傻 你这一头飘逸黑发 中气十足的 实在是不像恶的 见笑了 哎呀 饿了他 娘亲 老爷爷都恶秃了 应该不是胖词的 嗯 若只是讨一碗饭 也不是不能给 那神宝 去给爷爷拿点吃的 嗯 老爷爷 你好厉害呀 小公子 你以后 也能很厉害的 所以是秃了 也强了吗 神宝不那么厉害 也可以 不厉害也行 小公子香怎么都可以 老爷爷 您吃饱了 神宝给您一些银子 您就走吧 喂 小公子 老头子 无处可去啊 走过那么多路 没有一条路可以回家 看过那么多山 没有一座可以安身啊 那你想怎么样啊 小公子 收留我可不可以啊 啊 老头子学了不少的东西 可以教导小公子的 教我 是啊 小公子 想学什么 老头子都可以教 老爷爷都饿得 吃不上饭了 还能教我什么 支甲发吗 娘亲 拿些银子 给老人家送出去 我不走 老人家 臭小子们 想干什么 那个 公子 尊重靠您了呀 千里 我看这位老者 颇为可怜 不如 你想将人留下 还是看你 嗯 那就留下吧 反正苏家 也不差一口吃的 我送你去房里休息 找个人少的地方解释吧 阿丑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 那位老人 我认识 他家里都叫他凤博 算是我的一位长辈 姓凤 嗯 知道是自己人就行 那我睡一会了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我的 问什么 比如 我姓什么 你叫阿丑 就姓阿呗 你 好了好了 我要睡了 你乖乖去陪申宝吧 我 姓凤 鸣玄杜 你记好了 让小公子 让小公子 漆在我脖子上 肯定没问题的 你们别看我年纪大呀 但是我身子顾好 背着身保小公子 两个时辰都不带喘气的 大长老 在凡尘界 不喘气不行的呀 老人家 您的年纪大了 万一啊 再闪着腰 我没有腰 为了背凤凰崽崽 还要什么腰啊 老人家 主要是身保也不愿意呀 身保小公子 老爷爷 身保喜欢自己走 我牵着你 我们一起散散步 嘿 好 凤凰崽崽崽的小手啊 又嫩又软 还有五个手指头呢 真好看的 公子 大小姐 三皇子府出事了 云青龟 不是被皇上禁足了吗 难道受不了打击自杀了 不是 听说三皇子 被下令毕抚养生之后 十分的愤怒 于是就在府中咒骂泄愤 被不知名的绿色藤腕掉起来 拴在了房梁上 抽了一页 不管小粉的事 小粉就是一株草 草能知道什么呢 草什么都不知道 草都没有脑子 千里传言都说了 是不知名的绿色藤腕 和小粉没有关系 你现在都能去三皇子府了 大坏蛋 该打 身为藤腕 就要守规矩 以后没事 跟着墨峰学一学 任何时候 都不能肆意妄为 更不可无故伤人 大长老 查到戒山那边发生了什么吗 修行者为何会出现在下狱 每当尊主经历涅槃之际 上狱的其他几个家族 都蠢蠢欲动 我之前忙着平稳上狱 对于下狱的事情 并没有关注 之后 收到尊主的传信 就赶过来了 时间太过匆忙 并未调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了解到 天机宗千家的人下来了 天机宗 是 天机宗虽然在中狱 可因为其本身擅长推演天机 在上狱 一世小有名号 旗下设立千机阁 更是收览了无数信徒 我怀疑 他们应该是猜测到了 不分天机 大长老 接下来的时日 保护好神宝 神宝 凤爷爷 抱你进山好不好啊 凤爷爷 山里路难走 神宝骑着大白就可以 骑大白很危险的呀 没关系 神宝已经有很多年骑灵了 大长老 这里是凡尘界 凡尘界不能出现一只凤凰的 山里的朋友 你们好啊 我们好像听到恶霸二人组的声音 把好象去掉 风景扯乎 兄弟们 撤 大小姐 您先坐着休息 奴才能去捕猎 大小姐 您今天想吃烤野鸡 还是烤野兔 奴才刚才还听到狼叫了 吃烤狼腿也不错 罗胜这群人 越来越闹心了 阿丑 我们吃烤寒滩银鱼 好 不过山路崎岖难行 这么多人过去 恐怕不方便 不如我们俩先走 罗胜 你们带着东西慢行 我和阿丑先走 我们无能 竟然只知道 捉野外的鸡和兔子 没想到大小姐热衷的事 谈谈银鱼 身为狗腿子 实在是太失败了 我们一定要努力成为 大小姐最贴心的狗腿子 是 大小姐 奴才们 一定会努力的 好 加油 阿丑 我突然想起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了 那时候你从背影看 真的是个美男子 从正面看就不是了 我当时只看了一眼 少后就没敢再看你正面 哼 想想烤寒滩银鱼 我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美 你最美 嗯 那我要吃五条烤寒滩银鱼 给你烤六条 啊 六条吃不下 不烤了 能吃 六条就六条 好像有些不对劲 哇 这寒潭边 是什么福地不成 时不时的就有美男掉落 不明来历之人 不用管了 阿丑 你看看这个地点 一瞧就不是坏人 最主要的是 这衣着质地 一看就不便宜呢 什么叫一瞧就不是坏人 坏人还能把坏字 写在脸上 我不能死 不是贪恋人间 是有大仇未报 救救我 谁能来救救我 漠然 一道温暖的力量 传遍全身 紧接着 折磨他的剧毒 被压制了下去 阿丑 烤鱼烤鱼 阿丑 赵快点呗 那些人为了套取 北梁皇室的秘密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美人计 仙 仙子姐姐 你醒了 姐姐 我 千离 去那边坐着 我要点火烤鱼了 我觉得这里也不错 没事 我去那边封口也可以 不用 我去 寒烫水凉 你别吹冷风了 你走过去不累吗 没事没事 你乖乖烤鱼 好 阿丑 他刚刚救回来的人 可千万别给呛死了 怎么了 呃 没事 好了千离 过来吃东西 来了 真香 在下端瑶 见过仙子姐姐 你叫端瑶 是 在下姓慕 明端瑶 慕端瑶 嗯 你醒了就好 刚刚的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 以后有机会 一定 以后她要干什么 以身相许 怎么的 以后有机会再说 这是不想给枕金吗 想得挺美 喂 给钱就行 仙子姐姐 嗯 你没听错 给钱就行 我的枕金不算便宜 不过我看弟弟你 成红尺 气质温软 定然是个言而有性之辈 是 姐姐救我 是该给枕金的 只是 我如今身无分文 写签条 想赖账 不不 我写 仙子姐姐 不知道你的枕金是 一万两 黄金 仙子姐姐 我还有事要办 要先离开了 这块玉佩 就当做是信物 姐姐可在一个月后 去东悬金城找我 我一定会偿还姐姐枕金的 你身中剧毒 还会完全解开 你确定要走 是 嗯 好吧 那你走吧 啊 姐姐 你让我走 不是你要走吗 难道后悔了 没有 那我真的走了 难不成还要留你吃饭啊 不 我没有那个意思 现在没人打扰 终于剩下我们两个 我们可以 娘亲 哪里来的小狼 山里狼群朋友们的 我抱过来给娘亲看看 娘亲 你看 小狼可爱吗 可爱 不过 你怎么把这只小狼带出来的 是凤爷爷帮我调解的 凤爷爷说 身为狼群 就是要大气 然后那群狼 就很大气的 把小狼仔给伸宝宝了 凤伯帮忙调解 确定是调解 不是危险 朋友们 过来一起玩啊 别拦着我 我要去弄死他 大哥冷静 咱们打不过 大哥 我们去抱个老大 让老大来收拾恶吧 快去 申宝 他们在说什么呢 声音太小了 听不清 娘亲 他们还抹爪子呢 啊 申宝知道了 抹爪子 代表想狩猎 他们一定是想 给我们送好吃的 娘亲 狼群们喜欢申宝 申宝别动 等着凤爷爷 去给你捉大鱼 凤凰 崽子吃鱼 怎么能吃小的呢 凤爷爷,深宝的鱼不小啊,寒潭水很凉的,爷爷年纪大了,不要下去 不怕不怕,凤凰还有怕冷的,不存在 凤伯,深宝吃的这个不算小了 公子,做人要严谨,就算只小一点都不行,我也要帮深宝抓鱼吃,抓最大的 如此才能成为凤凰仔仔最信任,依赖之人,尊主秀享一只独秀 凤爷爷,你要小心啊 这只小狼仔体内,竟然有旋力 确实如此,只是它体内的旋力极为微薄 像是接触的时间久了,主动沾染上的,它应该去过旋力充沛的地方 旋力充沛 旋力充沛的地方,会不会就是临时所在之地 多亏了,深宝 大长老顶着寒潭水,露出了身形 凤爷爷好厉害 来,深宝,凤爷爷来帮你烤鱼吃了 一群废狼 等着,看我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大鱼不好捉呀 也就是凤爷爷这么厉害的人 才能顺利捉到大鱼 以后深宝要好好跟着爷爷学本领 哼,愚蠢的人类 这么好吃的寒潭鱼鱼 我都演成很久了 就应该供奉给狐狸大王才是 凤爷爷,这些大鱼小的时候也不好捉 为什么 因为打小不好捉 他们才有机会长成大鱼呀 宋爷爷,这就和人参经是一样的道理 要从小学会隐藏自己 所以才有机会长大化形 娘亲说,深宝是最聪明的人参经 嗯,真聪明 我的凤凰仔仔哟 怎么就变成人参经了呢 小狼,别着急 等深宝给大鱼吹凉一点 就和你一起分享 好了,终于吹凉了 深宝脸颊红红的 他正欢欢喜喜地准备去拿烤鱼 却突然觉得眼前白眼一闪 紧接着,烤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哎呀,深宝的烤鱼 哼,敢抢我儿子的烤鱼 活得不耐烦了 等等 那狐狸的速度快得不正常 而且,逃走的时候还带上了那只小狼仔 大白 偷云小贼 深宝要抓住你 走,跟上 怎么回事 山中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厉害的雪雕 臭狐狸,哪里跑 下来呀 人类小崽子 你又本事下来呀 狐狸大王什么毒啊 大白,快下去 人类小崽子,吃了你呀 深宝握紧拳头 对着雪狐的脑袋砸了下去 坏狐狸,偷鱼贼 这个人类小崽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 狐狸大王要还手呢 不好说话的臭狐狸,打死你 小崽子,你死定了 雪狐发现自己的体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以后 身形猛的变大,比身宝还高出了一个脑袋 想不到吧,人类小崽子啊 狐狸大王是四品玄兽可以变大 就问你怕不怕 深宝回过神来 眼睛顿时变得明亮无比 直接冲着雪狐扑过去 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狐狸精 玄兽还能变换身形 四品玄兽相当于大宣誓修为 他的本体很大 只有玄力不支的情况下 才会变成幼崽形态 魅童冰狐完全没有想到 他都变大了 眼前的人类小崽子不仅没有害怕 反倒是捶他捶得更厉害了 他骤然停在原地 幻境玄术再次发动 小崽子,你死定了 为什么玄术不管用啊 凡尘见的人类幼崽 这么可怕的吗 臭狐狸,你认不认输 哎哟,人类幼崽 狐狸大王要动真疙瘩了 魅童冰狐再次鼓动旋力 身形再次变大 你 臭小子怕了吧 今天狐狸大王要把你动成冰块 娘亲 神宝想给你做青年生炖狐狸 一股寒意骤然笼罩而下 楚千离抽出长鞭 对着魅童冰狐猛地甩了过去 你别跑啊 秦延伸已经准备好了 就差大狐狸了 会变大的人身经 有什么好得意的 踏实有娘亲撑腰的人身经 超级无敌厉害 魅童冰狐不敢停下 不住地向前狂奔 很快来到一处峭壁面前 而后四提如风 向着山壁上的一处洞穴 跑了过去 愚蠢的人类 今天狐狸大王 要将你们全部动成冰块 不可能 这个是我的绝技冰牢笼 怎么可能就这样破了 哎哟 神宝怪 风爷爷帮你揍死这只丑狐狸 差点把我们神宝的小鞋子弄脏了 嘿嘿 风爷爷 你给我做的鞋子不沾泥巴呀 太棒了 一个人类小崽子 穿着的鞋是灵品玄器 这凡尘戒水太深 我要回忠狱 相当于大悬尸的选手 长得挺废物啊 来凡尘戒之后 受到规则压制 再加上他应该是受过伤 所以才会变得这样没用 这 你猜废物 你全家都是废物 要不是现在重伤 你们这样的 本狐狸大王 一张嘴能动死一百个 神宝 能听懂他的话吗 几里呱啦的 娘亲 他大概不会说人话 听不懂的 一个按照骂人处理 山洞中 满满的都是零食 哇 好地方啊 这一小面山壁 除了表面的山石外壳 竟然都是零食堆积成的 发了 阿丑 零食 都是零食啊 太好了 两人没有注意 一个阵法 正在他们脚下 缓缓亮起 楚千里只觉得 嗡的一道刺耳的杂音 在脑海中响起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前已经变成了一片 汹涌的火海 楚千里忍受着烈火的炙烤 一边走 一边研究着阵法 越看越是觉得不对劲 看样子 这阵法应该是针对神魂的 运用好了 可以引发心魔 摧毁人的意志 可他现在面对的火海 之前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除了觉得有些烤得慌 想吃冰以外 心里平静的 没有丝毫的波动 楚千里尝试着破阵 可他这边 根本找不到阵眼所在 不过 他这边破不了阵 只能等凤伯 在外面想办法了 这阵对他没有危害 倒不如趁机休息休息 阵法中 楚千里睡得香甜 睡梦中 只感知自己 不断地飘啊飘 眼前的场景 骤然转变 一条流沙长河 缓缓地流淌而过 晶莹剔透的金沙 闪烁着细微的光芒 但他却清楚 那根本不是沙子 而是一个个 记忆碎片 时空长河 时空长河中 一抹悬疑身影 缓缓漂浮着 阿丑 楚千里看了看四周的景象 突然之间明白过来 不是阵法差劲 而是他和凤旋渡的心魔 调换了 刚才的火海 应该是凤旋渡 曾经的经历 眼前的时空长河 才属于他 阿丑 阿丑 你形象 凤旋渡双目紧闭 脑海中 出现的是他日思夜想 想要知道的场景 无影山的山谷之中 五年前的楚千里 选定了一株 枝繁叶茂的桃树 然后在树下 扎下了一座鞦韆 千里 楚千里面容上 依旧带着伤疤 和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 一模一样 当初 他只觉得刺眼 可现在 却满心的心疼 时间推移 记忆并不连贯 很快就来到了楚千里 发现自己有孕时候的场景 他迟疑 纠结 他的心 就跟着捏紧成了一团 最后 他欣然决定将孩子留下 他来到楚千里面前 想要去触碰他的指尖 却发现 自己现在 只是一道虚影 千里 谢谢你 眼前画面一动 山谷中 已经建起了小院 楚千里 却整日躺在屋子里 不再出房门活动 靠他前几个月 囤积下来的东西度日 凤玄渡心中一紧 连忙冲进小屋里 床边 楚千里面上的疤痕 退却了大半 小腹微微隆起 整个人 却消瘦了许多 大宝贝 娘亲一定是欠你的 而后 拿出金针 对着自己的穴位 扎了下去 凤玄渡目光一凝 那些穴位 是死穴 可同时 也能激发人体生机 只是用来救命可以 万万不可常用 千里 你不能这样 哼 大宝贝 娘亲厉害吧 当初靠这一手 很多次闲死还伤呢 画面再次流转 这一次 楚千里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轻瘦得极为厉害 大宝贝 你要快点出来啊 十五个月了 娘亲有点不舒服 不过 也还好 还能允许你再偷懒三天 三天后 娘亲可能就撑不住了 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你带来这世上 娘亲也不知道 对还是不对 可你既然来了 那就是我们的母子情分 娘亲 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会护你周全 千里 千里你支撑住我 我帮你 我来帮你 凤玄渡疯狂的 想要将楚千里抱起来 可是不管尝试几次 只是一道虚影的她 根本无法触碰楚千里 千里 千里 阵法中 楚千里看到凤玄渡 紧闭着的眼睛 开始流泪 不由得有些慌了 阿丑 你怎么了 阿丑 你醒醒 千里 对不起 对不起 阿丑 你被心磨吓哭了吗 你放心哭 我绝对不笑话你 千里 谢谢你 别客气 就是你抱得太紧了 有点疼 千里 你信我吗 你要干什么 你要对我动手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的 我一个能打十个 阵法运转 缓缓停滞 那我们先下去 看看神宝吧 娘亲 阿丑叔叔 你们终于出来了 神宝担心了 嗯 神宝好想娘亲 娘亲没事 而且发现了好多的零食 我们发财了 哇 娘亲好厉害 神宝最崇拜娘亲了 大长老在一旁酸溜溜的 只能按戳戳的 瞪那只野狐狸 大老 别弄了 狐狸保证三天学会农悬化 您要是还不开心 两天也行啊 尊主 您没事吧 大长老 当我们走的时候 记得把寒潭带上 啊 一整个都带 嗯 千里喜欢吃鱼 是 您是尊主 您开心就好呗 大长老 尊主真的没问题 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呢 嗯 也许 两个师生后 苏锦之和罗胜等人 追赶了上来 小公子 奴才挖矿最强 罗哥 这就是你不厚的了 若是论挖矿 实能力还够我呀 小公子 奴才足弄八倍 都是挖没的 罗叔叔 丁叔叔 不用着急 娘亲说七彩石油很多 我们一起挖 说不定能挖到宝物呢 画本子里都是那么写的 一挖一个宝贝 好 该怎么把宝贝藏进山里 才能让凤凰崽崽崽 恰好挖到呢 营地中 大长老半躺在一棵 粗壮的树枝上 正满脸宠爱的 看着神宝和大狐狸玩摔跤 每当大狐狸感觉自己 要胜利的时候 都会时不时地手脚抽筋 最后只能自暴自弃地 趴在地上 充当皮毛做垫 人类的小崽子 都是熊孩子 下一刻 他感觉嘴巴里 一阵甜甜的药香 扩散开来 随即身上的疼痛 直接消失 以往受到的暗伤 都好了一些 这是什么神仙丹药 我早知道有这样的好东西 我当初为什么要反抗 还有 这才不是熊孩子 这是自己命定的小主人呢 大狐狸 你怎么哭了 你不喜欢这个药丸味道吗 那你喜欢吃人参吗 真的要给狐狸这样的好东西吗 狐狸不是来做梦吧 神宝 楚姑娘 今天吃青年参炖狐狸啊 大不 哎呀 哎呀 宋伯 这狐狸若是有用处 留着也不错 我先问问他 会做兵吗 娘亲 大狐狸现在只会说几句人话 是神宝教的呢 我问问他 片刻之后 大狐狸握着爪爪 捧着一个小狐狸模样的冰雕 送到了楚千里面前 阿丑 这样的冰干净吗 悬术宁洁而成 极为干净 楚千里眼前一亮 张口就咬掉了冰雕狐狸的脑袋 随即 眼前一亮 每同冰壶浑身的毛都炸开了 总觉得自己脑袋都跟着凉嗖嗖的 楚千里拿出一小罐蜂蜜 放到了大狐狸的爪子上 我要吃蜂蜜冰沙 娘亲 圣宝也要 好 给大狐狸半个时辰 做不出来就准备涮锅 大狐狸 圣宝看好你哟 等等 那狐狸做不到啊 千里 七彩临时开采有些困难 我们带的人太少了 要不要再调派一些人说过来 临时开采还是隐秘一些的好 前面布置咱们苏家 也用不了多少 我可以在山洞中布置一处转换灵阵 向罗盛他们几人负责开采灵石 在此之前 我会让天书帮忙 为他们退凡 不如修行意图 大小姐 有需要尽管吩咐 阿丑 我记得你说过 那大狐狸是变异种 能够制造幻境 嗯 没同冰壶折腾的狐狸毛 都要揪秃了 终于在申宝的帮助下 勉强造出了一碗蜂蜜冰沙 楚千里捏着勺子 吃得心满意足 嗯 不错不错 这这 大王满意就好 嗯 以后 我生是大大王的狐 死是大大王的微博 护手 披衣 不要一辈子赖着他 山林中 沐修寒被逼迫到了山崖边 我宁愿死 也不会将东西交给你们 五皇子殿下 你这是何必呢 自己乖乖拿出来 省得承受皮肉之苦 我已经没有了退路 今日必死无疑 可是我的血海深仇 还没有报 就在他咬牙 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一道白衣身影 从山崖下飘然而上 手中的长鞭 对着那些刺客 狠狠地抽了过去 少神轻盟 天打雷劈 仙子姐姐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仙子姐姐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没事 只不过你 都死了七成了 怎么就不多努力呢 仙子姐姐 弟弟 我能救你 可是你现在伤得这么重 我这枕筋 可是要翻倍的 姐姐 能不能 便宜一点 可以 给你打个折 八折至一半 五折死不了 两折保全尸 你选哪种 我 我选翻倍 弟弟有眼光 男孩子 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回头该让天叔 去查查这人的来历了 几次三番出现在千里面前 他究竟想要做什么 仙子姐姐 我这次的枕筋怕事也 我知道 你可以再写一份欠条 姐姐 你 可不可以收留我一段时间 好说 给钱就行 沐兄涵又写了一张 拖欠收留费 五千两黄金的欠条 走吧 带你先去营地 娘亲 这位哥哥是谁啊 叫叔叔 这是娘亲 新找的冤 病人 你叫沐叔叔就好了 沐叔叔好 我是山宝 山宝好 仙子姐姐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楚千里 楚千里 东玄的修行者 楚千里 怎么了 这么大的反应 难道是 沈氏他 没事 初姐姐不用担心 我不小心扭到脚了 平地扭脚 沐叔叔 你没事吧 没事 沈宝 阿丑 离那个木端窑远一点 我怀疑那人 命里带衰 好 那你也远一点 嗯 这树昨天倒下 你们听到动静了吗 没有啊 大小姐昨天救回的那个公子 不会死了吧 救 救命 哎 沈宝你瞧瞧 这有时候 幸运和不幸运 就是如此的相依相伴 其中的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 两者转化时 又半生着希望和绝望 这四者之前 凤爷爷是不是讲得太过复杂了 沈宝知道 娘亲和沈宝说过的 啊 你知道啊 娘亲说 幸运就是你从很高处掉下去 发现下面正好有个草垛 啊 这样解释的确通俗易懂 那不幸呢 不幸就是 你发现草垛上 有个尖尖朝上的草叉子 罗盛等人 感觉屁股一凉 小公子 那希望呢 希望就是 你没有掉在草叉子上 啊 那还好 还好 绝望呢 也没有掉在草垛上 哄孩子的话 你们不要当真啊 没有 楚姑娘教导孩子 的确是很讲究办法 我一动的凤族藏书库 自愧不入啊 我人还在这里呢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两日后 罗盛等人 得了楚亲里给的修行功法 身认真真的 开始修炼 再加上 由楚千里布置地 转化旋力的灵阵 进步神速 灵石开采的暂时够用了 楚千里便准备返回京城 罗盛几人 则暂且留在了山里 守着灵石 顺便专心提升实力 苏府之中 楚千里画了苏家的规划图 又有小粉这个 擅长挖坑绝地的好手 很快便将灵阵绘制好 将开采出来的灵石 按照属性埋了下去 而后 凌空飞升而起 掌心运转灵力 猛地朝地下 镇刻的灵阵拍了下去 一道道灵纹被点亮 而后 巨大的转化灵阵 从地面缓缓上升 渐渐飞跃到了楚千里的手边 楚千里骤然扩大灵力输出 只听嗡的一声 玄秘的灵阵 缓缓流转 道道灵力 被抽取出来 由灵阵转化 变为玄力 充斥了整个苏府 小粉的快乐来了 哇 亲里妹妹真是厉害呀 这旋里的浓郁程度 都快赶上忠郁的 一些普通城池了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要知道 这里可是凡尘界呢 旋里枯竭到了 几乎感受不到的程度 天书和天玄在一旁摩拳擦掌 之前旋力得不到补充 他们用起来可都是精打细算 小心翼翼的 生怕什么时候旋力透支了 没法及时应对险境 如今好了 到处都是充足的旋力 终于可以大展手脚了 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 苏家的那些府兵 陆陆续续地推翻成功 成为了正式的修行者 那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 快带上 我们也排队去买了 瞧瞧 你不是不知道 在卖什么东西吗 这你就不懂了 有这么多人排队 肯定是好东西 买了肯定不后悔 这队伍一直排了两课钟 才终于轮到了 楚千里三人 是要单身的 双人的 还是全家福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哪个比较好 这怎么能比较呢 自然是各有各的好呀 那 每种都来一套 有钱 任性 好嘞 一整套有优惠 一百文 啊 这好东西竟然还不贵 三种加起来才一百文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物美价廉 给了银子之后 伙计拿出了三份话卷 后面排队的百姓 不断地催促 楚千里三人 只好拿着话卷离开 来到马车边 才满眼期待地打开 快瞧瞧 单人的 楚千里一身白衣 手持红色长边的正面像 双人的 楚千里手持大锤 凤玄渡脸蛋面具的侧面像 全家福 楚千里深宝凤玄渡 手牵手组合像 千里说得不错 果真是好东西 哎 娘亲 是我们还有阿丑叔叔 我们都在画里 好棒哦 不是 买这些画像做什么 这位小娘子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都听人说了 供奉楚郡主 保证家和兴旺 邪魅不弃 供奉楚郡主和她的俊马 夫妻和美 恩爱非常 若是供奉全家福呢 那就更好了 一家子吉祥如意 团圆美满 所以啊 你们赶紧带回去供起来吧 后面的别排了 今天的画像都卖空了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早早地来排队 不说了 我着急着回去供奉郡主呢 小娘子把画卷收好了 省得一会儿有人来找你 纠缠着买呢 好 多谢大嫂 快借上马车 这么着急干什么 保护画像 免得有人来抢 娘亲 画上没有墨封叔叔啊 刚刚那位大娘为什么说 有骏马呢 娘亲被封郡主 娘亲的夫君就是骏马 啊 那二丑叔叔就是娘亲的骏马了 娘亲的夫君 那就是山宝的爹爹 对不对 山宝 那你愿意叫我爹爹吗 愿意啊 爹爹 爹爹在 爹爹 山宝 爹爹 山宝 山宝 父君 千里 爹 幸福 来得如此突然吗 不行了 实在忍不住 喧嚣为敬 你们太逗了 大起大落之下 堂堂奉尊也有些承受不住 默默地扭头 直接上了马车 娘亲 阿丑叔叔好像生气了 是啊 那怎么办 阿丑叔叔 对不起 阿丑 唉 快些上来吧 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能怎么办呢 就算心中又气又遗憾 该宠的还是得宠着 阿丑叔叔 你真的不气了吗 不气了 我这辈子啊 怕是都难以 对千里和山宝生气来了 那阿丑叔叔 你是不是喜欢听山宝叫爹爹呀 你若是不愿意 阿丑爹爹 以后我就叫你阿丑爹爹了好不好 好 好 即便仍旧有些遗憾 但这也算是前进了一大步了 我可以慢慢来 不着急 嘻嘻 阿丑爹爹 爹爹 唉 可以了可以了 请二位控制一下你们自己 沈宝 你娘亲吃醋了 吃醋了 娘亲娘亲 沈宝和娘亲才是天下第一好 那你和你阿丑爹爹呢 并列第一 好 完了 这坏宝不能要了 嗯 能要能要 让开 都让开 莫丰叔叔说 街道之上不可及时 违背规矩是要被割尾巴的 信使官专门负责递送紧摇消息 看他如此着急 应该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种种缘由相加 西川 自然坐不住了 嗯 先吃饭 大哥 这东玄国真的有国师大人说的那样邪性 国师大人吩咐 不可掉以轻心 那是自然 我是不会让国师大人失望的 嗯 大哥 迎接我们的官员来了 走吧 礼部尚书 徐应 前来迎接两位西川来使 徐大人有礼 徐通正史 朝阳郡主不必多礼 听闻二位前来 皇上十分的高兴 令我等前来相迎 请二位先入住 红炉寺休整 好 听徐大人安排 晚上 楚千里就收到了皇上那边的传信 让他明日准备入宫赴宴 阿宠 你说这史臣身边有没有带什么坐骑 灵宠之类的 他们自己通报了说是修行者 应该是想好好利用这个身份 应该带了吧 我喜欢西川的史臣 山宝也喜欢 你们究竟是喜欢西川史臣 还是喜欢他们的坐骑灵宠啊 不要分得这么轻 四手五如一下都差不多 两位贵人 按照东玄新颁布的修行者管理条例 还请两位修行者稍作配合 你方才 说什么条例 东玄的皇帝 以为出了一个楚千里 就可以任由他 依仗着肆意妄为了吗 是修行者管理条例 由楚郡主出拟草稿 正及京城百姓意见集合而成 皇上听说 两位贵人乃是修行者之后 即刻下旨生效的 这话什么意思 这是生怕没办法 用这个可笑的条例来约束我们 所以即刻下旨生效 啊 瞧瞧奴才的嘴 实在是不会说话 应该是 两位贵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两位是第一个体会到 这管理条例的妙处的 大哥 树香随俗 既然我们来到东悬 那么 就按照别人的规矩行事吧 两位的年龄 性别 修为程度 擅长使用何种兵器 有没有开发出什么特殊技能 许玉和许叔 心中越发的不满了 却又不得不忍耐下来 一一按照问题回答了 配件 须弥戒子 丹药 阵法御服 全部都拿出来 放到我面前的两个小柜子里 上锁保存 这些东西都是修行者最珍贵之物 怎么可能随意拿出来 你们若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要不然回去 想两天再来 这分明就是故意欺辱我们两人 两位贵人 面会开始的时辰就要到了 还请两位抓着紧 两位 到底存不存呢 我们没有须弥戒子 也没有丹药 玉服 配件 存就存了 其他的东西都是用来保命的 绝对不能交 好了 两位拿好 之后记得前来取走配件 这不就是装装样子吗 还什么修行者管理处 真是笑话 好 给郡主送信 发财的机会来了 见过皇上 千里快些落座 这两日御膳房研究了一些新的菜药 待会儿 你尝尝看 合不合你的胃口 多谢皇上厚爱 西川的两位使臣还没有到吗 回郡主的话 人到了 这会儿啊 在修行者管理处那边登记呢 应该快过来了 郡主 郭大人那边传过话来 说是两位使臣只寄存了配件 好 我知道了 西川通政使徐域 朝阳郡主 徐叔 觐见 落座吧 多谢皇上 简直要怀疑东玄的皇帝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旁边官员的桌子上 都放了肉食家养 凭什么到我们这里 就变成了一水的萝卜青菜 是打着喂兔子呢 根据 修行者管理条例 等两位修行者 进阶到大悬师 就可以任意点菜了 原来在贵国 不得大悬师修为 是不能够随意点菜 可真是长见识了 这些东悬人以为 大悬师是地上的白菜吗 凡尘界修行 本来就难上加难 想要成为大悬师 更是要突破瓶颈 难如登天 不知道楚郡主现在 可有突破的大悬师修为 本郡主不用 我又不像你们 是外来的修行者 本殿下听说 修行者都是 和气如蓝 步步生连 哭的时候 眼泪掉出来都是珍珠 哎 是真的吗 修行者也要吃五股杂粮 怎么可能只喝露水 吃坏瓣呢 至于什么步步生连 哭的时候掉珍珠 那也是无稽之谈 当我们是什么东西 还掉珍珠 怎么不说他们修行者 拉个屎都是五彩斑斓的呢 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 也是啊 你们才是悬师修为 也许是能力不够吧 他们不能哭着掉珍珠啊 那他们更加不会 发怒时导致天空电闪雷鸣 伤心时 引发天空瓢泼大雨了 肯定不行啊 他们甚至连步步生连都做不到 今天白期待了 他们说的是修行者吗 说的那是天神吧 大哥 大哥 再不录一声 这些东玄人 就要把我们看扁了 之后国师大人的计划 更是无法顺利进行 皇上前些十日 是不是生了重病 体力不济 徐通正史 怎么能如此胡说呢 照国师观星之术预言 东玄帝应该在今年就过世了 有三皇子继位 哪怕他现在改变了命格 也一定在不久前身患重疾 徐通正史 还看出了什么 皇上如今紫气东来 寿愿大增 是有人献祭了自己的寿数 祈福而得 皇上 臣女楚灵轩 有事要求见皇上 求皇上见臣女一面吧 何人在外喧哗 外面出生的乃是 丞相府的二小姐 楚灵轩 她怎么能够来宫里 是齐平娘娘命宫人带着入宫呢 把人带上来 是 楚灵轩 你刚才为何在殿外喧哗 皇上 三皇子殿下不顾病体 一直在为皇上超经起伏 不知是不是因为泰国新城的缘故 睡梦之中 竟遇到一位先锋盗鼓的老者 告诉他 以自身先续超经千变 可以献祭自己的寿远 供奉给最在意的亲人 臣女没想到 殿下竟然真的这样做了 请皇上看在三皇子殿下一片孝心的份上 见殿下一面吧 来人 选三皇子入宫 多谢皇上 没多会儿 三皇子便被带到 楚千里仔细地打量着云青龟 内心不断地呼叫原声 瞧瞧 快瞧瞧啊 你昔日豁出命去都要喜欢的男神 他变成现在这样 你还能为他匡匡撞南墙吗 许久未出现的原声 情绪波动了片刻 随后 再次沉寂无声 再浓的深情 也抵不住报寿掉发家秃顶啊 这就是人间现实啊 不过如此一来的话 他就可以彻底收拾了云青龟和楚林轩 彻底地摆脱原声了 儿臣不孝 令父皇担忧了 难道他还真的献祭了寿远 皇上 这是我师父炼制的丹药 名曰回春丸 这里面有五颗 是我师尊 送予皇上的礼物 秦龟 你有如此孝心 朕 十分欣慰 快些吃了吧 西川的药丸 不验证一下 我可不敢随意吃 是 那儿臣就吃了 回春丸入口 云青龟 只觉得一股滚烫的药力 从喉咙直搭全身 父皇 这回春丸 的确是上好的东西 三皇子殿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殿 比方菜亮了许多 楚郡主 你想说什么 要不 你摸一下自己的头 什么 我突然之间 掉光了所有头发 这怎么可能 我的头发 全部的头发 难道 他不小心将回春丸 拿成了 脱发丹 楚郡主 你何必和三皇子殿下 开这样的玩笑呢 怎么 徐通正史的丹药出了问题 就打算对着本郡主 泼一盆脏水 在场的人 能够修炼玄力 且又和三皇子殿下 有过节的 唯独只有郡主 按照我和三皇子之间的酬严 我应该割了他的脑袋 而不是割了他的头发 父皇 儿臣无碍 皇上 你可记得楚寒碧 初次在猎场露面的时候 拿出来的阵法吗 就是那个 下了几滴甘霖的阵法 是 当初扫过一眼 最近有了些灵感 给他改良了一下 三皇子为了帮皇上祈福 又是放血 又是抄精的 时间久 效率慢 我可以布置出改良阵法来 只需要半盏茶的功夫 就可以把三皇子殿下的寿元 全部吸取出来 转移到皇上的身上 千里 你说的是真的 自然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说谎呢 为了防止将来有人 用我改良过的阵法害人 我还特意设下了禁止 进入阵法中的人 必然是全然的心甘情愿 若有一丝反抗 则无法抽取他身上的生命力 我相信 三皇子殿下至纯至孝 肯定不会反抗的 我 自然愿意 好 那来吧 别耽误时间 你走了 徐通正史那边 还有问题要问我呢 怎么抓点紧 皇上 还要劳烦您 站在阵法边缘 好 这个阵法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幻阵罢了 用来对付云青龟 足够了 下一刻 云青龟眼前一阵恍惚 而后 他便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 而站在他对面的地网 却是头发变黑 面上的皱纹也消失了一些 整个人一下子 年轻了十岁 不 不 听下 出千里 快把阵法听下 我自己的寿源 凭什么给别人 还给我 把我的寿源还给我 皇帝这个老不死东西 年纪大了 就该退位让先 为什么要继续霸占这个位置 寿命是我的 整个东悬都应该是我的 你不是得了鲜血超经 献计寿源的法子吗 商人帮你贡献点寿源不就好了 不 那是假的 是徐玉和徐叔给我出谋划策的 皇帐 三皇子一派胡言 我们和三皇子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说着 他暗中凝聚起旋力 直直地朝着阵法攻击过去 他要赶紧把这阵法毁掉 不然还不知道云青龟会说出什么 意图伤千里者 该死 徐玉正疑惑不解 突然一道浑厚的旋力骤然袭来 大哥 有高手 而且是实力远远超过我 我 我没事 父皇 二臣刚才说的都是假的 都是楚献力 是他算计我 住口 将这个孽障给朕拉出去 痛打三十亭杖 皇上 主灵轩和三皇子殿下的婚约 已经拖了那么久了 也是时候 该成全这一桩良缘了 不 三皇子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我才不要嫁给一个废物 多亏了千里的提醒 朕差点将这桩婚事给忘了 父皇 儿臣 不要去 云青龟 谢恩吧 皇上 这时间如此匆忙 怕是来不及准备三皇子殿下的大婚礼仪啊 来不及准备 那就把老三贬为庶民 如此就不用准备了 一顶小轿抬进去 就当做成婚事 这个儿子闹出了这般丑事 如今他唯一的作用 也就是让楚千里出出气 维持一个好心情了 皇上 陈你乃是陈相府的嫡女啊 那么你就和云青龟一样 断了和楚家的联系 同样成为庶民吧 不 我不要 违抗圣命 欲前失忆 拖下去 仗则二十 然后把他和云青龟一同扔出宫去 皇上 三皇子殿下 神志不清了 他的话不足为信 我和他真的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就好 我东玄的规矩多 最为厌恶的便是有人把手伸过来 以为动动手指就可以在我东玄任意往威 皇上说的是 你方才问我关于回春丸脱发的问题 现在可以问了 我来帮你解答 皇上 方才我已经说过了 我线上的回春丸绝对没有问题 千里 你怎么说 徐通正事 你确定你的回春丸没有问题 是 皇上 徐通正事说 他的回春丸没有问题 而我却确定 三皇子服用下去的回春丸 一定有问题 这前后矛盾的局面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 徐通正事献上来的回春丸 不是他自己的东西 皇上 楚郡主所言极为有理呀 方才入宫登记 徐通正事和昭阳郡主 承诺只携带配件 那么我看二位身上 携带的须弥戒子一类的 应该是和回春丸一起捡到的吧 楚郡主 这是何意 你这是 要明抢不成 徐通正事 怎么如此大的火气 根据修行者管理条例 进入皇宫的修行者 必须将身上携带的武器 须弥戒子 丹药 玉符 全部拿下 由管理处暂且寄存 二位入宫的时候 郭大人 应该仔细告知过你们的吧 楚千林 你少心心作态 什么修行者管理条例 我们根本不承认 你巧踏我东悬土地 立在我东悬皇宫之内 说出这话 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不认我东悬律法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我东悬人到了你们西川之后 可以不遵守西川的律法 肆意妄为 而不接受惩处呢 皇上 若是昭阳郡主说的属实 那么臣愿意领兵千人 出使西川 表哥 我随你一同去 成为修行者之后 我还没有好好玩耍过呢 这西川 听名字就很好玩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皇上 昭阳一时失言 心中并没有丝毫 藐视东悬律法的意思 那昭阳郡主 究竟是何意呢 自然是 遵守律法的 这就对了嘛 那么就把你们手上的 虚迷戒子 交出来吧 虚迷戒子里面 装着我们的全部家当 还有临行前 师尊给的保命运服 丹药一类 就这样交出去 就好比跟心头肉一般 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吗 楚君主 我们出来乍到 不知道 修行者管理条例的 具体内容 没事 等今日公宴结束 你回去多抄下几遍 想来凭借着 修行者的聪明才智 很快 就能到位如流 如流 徐同正史 容我提醒你一句 按照管理条例 第108条 第四小点规定 入宫面圣之时 违规四代 虚迷戒子等一类东西的 要没收所有的财物 然后账责五十 以敬效尤 承认回春丸有问题 那就是谋害东宣皇帝 说回春丸没问题 那就是和事实不符 捡了别人丢的东西 说在管理处没有如实上缴 虚迷戒子 财产要被没收 还有被打板子 皇上 那两个虚迷戒子里的东西 是阿丑迷人给你准备的 正想着宴会结束 送给皇上呢 没想到一不小心弄丢了 还被徐同正史和昭阳郡主捡到了 不过 找到就好 两位 拿出来吧 楚郡主 你说这虚迷戒子是你的 那么 你不妨来说说 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吧 虚迷戒子里面 还装着我的一些 夜物首饰呢 楚千里面色不变 抽出一丝灵力 直接环绕着两人手上的 虚迷戒子 转了一圈 将里面的情况 尽收眼底 灵力 好像在这个大陆 格外的好用啊 本意我进入阵主的虚迷戒子 需要费些力气呢 没想到 如如无人知情一般 在徐通正时手中的那枚虚迷戒子 有五瓶回穿丸 三个硬刻着阵法的玉符 银票十万两 金票五万两 碎银 昭阳郡主手中的那枚 存放的同样是五瓶回穿丸 另外 有五个阵法玉符 除了她的衣衫首饰没说之外 其他的竟然分毫不差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自家千里真的是厉害 连任主的虚迷戒子都能查看 如此一来 等回到上狱 倒是可以带她去蛟龙族那边转一圈 这小白脸 给别人带孩子还如此热衷 真是够没脸没皮的 鄙视我家阿丑 你们两个没了 如何 说得可够清楚 凤轩兔缓步 走到楚千里身边 手指一动 两枚徐迷戒子 被她拿到了掌心 强势地抹去了两人 留在其中的灵魂印记 而后 旋力涌入戒子 烧毁了带有徐玉 和徐叔标记的那些东西 好了 这样才干净 灵魂印记被强行抹去 反是让他们忍不住一口血吐了出来 凤轩杜眉心微皱 转头看过去 一股强盛的威压轰然落下 前辈饶命啊 这还仅仅是威压 都快将她碾成肉泥了 若是出手谁能辟敌 万万没想到 他们认为的小白脸 竟然就是隐藏起来的高人 若是早知道 打死我也不会冒冒失事地前来 阿丑 皇上 上宁跟着受惊了 这里面仅剩一枚的脱发丸 被云青龟雾石 而剩下的这些药丸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强身健体 还有一些御服可以布置在皇宫中 防止修行者偷袭 千里 如此贵重的东西 朕可不能收 皇上就收下吧 本来就是给您准备的 如此的话 那朕就谢过千里 谢过天玄楼主了 皇上不必客气 徐通正史 昭阳郡主 你们捡到了天玄楼主 给朕准备的礼物 却将其中的回春丸 当成自己的东西献上来 属实不妥吧 楚郡主 天玄楼主 是我们二人的错 还清二位恕罪呀 这麻袋精装得再好 也经不住用刀子筒 这不装过头破了吧 说了那么多话 可累了 嗯 我想喝冥香果茶 出宫回去给你泡 好 今日这场宴会 实在是有些扫兴了 改天朕再办一场 好好的热闹热闹 千里 你和天玄楼主 就先回去吧 别耽搁了你喝茶才是 那我们就先走了 胡叔 我现在怎住在苏家 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能和你明着往来 殿下 您没事 就是北梁之福 您能住在苏家 和楚郡主扯上关系 那更是天大的机缘 徐玉和徐叔 两个恶贼都来了东旋 若是您能说服楚郡主 帮您收拾了这两人 可 可我总觉得 楚郡主 不会躺这个浑水的 说的也是啊 殿下 实在不行 您考虑一下 出卖色相 您说什么呢 殿下 楚郡主 他们出来了 胡叔说完 连忙跑开了 楚姐姐 你怎么来了 再看 就该死上时辰了 姐姐 苏大将军很担心你 派前我来看看 走吧 公子 大小姐 请上马车 我大概是出卖不了四相了 也不知道出阳相 楚郡主能不能心软 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 抱上楚千里这个大腿了吗 舅舅和申宝他们呢 苏大人在忙着巩固修为 和苏公子对战 申宝一大早就起身 跟着大长老 学习支甲发去了 跟什么去了 支甲发 去瞧瞧 这支甲发 力量要均匀 不然这头发 就有的地方薄 有的地方厚 不附体 申宝 你怎么突然 想要学习支甲发呢 封爷爷 申宝觉得脑袋好可怜哦 啊 脑袋可怜 你是想说 凤爷爷可怜吧 不是 凤爷爷 你有脑袋 可是你的脑袋 它却什么都没有 所以 还是脑袋 更可怜一些 申宝要学会 支甲发 等以后 阿丑爹爹也变 秃了 申宝就可以 帮助他了 申宝 你阿丑爹爹 应该不会 秃的 会的 凤爷爷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和娘亲去参加宴会 那个讨厌皇子 头发刷的就掉光了 等到阿丑叔叔年纪再大些 头发肯定也会越来越少 凤尊 大长老不是不帮你 我真的努力帮你解释了 那 神宝你可要学认真一点 嗯嗯 凤爷爷 你放心 神宝会努力的 来 凤爷爷 帮你好好的介绍介绍 刚刚你看的是乌黑浓密款 这里还有啊 修长飘一款 哎 这个是仙气卷翘款 这个 高冷 黑长直 凤伯 不愧是走在甲发潮流最尖端的男人 凤伯 我觉得仙气卷翘款 比较适合你 来 我研究研究 你 什么时候用得上啊 啊 阿宠 你冷静一点 小仙女是不会秃头的 我不信 我要研究 哈哈 舅舅 表哥 我来帮你们锻炼旋力 整个凤族 就除了大长老一个秃头了凤凰 我应该没事吧 凤尊 好像 没有秃头的先例 天璇 你手中有金线黑乌吗 给我一注 那是上玉的药材 我带来凡尘戒也没人能用啊 当然没有 你找金线黑乌做什么 尊主让我查查上玉修行者脱发的问题 我感觉天道有变呢 这天道还管人掉不掉头发 以前也许不管 现在就不一定了吧 这话怎么说的 以前深宝小公子对假发没有兴趣 可现在他开始学了呀 小少主心想事成 他学会了吃假发 就一定想给人带 那是不是就必须有人秃才行 没毛病 那我通知一下姚光 让他提前囤一批金丝黑乌 嗯 大将军 郡主 苏大哥 我给你们泡了茶 端饶 你是客人 不必做这些事情 我住了许久 却一直没机会报答大家 所以只能做些小事了 别的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这就提醒我了 弟弟 你之前给的接住费到期了 续约吗 给的接住费到期了 续约吗 那个 楚姐姐续约的话 费用怎么算啊 嗯 续约十天 黄金三百两 续约二十天 有优惠 黄金五百九十两 怎么样 楚姐姐 我 我还写签条行不行 写 楚姐姐 签条行好了 就是信物 这回真的没有了 你叫我医生姐姐 咱们谁跟谁呢 没有信物 当然是没关系的 就是去约金 需要增加百分之五的利息 你肯定会答应的对吧 弟弟 是 姐姐说的对 嗯 来 坐下喝茶 喝茶 收钱吗 你要是想给 那就收 不 我今天 想喝凉水 对 凉水 穆公子这运气 真是令人头疼 大将军 郡主 那位穆公子 打水的时候 不小心 掉进井里了 嗯 捞出来了吗 哦 已经捞上来了 就是 喝了个水饱 这可真是有够倒霉的 还是让人请大夫瞧瞧 不用 舅舅 我去看看好了 我也去 不生气了 本来就没生气 弟弟 你这运气 也真的是没谁了 初姐姐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还敢在千里面前撞无辜 这个人是万万留不得了 千里 男女有别 我来帮他诊脉 你先出去吧 也好 不行就为点丹药 睡觉就没事了 嗯 你要做什么 沐修涵 北梁五皇子 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北梁国君义主 皇室南丁中 唯独你活了下来 还来到了千里的身边 究竟有何算计 没有 我只是恰好迷路到了乌影山中 被初姐姐救了 你编造谎言 也该编得像样一些才是 不 我真的没有说谎 千里走的修行之路 不枉造杀孽 本尊不一样 本尊可谓他 杀尽一切新村 阴谋算计之人 我没有想过 要算计郡主 本尊会信 姐夫 说的是真的 你方才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前面半句 姐夫 你真的没有想过 要算计你厨姐姐 看在这个称呼的份上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天呐 长这么大 第一次知道 叫姐夫可以保命 姐夫 我不敢的 姐夫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查看我的记忆 修行者 不都有这种手段吗 吃了 谢谢姐夫 祝您和楚姐姐 白头邪冷 圆满幸福 早上贵子 看在他说话 众听的份上 可以再帮他一下 奉旋渡 唇角未扬 他手旋律一转 治疗好了 沐修涵体内的一些暗伤 回头找个机会 把你的身份 告诉你楚姐姐 不要再耍心眼 明白了 姐夫 弟弟明白了 嗯 若是你楚姐姐 问起 方才发生了何事 方才姐夫 关爱我这个弟弟 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了 嗯 不错 都是姐夫 教导有方 要注意低调 在你姐姐面前 这姐夫二字 就不要叫了 是 姐夫 弟弟记住了 嗯 万万没想到 我虽然没能成功 抱上楚姐姐的大腿 但我成功抱上了 姐夫的脚脖子 虽然现在 我两个挂架都算不上 但只要 我坚持努力的 继续喊姐夫 我一定能够 达成心愿的 怎么样了 需要休养一阵子 嗯 阿丑 这个木端瑶 出现的时期 的确有些巧合 说不准 她心怀不轨 时刻准备着 算起我们的 世上有巧合 也说不准呢 啊 你不是说 她是毒蛇吗 凭她那般倒霉的样子 就算是毒蛇 估计也只会咬到自己 那她那诡异的运气 不是装的了 应该不是 毕竟今天要是 周辽等人 唠得不及时 大概就真的凉了 阿丑 你不对劲啊 刚才还说人家 包藏火星呢 一转眼 就各种帮着说话了 自家小姐妹 难道是看了 落水小公子 楚楚可怜的模样 一下子动了烦心 哪有 你想多了 我懂 我都懂 清朗毁荣贵公子 和落魄 没韵小奶狗 有点香啊 不过 她心里莫名的 有点不舒服 是怎么回事 阿丑 我是不是你最亲近的人 自然是了 那你以后 还会每天做饭吗 会 唉 阿丑不是有了目标 就抛弃小姐妹的人就好 嗯嗯 那就没事了 加油 我支持你 是我想多了吗 我之前 乃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凡人 除了身份上略微高一些之外 其余的 和大家没有任何的区别 现在的我 可欲空而行 可隔空取物 可增加寿员上百 可有发现过那个徐叔 不会在会场之中 徐叔不应该离开才对 除非 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怀疑那徐叔 会趁着这场集会 做出什么不利于东悬的事情了 小粉 怎么了 阿丑 这老鼠身上有旋力波动 是悬兽吗 终于的二品悬兽 遁地数 品阶不高 但是有很强的遁地能力 可在地下自由穿行 这颗黑色的铁球 应该相当于凡尘界的火药 只不过 经过特殊炼制 威力更强 小粉 综合出得来的这两样东西 小粉立刻将叶片 指向了地下 可还有其他这样的东西 统统挖出来 徐玉和徐叔 这是要对京城普通百姓下手了 就知道他们这次过来 绝对是狼子野心 大了他们的狗胆 只找到了这些 其他的地方 我也不清楚 已经很不错了 帮我盯着地下 再有动静 尽快地回来告诉我 好 小粉帮主人 干掉大灰蛋 统统干掉 诸位难道就不想像我一样 有一个普通人 变成现在这般 无所不能的修行者 说是吹牛可以判罪 你这完全可以判无期 楚郡主既然来了 那便大大方方的现身就是 何必藏头露尾的呢 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吹牛都不打草稿的模样 你接着说 我听听 你还能说出什么天花乱坠的词来 郡主方才似乎不赞同我说的 无所不能一词 你能生孩子吗 楚郡主根本就是在强词夺理 我是为男子 怎么可能怀孕生子 那你还说什么无所不能 是我用词不够严谨 我只是想告诉在场的东悬百姓 他们完完全全可以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高高在上的修行者 踏入修行之路正如朝廷之中开办科举 科举取才可封侯败相 真正考中的有几人 百姓之中的确有人可以踏入修行之路 可更多的还是要一生都做普通人 若是有人想要修行 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途径 可我也想让大家明白 身为普通人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上可孝敬双亲 下可抚育儿女 一生脚踏实地 一生勤勤恳恳 同样是值得被肯定的人生 这个贱人分明是来故意拆台的 诸位 不好好努力 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能成功呢 努力了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不努力真的很舒服 只有不思进取的人 才会说不努力舒服 那些一心向前的 都在努力拼搏 拼搏过后才发现 最后还是得靠天赋 楚郡主 你 你 下一刻 会场入口处有护卫进入 悄悄地给徐玉打了个手势 时辰到了 现在就是我反客为主 长治楚千里和天玄楼主的大好时机 楚千里 你总是如此擅长蛊惑人心 东玄的百姓们尊敬爱戴于你 可你却一再地蒙骗愚弄他们 像你这样的 上天必定会降下谴责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轰隆 一道雷霆 骤然从天空之中劈下 直直地朝着会场之中袭来 楚千里面色一紧 灵力涌动 飞升而起 展露出身形 双手掐起指掘 快速地结成凌晨 直接将那道雷霆之力 隔空挡下 是楚君主 君主又救了我们一命 楚千里 这道雷霆 便是从上天降下来 惩处你的 你却在这里 做出一副 护卫百姓的正义之相 污蔑千里城 死不足惜 刚刚还大言不惭的徐玉 直接被炸的 在罩子里撞来撞去 变成了一个血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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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吗 没死 估计也废了 为什么霹雳丸 会出现在我的脚下 难道 楚千里提前察觉到了什么 不可能 肯定不可能的 楚千里 我可是徐国公府的人 是西川的使臣 你要对我做什么 西川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派遣这样一个 品德败坏的使臣前来 我先废了你 然后再找你们西川的国师问罪 你不能 你若是敢动我 西川一定不会放过你 楚千里目如寒冰 双手举起大锤 狠狠地锤在了徐玉的丹田处 哄 浑厚的灵力变得风锐无比 毫不留情地 搅碎了他的丹田 将他变成了一个废人 西川国师没有交给你的 今天我来教你 成为修行者 若是只修身不修心 仗着修为恶事做尽 我必将你们斩草除根 公子 大小姐 千里 将这个废物交给他们来扣养 好 我们去其他地方瞧瞧 诸位 京城内被徐玉和徐叔 埋下了不少这样的火药 此处 我已经让人暗中清理干净 暂且安全 你们留在这里不要乱动 小粉 立刻查看发生爆炸的地方 救助受伤的百姓 好 小粉保证完成任务 还有几周爆炸的地方 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牵连 事情紧迫 更为重要的是 那个徐叔还不知下落 阿宠 你帮助维护此处的秩序 我去其他地方瞧瞧 要小心 好 楚千离 怎么回事 楚千离怎么会这么快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忙着救治百姓 而会被兄长拖住吗 还是说 楚燕青那边 出了岔子 没能抓到莫修涵 徐叔 你伤我东悬无数百姓 今日我必杀你 楚千离这个贱人 我的脸 我的脸毁了 楚 楚千离 你不能杀我 徐叔 我东悬百姓流的血 必须用你的命来偿 楚千离 你杀了我 沐修涵也活不成了 你收留沐修涵 不就是知道了他是北梁武皇子的身份 然后想要和国师争抢他手中的宝物吗 我告诉你 沐修涵现在 已经被我的人控制在手中 你若是不想他死的话 就不要轻举妄动 你以为拖延时间就能够活命了 痴心妄想 娘亲 沐叔叔被坏人抓走了 沐端瑶 沐修涵 北梁武皇子 难怪阿丑调查这人的身份 用了许久还没有消息传回 原来他是北梁的武皇子 与东悬相隔甚远 消息自然是不好查的 只是北梁乃是凡人国度 他手中会有什么宝物 值得西川派人抢夺呢 娘亲 那个妖婆的爹爹前来要抓神宝 沐叔叔是为了保护我 才被他们给抓走的 别过去了 除千里废了徐大人 现在立刻去找郡主 若郡主安好 还有一线升级 楚燕青带着沐修涵赶了过来 看到地上浑身是血的徐书 心中满是恨铁不成钢 朱千里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和西川的人 勾结在了一起 我会这样做 全部都是为了你 千里 事到如今 也该告诉你了 你并非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的生父在西川 我之所以找到徐宇和徐叔 并非是通敌叛国 而是养育了你这么多年 不忍心看你 被东悬利用 是吗 那是自然了 你瞧瞧 我还帮你抓住了一个 隐藏在你身边的北梁奸细 这人的身份可不普通 他乃是北梁的五皇子 身上藏有一件隐秘 若是能够将他挖掘出来 那么你的修为便会突飞猛进 楚姐姐 不要管我 这个剑臂还在等什么 不是说只要抓到了沐修涵 就有办法开启秘境吗 我在这里疯狂的拖延时间 他怎么还不动手 楚千里 你给我去死 神宝 闭眼 话音落下 他仿佛身后长了眼睛一般 猛地转身向后挥了一件 准确无误地划破了徐叔的喉咙 只知死地而后生 这是国师大人给他最大的保护 徐叔周身 骤然绽放出一抹阴郁的红光 薄耿出的伤口快速愈合 而后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动手 西川的死士 毫不犹豫地 一剑刺穿了沐修涵的胸口 沐修涵 猛地睁大眼睛 鲜红的血迹 从胸口喷涌而出 一道道纹路出现在了他的心口处 渐渐被鲜血染透 绘制成一个阵法 阵法骤然绽放出一抹白光 形成一个偌大的结界 直接将整个园子笼罩其中 娘亲 我们刚刚不是在园子里吗 怎么突然又到林子中了 方才有一道极为玄秘的阵法波动 这里应该是一处秘境 娘亲 秘境是什么东西啊 秘境可以人为 可以天然形成 解释起来就很麻烦 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游乐园 游乐园我知道 娘亲之前说过 就是一个可以玩好玩的 可以吃好吃的 说不准还能够找到宝藏的地方 哼 沈宝喜欢游乐园 娘亲 那个妖婆的爹爹前来要抓沈宝 沐叔叔是为了保护我 才被他们给抓走的 别过去了 出千里废了徐大人 现在立刻去找郡主 若郡主安好 还有一线升级 楚燕青带着沐修涵赶了过来 看到地上浑身是血的徐书 心中满是恨铁不成钢 楚千里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和西川的人勾结在了一起 我会这样做 全部都是为了你 尖利 事到如今也该告诉你了 你并非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的生父在西川 我之所以找到徐宇和徐叔 并非是通敌叛国 而是养育了你这么多年 不忍心看你被东悬利用 是吗 那是自然了 你瞧瞧 我还帮你抓住了一个隐藏在你身边的北梁奸细 这人的身份可不普通 他乃是北梁的五皇子 身上藏有一件隐秘 若是能够将他挖掘出来 那么你的修为便会突飞猛进 楚姐姐 不要管我 这个剑臂还在等什么 不是说只要抓到了沐修涵 就有办法开启秘境吗 我在这里疯狂的拖延时间 他怎么还不动手 那 楚姐姐 那待会儿有食材过来 你拉绳子的时候快些 从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胳膊腿 还有随时离开的危险 如今终于体会到了 希望楚姐姐抓到食材之后 我还是完整的沐修涵 楚 楚姐姐 拉绳子 倒是快点拉绳子呀 哇 娘亲 这个是兔子吗 白色的皮毛 红色的眼睛 长长的耳朵 看样子 是兔子无遗了 娘亲 蜜筋里的兔子 可以长到这么大吗 好多肉肉呀 大好呀 大了不是肉多吗 开饭了 四品巅峰 玄兔兽 疾风兔 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一大一小两个人 一个小小的初级大拳尸 一个小崽子 竟然敢闯到兔爷的地盘上 还在那里几里咕噜的说着什么 简直是 找死 先杀了这个初级大拳尸 然后再宰了那个小崽子 和地上这只残废的猎物一起食用 眼看着疾风兔 就要攻击到面前 楚千里伸出手去 直直地掐住了疾风兔的脖梗 将它吊在了半空 我是谁 四品疾风兔 刚刚发生了什么 一个小维 比我低的初级大拳尸 掐住了我脖子 这怎么可能 娘亲 手指紧实 烤了肯定好吃 我们往前走走 找一处有水的地方 方便清洗 娘亲 穆叔叔怎么办呀 他现在动不了 申宝真是太善良了 楚千里连忙回头 在凤凰血浴灼中 扒拉了一下 找出了一个厚实的垫子 铺在了地上 而后 把穆修寒搬到了垫子上 用根绳子拴着垫子 和兔子一起向前拖走 毕竟也是个格外好用的吊耳呢 接下来 究竟是吃香的喝辣的 还是吃野菜啃野果 就看穆修寒这个吊耳 给不给力了 疾风吐还在昏迷之中 便彻底的领盒饭 沦为了食材 楚千里一边打理 一边默默地怀念凤玄渡 阿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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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找过来了 太好了 你可好 申宝可好 阿丑爹爹 申宝在这里 申宝没事吧 阿丑爹爹 申宝真想你呢 没想到你就来了 舅爷爷和凤爷爷他们呢 也来了吗 他们都很好 在外面等着申宝呢 阿丑爹爹自己一个人进来的 徐叔和楚燕青呢 徐叔被我杀了 楚燕青被禁军扣押 苏将军和苏公子都没什么事 京城之中的百姓 也由皇帝派遣进军和太医接管 如今正在尽力救治 那徐叔就这样死了 还真是便宜了他 这处秘境中的旋律 如此浓郁 能赶上中狱吗 这里的旋律水平和上狱 普通的地方差不多 西川的那个国师 图灭了北梁皇室 为的就是得到这处秘境 说不准这秘境之中 藏有什么大秘密呢 你若是感兴趣 我们便在这里探索一番 好 我们就探索一下这处秘境 刚刚遇到的一只普通玄兽 就是四品的疾风图 说不准 这秘境之中 还有品质更高的十 呃 玄兽呢 到时候 阿丑 你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 哼 爷爷也不知道 从哪里听来的意见 竟然逼着我念佛经 呸 呸呸呸 我们朱燕一族 从来都是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的 让我吃佛经可以 让我念佛经 不行 真是没想到 第一次离家出走 就遇到了秘境 看来我还是有些运气的 既然如此啊 这秘境之中 所有的宝贝都是我的了 谁敢来抢 统统杀无赦 哇 金色传说 阿丑 怎么了 我总觉得 那金色的光球散发的力量 似乎有些熟悉 好像是一件 和凤族血脉中 很是亲近的东西在里面 一只 狗子 眼看着那只狗 就要朝着凤旋渡身前的考架 撞了过去 那可沙丑给我做的爱心口肉 怎么能够被那只狗子毁了呢 身为朱燕一族中的小辈 朱燕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被人一脚踢飞 竟敢如此对待我 身为一只狗 你的天赋好像还不错 樊辰宇 这是爷爷前几天 逼迫我学习的樊辰宇 赶快本小爷 今天撕了你 朱燕一族的小崽子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也难怪这几年 他们的情况被日欲下 甚至有了灭族的风险 一个小小的出街大选尸 竟然敢对我这个神兽出手 他飞扑过去 一口咬在了鞭子上 连一根小小的鞭子都来欺负我 今天 我一定要把这个鞭子 撕成碎片 楚千里本来还满心杀鸡 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追着狗摸不是脑子有问题 才被丢出来的吧 松开 就不松 你有本事 把鞭子收回去啊 这长鞭是由凤魂戒 借助灵力凝聚而成 根据我心意的控制 还能够凝聚出其他的武器 你不松嘴是吧 不松 你打我呀 臭鞭子 咬断 咬断 咬 哇 哇 痛 痛 痛 来 狗子 再咬一个试试 本小爷要认真了 今天一定要撕了你报仇 哼 怕了吧 单单是身形都能吓死你们 大玄兽啊 娘亲 石材 好多肉肉呀 凤玄兔放下手中沾着蜂蜜的刷子 周身的寒气骤然凝聚 一股微压蔓延开来 怎么样 狗子 巨型磨牙棒 取名牙梅 给你量身定制 来 别客气 一口下去 保证贼刺激 根据气息来看 那是凤族的大佬呀 妈蛋 为什么凤族大佬会出现在一个小小的秘境之中 为什么还很小白脸的在烤肉啊 爷爷 你快来带我走 我要学凡尘化 我要念佛经 你掰掉我的牙 让我改行吃素都行 求求了 大佬 给个机会好不好 娘亲 实在造反了 打了他的狗胆 凤族大佬 求您饶我一命 我爷爷和你们大长老关系很好的 千里 我给你烤的肉 被他弄脏了 狗子 给我死 我的脸颊都肿了 说都不会说话了 你 大佬饶命啊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垂完了自己 接下来一步 肯定是要霸皮 抽筋 上烤架了吧 大大佬和小大佬 都叫我食材的 我说 你 大佬 我有金银珠宝 丹药玄器 给你 都给你啊 你还是只富有的狗子啊 你说的对 我就是只狗 朱雁一族最废柴的狗 我根本不是一只合格的猪烟 我都快二十岁了 族里的哥哥姐姐们都化形了 我连个人形都不会变 大佬 你杀了我吧 我不活了 娘亲 这个食材有点可怜哦 要不 我错了 我刚刚还吓唬这个小大佬呢 没想到他这么关心自己 唉 要不 神宝待会就捂上眼睛吧 神宝不看阿丑爹爹怎么烤他了 就 就 这么草率嘛 不再考虑一下嘛 朱雁的肉真的不好吃啊 狗子 别嚎了 不杀你 哦 真的吗 不杀我吗 变小一点 这么大占地方 这面目猙獰怪丑的 看着挺辣眼睛 娘亲 这只狗狗变得好可爱 这大狗子 还能变成茶杯犬 阿丑 这是什么选手 狗吧 忘 娘亲 我们不吃他了吗 看他表现 表现 我最大的表现 就是签订契约 成为大大佬的灵宠了 想到这里 朱雁小心翼翼的 挪到楚千里身边 用脑袋 轻轻的蹭了蹭他的脚踝 哦 那个 主人 人家可是第一次 你轻点 朱雁眼眼神大亮 见楚千里白皙的指尖 近在眼前 阿乌上前咬了一口 吸入了一滴指尖血 而后 快速地念动契约咒语 我要成为大大佬 第一个灵宠了 主仆契约 我不是要签订 平等契约吗 怎么变成主仆了 叶叶要是知道 我堂堂神兽直接卖身给了别人 一定会将我打死的吧 紧接了 主人 谢谢你 祝可 好的主人 您说了算 主人 一边去 别烦我 好的主人 听您的 主人 小大佬 玩啊 我现在可是主人唯一的灵宠 虽然是主仆契约 但那也是唯一的 反正我牛气得很 我要努力表现 顺便得到小大佬的认可 今后再来多少灵宠 那都是我的小弟 呵呵 哇 小狗 你会说话呀 太好了 其他的学生 都不会说话呢 你肯定是很特别的狗狗 我们会说话呀 只是说的是上狱的话 大大佬和小大佬 说的都是凡尘话 难道 他们来自凡尘界 是我见识太少了吗 凡尘界 已经如此恐怖了 重新烤好了肉 奉玄渡便招呼 楚千里和申宝吃东西 至于那块被草叶 沾上了的烤肉 楚千里很大方的 给了猪盐 好歹也是我的第一只灵宠 既然都开启契约了 该对他好一些 这是什么画面啊 凤族大佬 亲手烤的肉 就这样给我了 自家爷爷 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我配吗 小狗 快点吃哦 吃完要赶路呢 以后谁再说 我是猪燕一族的废柴 我就拿这次吃烤肉的精力 兑回去 厉害又如何 我可是吃了大佬们亲手烤肉的神兽 越是靠近金色光球 楚千里手腕上的凤凰血玉镯 便越是滚烫 这一憨披镯子 再打金色传说的主意 阿丑 你现在可有感觉 这金色光球熟悉吗 外面这层金色的光芒 应该是结界 里面方存着什么东西 保护得太好 那股熟悉感也是若有若无 我不能确定 楚千里没想到 这憨披镯子 真的在关键时刻给他作妖 就在光球炸开的刹那 凤凰血玉镯 骤然绽放出一抹红光 仿佛一个饿了三百年的人 迫不及待地 吞噬着金色光球的能量 连带的将他整个人 都扯到了光球之中 金色光球能量不断地被吞噬 楚千里被凤凰血玉镯 牵引着不住往前 突然 他感觉指尖 碰触到一样东西 啊 就这 为了一块木头 敢算计我 憨皮镯子 你死定了 楚千里顾不上和凤凰血玉镯算账 连忙寻找凤玄镯和深薄的身影 这时 穆修涵痛苦的低音声传来 楚千里寻声望去 正看到剩下的一小部分金光 正努力地钻进他的身体之内 眼看着就要把他给撑炸了 楚千里连忙上前 运转灵力 帮他消化光球的能量 而后 穆修涵的修为 直接从一个刚刚踏入修行之徒的初阶旋转 不断地往上窜 一路冲破了悬石的瓶颈 直到进阶城高阶悬石 这才停了下来 穆弟弟 你这运气 果然是不对劲啊 初姐姐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次 没事 以后 你让我多研究研究 啊 穆修涵回过神来 惊叫一声 脑海中许多修行知识 来回冲荡 都是随着光球一并出现的 初姐姐 我好像能打开密集啊 开 我们先走 穆修涵 按照刚刚领悟到的技艺 不太熟练地运转旋力 直接在眼前 开了一道门 你 猪烟小子 猪烟一族的那位老友 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二十几岁 还不会幻化人形的小崽子 还几次拉出来 在大长老面前炫耀 说朱燕一族 虽然没有奉族强盛 但是小崽子有很多 气得大长老 差点炸了朱燕一族的老窝 楚姑娘和尊主 一趟秘境之行 竟然把她带过来了 难道 那老家伙知道的沙发之道 是出自楚姑娘之手 特意把这个 废柴小崽子送过来 当吉祥物 顺便提前抱大腿 大长老 好久不见 这是秘境中的选手 瞧着没见过 楚姑娘公子 不知道 秘境之中发生了什么 敢暴露身份 打死你 舅舅 表哥 凤伯 你们都坐下 我和你们说一说 秘境之中的经历 凤伯 您是不是推断出了什么 楚姑娘 你说在光球中 拿到一块木头 不知道能否给我瞧一瞧 凤凰血玉浊 乃是我们凤族至宝 应该不会随意发烫 表达想要什么东西的 除非光球中有东西 和它同出一脉 自然可以 楚天丽立刻将那半截木头 从荷包中拿了出来 凤凰木 是从三百多年的凤凰木 凤伯 你真是这块木头 凤凰木 可为凤族祈福 幼生期 极为脆弱 可一旦长成 就可变得遮天蔽日 供凤族七夕 为凤族提供庇佑 凤凰木的枝叶 可帮助凤族幼崽 觉醒能力 花朵可修复 凤族涅槃之火 留下来的伤痕 那个丑姑娘 那木头 楚千丽弄不明白 一股微弱的欢喜之色 从木头内部传出 竭尽全力地回应着楚千丽 什么东西啊 楚千丽直接将凤凰木扔了出去 下一刻 大长老天书天玄 诸然扑上钱去 争抢着给凤凰木当肉店 千丽 这木头对我的家族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已经几百年不曾出现了 没想到 竟然会被你拿到 太好了 原来是一家人的木头啊 阿丑 你怎么不早说 再说晚点 估计这木头筷子 就要被拿去生火了 怪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 我当场来个冠心病发作 快不合适的 突然 木头中那股微弱的意识 再次传来 仿佛一个小小的光点 轻逆而依赖地 想要他陪着一起玩耍 嗯 楚千丽试探性地 调转灵力送过去 那抹意识 越发地活跃了 还圆滚滚地上蹿下跳 呵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楚千丽干脆 加大灵力输入 而后 那块木头上下颤了颤 颜色渐渐变深 只听波的一声 一个小嫩芽 从木头一侧钻出来 然后巴唧 舒展开两片叶子 大 大 长老 稳 稳住 凤凰木 活了 活了啊 就在大长老 见到凤凰木活过来 而喜极而泣的时候 凤凰血玉灼光芒一闪 直接将凤凰木 给吞了下去 哎呀 凤凰木 楚千丽看向自己的手腕 临时猛的一颤 凤凰血玉灼和他的联系再次加深 这一次 他能明显地看到 镯子内的空间扩展 山水变幻 一个巨大的空间出现在血玉灼中 那株刚刚长出来的两片叶子的木头 就被安置在了空间正中心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融入到了镯子中 似乎一个念想 便能做到很多事情 我正想着搬空那个秘境呢 这寒皮镯子就折腾出一个生命空间来 这不是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吗 nice 大长老看到楚千里刻凤凰血玉灼的动作 心疼得脚下发软 差点站不住 还好天书和天玄给他扶了一把 楚姑娘 那凤凰木还好吗 凤凰木啊 活着的凤凰木可不能再出事了 我甘愿堵上自己缩鱼的头发 只为了换凤凰木平平安安 凤伯放心 那小苗没事 不过话说回来 那块木头叫凤凰木啊 是 凤凰血玉灼 凤凰木 看来我和凤凰真的是有缘啊 这尊主还不打算告诉楚姑娘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千万别让楚姑娘自己猜到什么呀 千离 阿丑 有这么多带凤凰的吉祥寓意 我们以后肯定能抓到上语那只大凤凰 山后煮来吃的 好 主 最后若实在没办法 就煮天玄和天书吧 楚姑娘刚刚回来 好好休息一下吧 老夫带这只狗子去洗个澡 看他脏了呀 都快撑个泥把球了 正好也认识认识 福中的新朋友 有劳凤伯 诶 楚姑娘千万别客气 凤凰血玉灼有了 凤凰戒有了 如今连凤凰木都到了 楚姑娘手中 这还等什么 必须得快些催促自家尊主成亲 将人抢回凤族啊 我算是发现了 谁能获得楚姑娘的亲来 谁就能获得天道的规则偏宠 难道楚姑娘就是天道的亲姑娘 哎呀不能继续想了 怕晚上做梦都能给自己笑醒咯 大长老 您怎么在这里啊 主言 该老夫问你才是 为什么 你会跟着楚姑娘 那是我主人 我是主人的契约灵兽 嘎 哪儿的狗子 导导 我可是主人的第一个契约灵兽 是主人的心肝大宝贝 你敢对朱燕小爷如此不敬 你完了 大大王终于回来了 小主人也回来了 好开心啊 狗子 你没了 哎 这狗子 居然说自己是美人的心宠 狗子 你说啥 说你们咋的 嘎 你再说一句试试 试试就试试 你们不行 这两只胖白鹤 明显就是反品 怎么能和我堂堂神兽相比呢 今天 我就要确定第一灵兽的绝对地位 他正洋洋得意 突然 发现一道阴影 在身后越靠越近 而后 整只狗瞬间腾空而起 猛的撞到了笔直站立在一旁晒太阳的莫风身上 莫风猛的扬起后蹄 凌空来了一脚 小粉正在专心消化 储千里给他的灵力 开心的叶子都在左摇右摆 忽然感觉地面一阵颤抖 顿时惹得他不耐烦 抽出一根枝条 想也不想的 直接将猪颜 再次抽上天空 我 神兽 神兽啊 就这样直接开打 没一点面子吗 朱颜飞到半空 撞到了储千里布置的防御灵阵 而后 以更快的速度 被拍了下来 直接镶嵌到了地里 你刚才说什么 再给本狐狸大王说一遍 没通冰壶 无品 为什么主人身边的玄兽明明很普通 却一个个有着不凡的实力 二 狗子 再说一遍你刚才的话 王 没 没啥 这这 坍塌 哎呀 惨 真惨的 大招牢 那个朱颜 是朱燕一族中 有名的那个沸沸神兽 嗯 以前的确是沸沸的神兽 以后的话 可就真的说不准了 大招牢 这四星资质的神兽 怎么也不能算沸吧 他以前 只有异星 异星 那他是怎么生上来的 大招牢 你还没告诉我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用我说 过两天你自己也就明白了 对了千里 房间外面似乎有些动静 你要不要起来嚼嚼 难不成 我家阿丑 还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嗯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没等奉轩杜回答 院子外面 便传了一阵吱吱 嘎嘎 嗡嗡的喧哗声 以前他是听不懂的 可正是契约了朱颜之后 成为了正规的灵宠师 再来听这些叫声便没什么障碍了 我能给主人做冰沙 会给主人做冰淇淋 还能够开发各种甜点能力 狗子 你能干什么 我 我是主人 唯一一只契约神兽 嘎嘎 我们能给主人带来欢乐 成为主人的开心果 还能恰拨锁喉虐渣男 狗子 你能干什么 我 我是主人唯一一只契约神兽 吃妖毒风 快速煽动着翅膀 风风 我们能给主人酿蜂蜜 能帮主人打坏人 别管是正面强弓 还是暗中偷袭 都擅长得很 狗子 你能干什么 我 契约神兽 朱颜得意洋洋 虽然我怂怂地不敢打 但是 我还不能说吗 语 开盆吧 吱吱 宣说幻境 风风 毒刺清洗 啪啪啪 来自于不会出生的小粉 抽打狗子的声音 主人 快来救救狗子 算了 这糟心狗子 大概是没救了 生了吧 让他们继续在外面闹吧 不必理会 娘亲 你快看这个冰淇淋 是大狐狸做的 可好吃了 小粉 好 不能随意探听主人说话 小粉要当个乖疼万 不过 心中还是好气 那就去 打一顿狗子吧 大狐狸贿赂你的 娘亲 深宝是娘亲最乖的孩子 才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贿赂呢 就是 就是那个 深宝想知道 娘亲会不会和大狐狸 还有小粉签订契约呢 深宝我喜欢自己的朋友们 也想要他们永远都和我在一起 小粉 大狐狸 你们可愿意成为我的灵宠 这这 嗯 主人 狐狸实在是太感动了 你美丽精盈 不染苏晨的眼眸中 终于有了狐狸的身影 好啊 主人 小粉要当主人的第一个灵宠 哇 第一 不是我吗 先听我说完 我修炼的 乃是灵力 与旋力虽有相似 却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你们若是与我签订契约的话 就会自动降下一级 成为主仆契约 也就是说 今后必须时时刻刻以我为尊 若是有丝毫背叛之心 便会立刻受到契约反噬而死 啊 签订契约 签订契约 这这 灵宠 从此本狐狸也是有主人的玄兽了 本狐狸能开心到用尾巴螺旋升天 有没有仔细听我说呀 好啊 主人本来就是主人啊 这这 小粉大哥说的对 主人本来就是我们的主人 是我想错了 那来吧 不知道国师前来有何贵感 我知道放楼主背后的仪仗 所以做事从来都是我行我素 二位有实力 自然不怕 可是凡尘界 怕是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了 你知道本尊来自中语 凤老主 我现在的修为 基本等同一个废人 但是推演能力还是有一些的 无意中 测算出天旋楼 和尧光阁有些联系 那你现在测算一下 你接下来 是死是活 阿丑 停下 楚郡主 我并不在乎一己之伤死 只是 还有许多事情未做 不能就这样丢了性命 苏敏 你知道我大舅舅的下落 是 玉孝雪山 玉孝雪山 是整个凡尘界最高的一处山脉 山上积雪常年不化 时不时 便有刚风盘旋 别说人进鸟兽了 就连草木都无法生存 你说我大舅舅在那里 是 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送过去的 前进流 你最好给我个理由 楚郡主 可否听我说完 我并非有意 要将苏大将军 送往玉孝雪山 而是 他体内中了一种 罕见的击毒 这种毒 治刚治阳 必须 以治兵治寒之力来压制 才有可能 让他活命 我如何信你 楚郡主 请你相信我 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不会害你的 我大舅舅 现在是生是死 送他到玉孝山之后 我便让人 隐蔽地送些食物给他 刚开始 那些食物会消失 后来 就再也没有被动过 没有其他的事情 那我便送客了 这的确是大哥的命牌 舅舅 既然确定了 大舅舅在玉孝雪山 那么 我们就赶紧收拾东西 走一趟吧 好 我们尽快出发 雪山钢峰 阿宠 忽然 楚千离能够感觉到 支撑结界的灵力 在快速流失 凤玄度握住了 楚千离的掌心 玄力源源不断地 输送了过来 帮助他一起 支撑起结界 苏毅和苏景之 也连忙上前 竭尽全力地 稳住结界 钢峰依旧在不住地盘旋 裹挟着飞行舟 速度越来越快 风势犹如利震 每旋转一周 就会将飞行舟 外围的结界 削弱一圈 娘亲 站在船弦处的深宝 直直地向着飞行舟外 落了下去 娘亲 楚千离和凤玄度 脸色猛地一白 两人再也哭不得结界 直接向着深宝 冲了下去 深宝 楚千离和凤玄度 已经将速度提升至极致 可是受到刚风的阻碍 始终没能抓住深宝 凤玄度清冷的眼眸 忠然变成了瑰丽的红色 而后 重重凤凰真火涌出 直接勾勒出一道凤凰虚影 凤玄度直接控制着凤凰虚影 打出一道攻击 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而后 借着这股力道 加速冲向了深宝 一把将它抱在了怀中 楚千离祭出了长鞭 鞭影挥舞 想利用长鞭卷住两人 却不料一块巨石袭来 直接将长鞭给撞偏了 深宝 阿超 眼看着两人 直直地落入到了地上的岩浆内 触千离双目赤红 汹涌的灵力透体而出 道道玄秘的灵魂 在它周身环绕 它能够感觉到 生命力在快速燃烧 可它却顾不得思量 给我 破 浑厚纯粹的力量 对着四周肆虐的刚风 轰了过去 一阵巨响传来 原本强势的刚风 骤然一缓 而后轰然破碎 消散在天地之间 楚千离不断下落 就在她的手指 即将触碰到岩浆的刹那 一道修长的人影 自岩浆之中飞身而出 握住了楚千离的手腕 拉着它 落到了一旁的岩石上 阿丑 你没事 等等 深宝呢 谁也不能动我的深宝 谁也不能动我的孩子 鸡鸡 一只毛茸茸的小东西 从凤轩度紧紧 护着的怀中钻了出来 三两下 跳到了她的头顶上 而后 一屁股坐下来 鸡鸡 哇 娘亲 深宝不是一只人参精 深宝是鸡鸡啊 深 深宝 鸡鸡 深宝 这深宝 真的变成了一只鸡宝宝了呀 鸡鸡 娘亲 深宝不是人神经了 嗯 深宝 没事的 深宝别怕 爹爹还在这呢 楚千离抬眸 刚才太过担忧深宝了 根本没来得及 仔细端量凤轩度的容貌 这一看不要紧 就是差点 把自己的舌头 给咬断 他 他不是那天 被我抢了的那个 红衣妖孽小哥哥吗 啊 阿丑 比一个辣眼间的丑无言 变成爵士大帅批 更惊悚的事情是什么 是这个大帅批 他曾经抢过 目测 还是他娃的爹 第一次见面之时 这人便盯了我许久 之后百般照顾 对深宝亲近无比 再后来 我提议让阿丑 当深宝的干爹 这人说过什么 他说当亲爹也行 他哪里是当亲爹也行 他分明就是亲爹 可是 阿丑之前为什么不说呢 深宝 事到如今 娘亲不得不告诉你真相了 鸡鸡 娘亲 什么真相 唉 深宝 其实你不是人神近 当然了 也肯定不是鸡鸡 你是朱雀 哼 以前深宝一直维持着人形 我从来没有往别的地方想过 可是现在看到深宝变成这般模样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凤凰血玉拙 凤凰墓 凤魂戒 再加上凤玄渡和凤伯的姓氏 这其实都在明晃晃地暗示着 他们乃是凤族的出身 阿丑 你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份是吧 既然这样 那你就憋着吧 鸡鸡 娘亲 朱雀是什么呀 朱雀 八卦为离 与五行烛火 乃是掌管南方的神灵 主生死 据说成长起来还能够接引人的灵魂 牛气得很哦 姐姐 娘亲 真的吗 那必须是真的 神宝 你看 你的运气 是不是从小就很好 还有啊 你方才落入岩浆之中 那温度 哪怕是修行者进去 修为不够 都能化成灰 更不要说 你那个小神宝了 你为什么没事呢 当然是因为 你乃朱雀神灵 朱雀掌管着火 自然不怕 姐姐 娘亲以前 怎么没有告诉神宝呢 当然是因为这里面 有个悲伤的故事了 该怎么编呢 姐姐 娘亲不伤心 神宝不问了 姐姐 娘亲 神宝编小了 都没有办法给娘亲做饭饭了 嗯 啊 神宝别哭啊 娘亲给你做饭啊 哼 怎么能让娘亲做饭饭呢 神宝的愿望 就是要养娘亲的 哼 哼 神宝这是怎么了 神宝别哭 救爷爷抱抱 主鹊崽子呀 哎呀 咱们神宝真的 太厉害了 看神宝这绒毛的颜色 多长 看神宝的小嘴 多尖 看了小爪子 多威风 就是就是 神宝小公子 可是神灵血脉 厉害得紧 鸡鸡 舅爷爷 舅舅 你们忘记夸小翅膀了 看着小翅膀 威风有力 呵呵 以后肯定会长出最漂亮的羽毛 然后振翅三千里 扶摇九霄区 谁能逼得过我们家神宝啊 没有人 不 没有鸟 鸡鸡 神宝厉害 神宝最棒 那必须的 鸡鸡 娘亲 阿丑爹爹 神宝开心 千里这是怎么了 他到底有没有认出我 这个时候我不能急了 一定要稳稳地画个圈 把千里给套牢了才好 千里 你觉得 我现在的样子如何 阿丑 你现在好看多了 不像是以前 长得那么励志 你 你喜欢吗 我是那种 只知道看脸的肤浅之人吗 不好意思 我很大承诺伤势 但是我不承认 千里自然不会肤浅 那肯定的 那你看了神宝变成小鸡宝宝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我只需要确定 神宝是我的儿子 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 神宝的爹爹 阿丑 别说了 我决定忘记那个复兴人 我没 嗯 你怎么了 这里面也许有什么误会 说不定神宝的爹爹 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阿丑 你忘记了 你都把自己送给我了 从此以后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不会因为神宝是朱雀 就嫌弃他吧 肯定不会的 那不就是了 你放心 不管神宝的爹爹来不来 我都只要你 如果那个复兴汉敢冒出来 我就准备好大铁锅 千里 你快看 大舅舅 苏鸣眼神一颤 目光激动地望着楚千里 苏易和苏锦芝 半晌之后 满是风霜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啊 千里 弟弟 锦芝 能再见你们 真是太好了 二弟 别碰 会伤到你 舅舅 大舅舅是怕伤到我们 大哥 二弟 大哥好着呢 你别伤心 大舅舅 我来帮你整一下脉 啊 不行 不行 千里 大舅舅也会伤到你的 大舅舅放心 我现在厉害的紧 绝对不会被伤到的 大舅舅也很厉害 千里不用担心 姐姐 娘亲 大舅爷爷身上好舒服呀 深宝喜欢 大舅舅 你看 深宝都没事 我帮你整脉 也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心吧 啊 深宝 王姐和大舅舅介绍了 这小家伙叫深宝 是我儿子 您的外甥孙 外 外甥孙 我外甥孙 是只小鸡宝宝 颜阳之力 千里 你方才说的颜阳之力是什么 颜阳之力 是一种极为霸道 而强势的力量 若是能够掌控 旋力之力如颜阳 同等级无敌手 跨界对战 亦可不落下风 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能力 可一旦掌控不好 便会被汹涌的颜阳之力 焚烧为灰烬 千里 那你大舅舅的身体 可还撑得住 大舅舅体内的颜阳之力 肆虐很久了 一直靠着御孝雪山来压制 可方才 他受到了修行者的攻击 颜阳之力动荡的厉害 怕是依靠冰雪之力 都要压不住了 我才刚刚找到了大哥 嗯 那个 舅舅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难道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有啊 那不就是吗 神宝 是啊 说来也巧 若是神宝没有变成现在的模样 也无法吸收颜阳之力 可偏偏他变了 以后让大舅舅 多抱着神宝 直到将颜阳之力掌控就行了 哎呀 千里 舅舅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 咱们以后说话 能不能稍微快上那么一点点啊 好的 二舅舅 没问题 我本来都打算好找个地方悄悄地死去了 结果却没事了 二丑 怎么了 你是不是该介绍一下我啊 那个 大舅舅 我还忘记给你介绍了 他是奉玄渡 是我 等等 该怎么和大舅舅介绍呢 长期饭票加座椅 这有点没良心啊 未婚夫 还没到那一步 心上人 怪害羞的 而且阿丑 都没和我正式表白呢 我阿他爹 这个就更加不行了 我还要探究阿丑 不表明身份的原因呢 大舅舅 我是千里的人 千 千里的人 这个说法 怎么感觉有点倒叉门的味道 嗯 是 阿丑 你别乱说 你答应过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松手放开我的 难道你后悔了 自家千里 该不会要对人家漂亮公子 使乱中气吧 这可不行啊 苏家没有这个家风的 嗯 那个 大舅舅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这话也没错 我眼察人家阿丑好久了 早就想让他成为我的人了 好 好 千里 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人家凤公子 明白了吗 啊 好 知道了 大舅舅 二舅舅 你们以后叫我玄渡就好 嗯 好 玄渡 今后若是有什么事情 及时和我们说 我们一定帮你撑腰 好 多谢两位舅舅 两位舅舅如此支持我 该让凤族准备礼物道谢才是 送什么好呢 嘿嘿 圣宝 封爷爷抱着你走啊 你看看 封爷爷这顶新假发 发质柔软 最适合小崽崽 怕着当窝了 圣宝考虑一下呀 小公子 翅膀扇着久了算不算了 您下来 树下帮您按个摩呀 专业的 单身的凤凰小子 不去找人打窝 为什么要和我 抢凤凰崽崽 果然是该拔毛了 鸡鸡 凤爷爷 你看深宝 给你来个特技飞行 再再要 特技不特技的我不知道 反正在机秃头之后 我这个心脏啊 也跟着有点不好了 深宝现在变成了小凤 小猪雀 那就要开始调养身体了 哎哟 东西不够齐全啊 这真头发就是没有假发 那么厚实柔软 不然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宰子趴头顶的待遇 大长老 我现在便通知姚光 让他送些东西过来 您看看还缺什么 尽快列个单子 嗯 让姚光回上狱一趟 把族里的库房给搬来吧 一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嘛 凤伯难不成准备把凤族给搬空了 凤伯 要搬族里的库房吗 公子啊 您是不是也觉得 单单是咱们族里的东西 还是太少了 看来是时候 让人到处去搜罗一番了 现在的凤族之中 单身的凤凰掀了抠脚 几位夫妻的凤凰 又生不出宰宰了 那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当然是用来 服务唯一的凤凰宰宰 小少主了 是千净流 他又回来了 凤伯 别的事情我来 你负责保护好申宝 好 楚姑娘一定要小心 那千净流 手段恶毒得很 我知道了 阿丑 这一次 别放过他们任何一人 好 千净 又见面了 方才只是为了和你打个招呼 只是下面的百姓 好像都吓到了 千净流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找死得如此积极 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像 在半空中炸开 四十九名忠语修行者 被阵法裹挟着散布开来 而后 一道赤红色的法阵 漠然铺开 凌驾在了京都之上 千离 这是 斩龙法阵 原本洋洋得意的中语修行者 突然发出了阵阵凄惨的哀嚎 少总主 阵法在快速吸收我的旋力 我又支撑不住了 救命 少总主 救命啊 阵法出问题了 千离 我很好奇 你究竟得了什么样的传承 竟然连斩龙法阵都知道 千净流 你想要逆天改命 不错 你怎么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呢 而且 若不是你突然出现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十六年前 屠灭了南海 杀光了南海一族 所有的臣民 建造了最为困难的屠灭法阵 之后 我发展西川 强盛其国力 增加其国运 之后 吞并北梁 以北梁皇族208人的鲜血 浇灌而出 凶劫法阵 如今 只需要将斩龙法阵完成 便是四阵法齐全 可以将整个凡尘界 变成人间炼狱 足以蒙蔽天机 修改我的命格 千金流 天地规则邪不胜正 你已经成为了邪修 天地规则不容你 邪修 怎么会呢 我的手上干净的很 没有一丝一毫 无辜人的鲜血 这些东西 都是忠欲邪修布置的 我从来没有直接插过手 厚颜无耻 这阵法针对的是我 我现在对抗不得 阿丑 绝对不能让阵法彻底启动 我帮你打破它 一道凤银 响彻天地 而后凤凰虚影 直直地朝着斩龙法阵 轰击过去 机遇 机遇带领着一群神色 呆滞的修行者 从楼船之中涌出 直直地踏入斩龙法阵之中 瞬间 被淹没在了凤凰虚影之中 又是一道阵法光芒亮起 原本摇摇欲坠的斩龙法阵 骤然稳固下来 而后加快运转 凤凰虚影 似有不甘 还想再次攻击阵法 阿丑 千里 怎么了 叠加阵法 千金流 再控制着其他的阵法 吸收你的旋力 再攻击下去 斩龙阵法只会越来越强 我等了二十多年 我等了二十多年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日光静 日光静 再快点 日光完全被遮盖的刹那 就是他逆转命格之时 天机宗 修行者何在 诱护法 激秦 拜见少宗主 少宗主被宗门背叛者挟持 为维护凡尘界安宁 受尽苦楚 我等护卫来迟 请少宗主恕罪 可惜 我一个人能做的 还是太少了 没能阻拦那些 邪修的阴谋 保护凡尘界 这千金流 不仅要逆天改命 还要帮这天机宗 捞取一大笔功德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千金流 挑选培养出来的修行者 都是那样品性恶劣之辈了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养谷 将这些本性 贪婪恶劣的修行者 当成蛊虫 给他们残害凡人的能力 将他们养得白白胖胖 恶势做尽 只等着千金流逆天改命 天际混乱的时刻 再让天机宗 以正义之势的方式出现 杀掉这些蛊虫 蒙蔽凡尘界的天道规则 上级误以为天机宗 是在产间除恶 天道有功德 大善大恶 罪意引起功德变换 千金流利用凡尘界 逆天改命还不够 这是想要彻底的榨干 凡尘界最后一点价值 好狠毒的心思 好周全的计谋 楚千里之前 稳固在巅峰大悬时 修为境界隐隐上升 境界壁垒 受到冲撞 灵力变得极为不稳定 眼下这种情况 唯有一刻办法 可以帮助他破解困境了 汹涌的灵力 在经脉之中不断地奔涌 逆天改命是吧 蒙蔽天机是吧 自以为有点能力 就连天道都不看在眼中 今日 我就让你们知道 你爸爸 永远都是你爸爸 道道古朴凡夫的图纹 在他周身出现 下一刻 这些图纹骤然凝聚 随着他体内的灵力 直直地冲上天空 混沌的规则 捕捉到这一丝 不属于凡尘界的灵力 刹那之间 风云涌动 道道雷光闪现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果然不管到哪个时空 天道这老小子 从来都没有打算放过我 每次遇到 就跟我上辈子 刨了人家祖坟一样 丝毫不讲道理 要不是我 你今日就炸了 有本事 来劈死我 杰云 似乎感受到了挑衅 凝聚起雷光 对着楚千里 直直地劈了下去 楚千里脚尖一点 瞬间拔地而起 对着千剑流的方向 跑了过去 你今天不屁我 你不是人 凡尘界的规则之下 修行者 根本不可能 进阶成灵玄师 可是楚千里 却要硬生生地进阶 哪怕这个时候 凡尘界的天道 被蒙蔽了 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况 也肯定受不了 有人在他的头顶上 扎刀子 在凡尘界 强行进阶 灵玄师 故意引发雷劫 怎么说呢 风后 优批 千里 尊主 您过去雷劫会翻倍的 阿丑 别担心 我没事 楚千里 依仗着精妙的步伐 躲过雷霆的追击 而后 天雷直接劈在了 斩龙阵法上 巨大的威力 将其劈得一个摇晃 是不是没吃饭啊 天雷屡屡劈空 似乎彻底的恼怒了 雷霆的威势 更上层楼 粗壮的雷霆 骤然劈下 他们身形快速下坠 直奔斩龙阵法 身后 跟随着雷霆万军 嘻碎的破裂声响起 斩龙阵法破碎出道道裂痕 慢慢地 裂痕越来越大 最终 只听到轰隆一声 若他的阵法 直接崩塌 除千里 你该死 千轻流 斩龙阵法毁了 四个阵法缺了一脚 你要再如何地逆天改命 楚郡主赢了 阳光越来越强烈 最终轰隆一声 厚重的劫云支撑不住 彻底消散 楚姑娘 您没事吧 他周身灵力涌动 唇后的力量再次提升 静止冲破境界壁垒 成功让他晋级成为一品灵玄师 阿丑 那我们现在去做什么 我们现在回凤族 然后发喜帖 啊 发喜帖 对 本尊要迎娶凤后了 自然要普天同庆 上狱 中狱 凡尘戒 喜帖都要发到 到时候 有整个天下的人 来见证你我的婚礼 阿丑 我们真的要成亲吗 我穿过了那么多时空 生气打怪的事 做了不少 成亲却还是大姑娘上脚头一回 想想 总觉得心中没底 完了 我该不会是有婚前恐惧症吧 千里是觉得 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还是 有什么地方不满意 你说出来 我都可以改的 那倒也不是 不是你的问题 姐姐 申宝呢 天地和娘亲要结婚的话 那申宝要做什么 申宝的话 这提前有了孩子的 孩子该如何安排呢 姐姐 申宝也要和娘亲结婚 那不行 姐姐 为什么不行 爹爹之前说了 男子汉不能说不行 爹爹你要说不行的话 那你就不是男子汉 申宝不管 申宝就要和娘亲结婚 申宝别闹 姐姐 申宝要闹了 申宝还要打滚 滚得浑身都是你 爹爹你怕不怕 我这么使坏 肯定把爹爹吓死了 姐姐 谁都不许碰申宝 不然申宝的小翅膀 就要折了 小少猪别伤心 冯爷爷保护你 绝对不让任何人来碰你 你小心一点 别把自己的小翅膀给拍疼了 姐姐 冯爷爷 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豆哥和捧哥说 世界上最管用的办法 便是一哭二闹三商调 怎么我现在哭也哭了 闹也闹了 爹爹还是没有松口呢 难道说申宝需要商调 可是申宝现在没有绳子 那要不就让小粉 伸出跟藤蔓来配合一下 爹爹知道 申宝起来吧 姐姐 爹爹 你同意让我和娘亲成亲了 不是 爹爹是想起来 你该如何安排了 发婚离席帖的时候 顺便再写两张帖子 一张写百岁宴 一张写周岁宴 这才是属于申宝的宴席 之前没有条件举办 现在一并给补上 七七 百岁宴 周岁宴 对 你若是觉得这两场宴席还少的话 还可以加上你的 两岁生日宴 三岁生日宴 四岁的也加上 不嫌多 大不了这一次的宴会 举办个一年半载的 总能让你过得开心 七七 可以这样办吗 当然可以了 哎 你想想 我和你娘亲成亲的话 是不是就这一次 可是你的宴会 却可以举办好多场 哎 是不是赚到了 七七 好像有点道理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天叔 立刻把消息传下去 省得传扬得晚了 身保着臭小子在反悔 阿丑 真是没想到 其他家族之中 也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 夫人看我就够了 至于其他人 若是有不懂事的 吸引了夫人的注意力 就该拖出去处置了 怎么听着凤尊那份话 反倒是在凤后面前 十分的弱势呢 一听就老卑微了 再说了 夫人看旁的青年才俊 不是应该惩罚夫人吗 怎么反过来惩罚 被夫人看到的人呢 简直是不讲道理 我保证不看旁人 这样好了吧 嗯 及时到 新人拜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 千丽 今后你我夫妻一体 你再也甩不开我了 从前 或总是孤身一人 根本不相信什么感情 是你让我懂得 爱一个人是如此的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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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